群着老头子的目光 妇人也看到了门口站着的人 除了关系不错的几位街坊邻居 还有一位陌生的年轻人 白白静静 长得是眉气目秀 擒着一抹淡笑 规矩地站在门口 想来老头子说的客人 就是这年轻人了 可也不认识呀 小子 愣什么呢 老郭让你进去呢 最初开口说话的老者提醒着古兰 然后和街坊邻居们不客气地也走了进去 古兰是愣了一下 主要是没想到 郭义的父亲会是这么不拘小哥的人 就这么让他进去了 回神的古兰微微一笑 摇摇头 想这么多干啥 转身来到马车里 一阵跳跳捡捡 拎着奶糖 糕点 还有空间里拿出来的一坛酒 向院里走去 而郭老汉正和妻子解释来人是谁呢 知道是儿子的朋友 夫人才准备放过自家老头子一惊一诈 差点下行小孙子的事 既然是客人 你怎么先过来了 太没礼貌了 瞪了眼老头子 夫人正想去迎客时 就看到年轻人手里拎了不少的东西走进来 在东西上多扫了一眼 礼节上倒是挺周到 看来真是儿子的朋友 不然谁舍得拿这么多东西 自个儿子自个儿了解 如果不是真的朋友 这小子是不会把住处告诉别人的 就连巷子里的街坊邻居 大多也只是知道 儿子是在大户人家做侍卫 根本不知道是去哪家哪户 所以托关系拉近户的可能性不大 不管怎样 来者是客 前一刻还含着一张脸的妇人 下一刻微笑着 看着走过来的年轻人 扫了眼古兰手里的礼物 郭甲是称的 没客气啊 是小子的一点点心意 不知道什么 这位是伯母吧 小子古兰 冒昧来访 还请不要见怪 既是小义的好友 公子还这么客气做什么 瞧这孩子客气的 见怪啥呀 不见怪 老头子 处着那干什么 还不赶紧请人屋里坐 信话 赶紧上茶 老七发话了 郭老汉哪敢耽搁 赶紧请古兰去了正屋 邻居们也都趁机告辞了 都进屋待客了 他们在这儿就不合适了 都是多年的老邻居 郭老汉也没和他们客气 说了句不送 便引着古兰去了正屋 与此同时 乡房里也走出了一位 年轻点的妇人 好奇地看着公爹 带一位陌生男子 入了正屋 看着同向正屋走去的婆婆 妇人赶紧快走了几步 拉住了婆婆 娘 这谁呀 问这么多做什么 是你二弟的友人 进去看这梨儿吧 这孩子醒来 床前没人又该闹了 是 娘 他确实不敢在外面多待 小儿子自从生下后 就闹人的紧 他这个娘 必须时时在跟前 嗯 看着大儿媳妇进了房 郭贾氏也赶紧进了正屋 老头子正招呼着古公子喝茶 他坐在老头子一旁 古公子 现在何处落脚啊 还有 你和小义 是怎么认识的 伯父 喊我古兰即可 小子现今住在城西郊 十几里外的李家村 说起我和郭兄的认识 也是因缘忌讳 说着 古兰缓缓地将与郭一认识的情况 与两位长老 娓娓道来 听得郭老汉夫妇俩 是一愣一愣的 听到危险之处 心也忍不住跟着揪起来 知道儿子的当差非常不容易 但没想到 去街府中小姐 也会碰到这么危险的事 儿子回来以后 从未听儿子提及过 啊 原来是这样 这么说 古兰公子也已经落户在云州城了 是 运气还不错 落户在李家村了 其实 早该来拜会了 只是刚落户此地 要忙的事情很多 结果一拖就拖到这儿了 不晚不晚 只是可惜 小姨不在家呀 是小子来得仓促 不过 能见到伯父伯母也一样 伯父伯母 身体可安康 好的好的 我们身体啊 都不错 老伴啊 去买点好菜 上午呀 让古兰公子陪我喝一杯 哎 是这个理儿 我这就去 不用不用 小子今日过来 就是认认门 眼下还有事儿呢 多谢伯父伯母了 再有事儿 也得吃饭不是 听我的 吃了饭再走 是啊 再有事儿 也不差这点时间 多谢二老关心 不过 确实有事儿 耽误不得 哎 趁胆 我不得呀 是 下次郭兄在时 有时间一定陪伯父 好好喝一杯 时间不早了 多谢伯父伯母的款贷 小子告辞了 那行 如此呀 我也不留古兰公子了 乘事儿要解 文言 古兰一一 被郭老汉夫妇 送上了马车 离开了郭家 古兰离开后 郭家是将礼物 带回了正屋 还没等拆开看看是什么 就听到大儿媳妇的声音 娘 李儿醒了 说着 抱着一个两周左右的男童 走了进来 看到桌上的礼物 眼睛顿时亮了 娘 这是那位公子带来的礼物啊 还真不少呢 郭展媳妇盯着礼物高兴地说 大儿媳妇没见过东西的模样 是郭家是最看不上的地方 不过看在他为郭家生了两个孙子的份上 一般情况下 他还是给大儿媳妇一点体面的 娘 快打开看看是什么呀 桌子上好几包东西呢 真是太神奇了 等着 郭家是斜了眼后脸皮的大儿媳 郭展媳妇 讨好的笑一笑 基本不在意婆婆的目光 脸皮后吃块肉 这个道理他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了 郭家是随手拿起最近的一包打开 一股淡淡的桂花香味 透了出来 呀 是桂花糕 郭展媳妇眼睛更亮了 她最喜欢吃的就是桂花糕 郭家是白了眼大儿媳妇 继续打开剩下的油脂包 五十奶糖 凤梨酥 蜜枣糕 苗 二弟这位友人到底是谁呀 这也太大方了吧 郭展媳妇看看这个 看看那个 最终把目光放在了那一大包的奶糖上 这么大一包 看着最少也有个一两斤 股市奶糖卖得可贵了 一斤都要六十文 比肉都贵得多 确实很舍得 不仅如此 还有一坛酒呢 光是闻着隐隐散出的酒香 就不能便宜了 郭家是看向了老头子 这么多的东西 他也有些无措 留都留下了 收着吧 回头啊 让小义回礼便是 收到老气目光的郭老汉 赶紧的眼睛从酒坛子上拔了下来 郭家是一听也是这个脸儿 便也放心了 娘 娘 给儿媳几颗糖呗 看到婆婆瞪过来的眼睛 忙摆手 可不是我要吃 是你孙子要吃 说着 指着怀里直流口水的小子 瞪归瞪 孙子要吃 郭家是还是抓了一把 递给了大儿媳 想了想 又分了半包糕点给他 儿媳虽然嘴是馋了些 但却也真的疼孩子 倒不担心吃不到孩子嘴里 然后快速地 将桌子上的东西收了起来 包括那一坛子 让老头子垂闲了好酒 哎 他娘啊 这酒 还是我自己收着吧 你看我傻吗 郭家是瞪了眼老头子 手脚麻利地 将酒收了起来 郭老汉 哎 另一边 古兰已经到了 另外一同生的家 这次运气不错 这名姓朱的同生在家 只是在得知他的来意后 果断拒绝了 去李家村当夫子的事 古兰也没有失望 毕竟来的时候 已经预料到了 这位同生 家虽不是高门大院 但家里情况也能看出不错 还有小私伺候 城里生活惯了 又怎么会想去乡下呢 只是可惜了 这姓朱的同生性格 看起来真不错 即便他这个陌生人上门 得知来意后 也是热情招待 性格看起来极为温善 谈话之中 也能看出学识扎实 确实很适合当夫子 一位不在 一位没同意 那就只剩下最后一位姓孟的同生了 不过不着急 已进正午 用过赏饭 休息会儿 再去寻也不迟 总不能大正午的到人家去吧 太不礼貌了 记不着急了 在街上随便选了一家 差不多的酒肆 进去解决肚子问题 又喝了些解腻的茶水后 便让夏目寻了个阴凉的树下 做午休之地 眼下是一年四季 温度最适宜的时候 不冷不热的 加上春风徐徐 即便是睡在车厢里 也不会觉得闷热 外面有夏目守着 古兰很放心 迷迷糊糊间就睡着了 等再次睁开眼的时候 是被一阵喧闹声给惊的 喝口水润润嗓子 醒醒时儿 古兰才推开车门 望向了声音发出的地方 公子 你醒了 嗯 那边怎么了 回公子 小的刚才也迷糊着了 听得不甚清楚 不过像是几位读书人之间 发生的争执 好像是其中一个人不读了 来书次超出挣钱 正巧碰到了以前的铜窗 被奚落和嘲笑了 古兰点点头 没有说话 很高踩低 视力眼这种事情 并不显见 不论古代现代 都一样 所以我现在也没有什么事儿 既被吵醒了 就当看戏了 可听着听着 就促起了眉 话说 这几位读书人 也真是网读圣贤书 口中的话是一个比一个的难听 言语之中极尽羞辱和看不起 句句直戳 人费管子 简直和泼妇骂街 没什么不同 只不过是换了种 种文组组的方式 孟庆宇 超书能挣什么钱呢 我现在正好缺个马夫 不如你来当我的马夫吧 看在你我铜窗几年的份上 我自不会亏待你的 怎么样 我这个铜窗 是不是很照顾你啊 子朝兄就是太善良了 孟庆宇 你可要好好地考虑考虑 要知道 子朝兄的马夫 也不是什么人都能当的 免得错过此机会 将来再后悔莫及啊 是啊 子朝兄可不是什么人 都发善心的 我们听说 孟庆宇你爹娘没了 连家都没有了 这也太惨了吧 你说说你 是不是造了什么孽啊 要不然 怎么连你爹娘都被送走了呢 你爹娘有你这么个儿子 也真是糟心呢 又或者说 是你爹娘造了什么孽 没做什么好事 你们家 才落得如此田地吧 那又裁你闭嘴 忘你读了这么多年的书 如此没有口德 连以示之人都不放过 你侮辱我可以 但不准 侮辱我爹娘 你们 孟庆宇红着眼 看着围着她的几名铜窗 气得浑身颤抖 面色潮红 你们 欺人太甚了 哈哈哈哈 就是欺负你了 你能拿我们怎么样啊 马友才 嚣张地笑起来 赵清云 却皱了皱眉头 看向马友才的目光 有些不邪 她是不喜欢孟庆宇 谁让这家伙 平日里总是一副 当貌安然的模样 长期一直挺好 也挺得夫子的喜爱 就是运气 两人自读书以来 一直不合 但这只是两人之间的问题 牵扯到长辈 就有点过了 刚想呵斥马友才 就听到孟庆宇的一声大喊 马友才 你欺人太甚 我和你拼了 忍无可忍的孟庆宇 冲向了马友才 转瞬间 两人打坐了一团 愤怒中 孟庆宇犹如神柱 在马友才和 另外两人的手底下 竟然没吃太大的亏 全全往马友才 嘴上招呼着 自 自超兄 快来帮忙啊 被一拳打到 刘比写的马友才 喊着皱眉中的赵清云 赵清云嫌弃地 看着满脸写的马友才 像是没有听到似的 纹丝不动 招呼人家爹娘 被打也是活该 再说了 三个人打一个人 还能这么狼狈 更是活该 他是读书人 言语息落 讽刺可以 但是万万是不能 在人前打架的 看着直指点点的人群 赵清云更是不可能上前了 旁边疏似的掌柜和伙计 倒是出来拉了几下 可惜 打脑火的几人 根本就拉不开 便是拉开了 又很快打成一团 另一边 本来听得 津津有味的古兰 突然愣了下 然后眯眼又仔细听了听 旋即拿出齐衡 让手下交给他的那张纸 孟庆渝 果然是这个名字 刚才他没听错 会不会是同名同姓 古兰这么想着 但同名同姓的读书人 有可能吗 而且乔的遭遇 也和齐衡说的差不多 古兰越发地觉得 此人有可能就是 齐衡说的那位 孟同生 想到这儿 他坐不住了 意料下摆 从马车里走了出来 跳下车 公子 看好马车 我去看一看 丢下这句话 古兰穿过街道 拨开人群走了进去 夏木 呃 默默地喝上了嘴 不知怎么的 总有种主子进去 是要搞事情的感觉 伸长的脖子 想要往里看 可惜 除了人头 什么也看不到 倒是能听到 些许的圈架声 和斗屋声 这边拨开人群 走向最前方的古兰 就看到四个 二十多岁 穿长衫的读书人 毫无章法地乱斗着 他的关注点 重点是在穿着 黑衣旧衫的青年身上 一个人对上三个人 凭着一股子狠劲 硬是压制住了 另外三人 虽然他也挨得不轻 也是 冲得怕愣的 愣得怕横的 横得怕不要命的 黑衣青年完全一副 拼命架势 让不敢拼命的三人 自然是束手束脚 一事之间 竟也奈他不得 马有才尖叫着 垂向了咬向他腹部的 孟庆渝 在另外两人的合力下 终于将其甩开 孟庆渝啊 你是属狗的吗 不 马有才疼得 再也顾不了 读书人的斯文 像个泼皮乌赖一样 开始骂街 乌言慧语 不重样地往外道 不仅让围观的人 听得是目瞪口呆 就连身旁的同伙 也是震惊地看着他 用手擦了擦嘴角的血迹 孟庆渝冷笑着 看着面目猙獰的马有才 哼 我是不是狗不知道 但是你是真的狗 还是一只口吐乌言慧语 不知德行的狗 白读了这么多年的书 白费了夫子的尊尊教诲 真是可悲可怜 怪不得读了这么多年的书 连个童生都没有考上 原来根源是在这儿 也是 一只狗又怎么能考得上童生呢 这段哈不可谓不狠 就连一直立于一旁的赵清云 也愣住了 以前只知道孟庆渝 满嘴的知乎哲言 圣人言 真没想到 还能说出这番 这番接地气的话 孟庆渝 孟庆渝 我要杀了你 被骂作是狗 又被揭了短的马有才 气疯了 这些年来 考不上童生 是他心底最不可逆的逆龄 如今在这么多人的面前 如此羞辱他 马有才想死的心都有了 叫喊着向孟庆渝冲了过去 一拳挥过去 被早有准备的孟庆渝 悬身躲了过去 并顺势一脚 跺了上去 马有才瞬间 如狗啃屎般地 趴在了地上 这就受不了了 你在侮辱 谈之前有没有想到过 也会被人侮辱 辱人者必自辱之 看来你应该是不知道这句话 孟庆渝冷笑着 侮辱他爹娘 这仇事结定了 他也没有什么好顾忌的了 彻底放飞了自我 你 你 我要杀了你 叫喊间 爬起来的马有才 随手捡起一块石头 冲着孟庆渝砸过去 马修 不可 其他俩人见此 赶紧上前拦住 打架归打架 他们可不想闹出人命 再说 也是他们率先挑事 根本不在理 可惜 此刻的马有才完全疯了 如此的羞辱 他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 杀了孟庆渝 完全也不看阻拦他的是谁 直接就上拳 完全是无差别攻击了 好在还尚有一丝丝的理智 并没有挥动手里的石头 马有才 你疯了吗 一直立在一旁的赵清云 也忍不住了 既然连同伴都打 赶紧上前 就想夺掉他手里的石头 这一刻 有点后悔和马有才出来了 矛盾归矛盾 可又不是什么深仇大恨 他从来没想过真的要干什么 无非是就想看看 孟庆渝第三下四的模样 但马有才手里的石头 抓得紧紧的 愣是没有被他给夺下来 要不是许言书 眼疾手快的一把拉过的他 这石头啊 差点就砸到他头上了 马有才你真疯了 连我都敢砸 邵清云不肯置信的 看着马有才 可惜 这家伙此刻就想报仇解恨 眼里什么都没有了 像是没有听到他的话 仍然静止地向孟庆渝冲去 孟庆渝当然也不会坐以待毙 只是奇怪地看了眼阻挡的那几个人 然后不必反上 躲过了马有才 向他头上的一击 正要去躲马有才手上的石头时 一声杀猪式的嚎叫突然响起 孟庆渝呆愣当场 就看到一位年轻人莫名地出现在马有才身旁 一只手紧紧地钳住 马有才拿着石头的手 也没见怎么用力 不仅石头落地 马有才还发出杀猪式的嚎叫 就连想要攻击的另一只手 也在年轻人的一挡下 软绵绵地垂下来 并一脚踢翻在地 被紧紧踩在脚下 动弹不得 好似身上的并不是一只脚 而是一座山 而这座山的主人便是古兰 先前只是有点怀疑 来到跟前后 人群的议论声 以及打架几人之间的对话 古兰几乎能肯定 此人便就是他要找到孟庆渝了 这缘分倒是不错 正想去找呢 这就见到了 想到有可能是李家村未来的夫子 如此 古兰自然不可能袖手旁观 三两下便将讨厌的人 制服在地 疼疼疼疼疼 放开我 你是谁 张国兄救病 这会儿知道疼了 先前你打人行凶的时候 为什么没有想到疼啊 还是读书人呢 读书人都要像你这样 脸面都被丢尽了 这青天白日 朗朗乾坤下 完全无视律法 竟当街行凶 还如此狠了 我要是你的夫子 除了你这样满嘴无言会语 没有德行的学生 准会被气得吐血 夫子吐不吐血 马有才不知道 反正这会儿 他快要被气得吐血了 这话听得非常熟悉 没想到 又被人羞辱了一次 而且还是个陌生人 更羞耻的是 还被此人踩在脚下 还动弹不得 张 张兄 许兄 你喊谁都没用 道歉吧 那三人虽然不是什么好东西 但也没有坏到哪去 最起码还知道人命关天 还有那么一丝丝的羞耻心 张兄 你 你们 赵清云冷冷地看着马有才 没有说话 这一刻 感觉丢死人了 后悔死了和他走在一起 刚才还险心用石头砸他 这样的人 绝对不能再教 想到刚才 要不是许言书 演技手快 赵清云就恨得牙痒痒 那么大块石头 砸在头上 还有命在 他可是家里的独子 他要是出了什么事 爹娘还能活 别说上去救人了 出了刚才的事 以他的性子 没上去多踩上一脚 就算不错了 马有才不说话还好 一说话 赵清云直接扭头就走 紫赵兄 许言书看着只剩下背影的赵清云 又瞥向被踩在地上的马有才 摇摇头 果断地去追赵清云了 另一个人见此 也神色复杂地看了一眼地上的人 追了过去 而马有才则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 不敢相信他看到的 他们不是好友吗 此刻他被人欺负 不应该帮他吗 想到这儿 马有才眼里闪现出愤怒的目光 一阵剧烈的疼痛袭来 马有才此刻哪还记得什么愤怒啊 只想让他身上的疼痛消失 帮手都没了 只能本能地求饶起来 我错了 我错了 我道歉 我道歉 好汉脚下留情啊 这一幕让很多人都笑起来 刚才欺负人的时候有多神气 这会儿就有多狼狈 这算不算是报应啊 这样的人就该被狠狠地收拾一顿 古兰轻轻地撵了下脚 臣错了 顿时一股钻心的疼痛 差点没让马有才背过气去 不 应该说 此刻他真想背过气去 不用再被指指点点 再受屈辱 错了 错了 哼 既然知道错了 道歉吧 古兰嫌弃地看了眼脚下的人 然后收脚 攥着衣领 单手将一个成年男子拎了起来 仿佛拎的不是一个人 而是一只小鸡仔似的 让围观的人都为之侧目 惊讶此人的力量 有些人还暗暗看向自己的手 然后摇头 放下去 轻轻松松一百多斤 单手 他们哥们不可能 就是两只手都觉得费劲 被突然拎了起来的马有才 又惊呼了一声 接着就发现 自己竖起来了 还是那种脚不沾地地竖起来 前方就是让他想喝那牙痒痒的梦青鱼 要不今日碰到他 哪里能这么狼狈啊 这家伙真是个灾星 怪不得爹娘先后 没多久都走了 古兰晃了晃手下的人 嘿 道歉吧 我 我像他 不顾身上的疼痛 马有才吃惊地看着前方的人 这才明白 抓住他的煞心 话中的意思 哼 怎么 有意见 明明是笑着 却让马有才不自觉地 打了个寒颤 看向了绵绵 没有知觉的左臂 还有后背火辣辣的疼痛 也在告诉他 有意见的后果是什么 慌忙摇头 眼下还是先脱身为好 我 我道歉 三个字几乎是咬牙气齿地 说了出来 目光很利地看着梦青鱼 心里想着 总有一天 要这家伙好看 文言 古来没有说话 而是随意地晃晃左手 催促着 马有才 哎呀 此刻若是有一把刀子的话 他会毫不犹豫地 定然会刺进身后人的身体里 对 对不起 行事比人强 马有才 僵硬地吐出这三个字 心里却雄雄烈火般燃烧着 恨不得将羞辱他的人 烧成灰烬 孟青鱼冷冷地看着他 这种道歉 他不屑要 哎呀 看来是他也没有诚意了 古来摇头 直接将手里的人 直接扔给了孟青鱼 你自己来吧 仇还是自己抱 来得痛快 反正这家伙的一只手臂 已经被卸了 他先前的那一脚 也挺重的 孟青鱼对付他是绰绰有余 孟青鱼怎么可能会接呢 灵活的一闪 马有才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危机时刻 马有才本能地 用完好的右手护住脑袋 这才免于头破血流的危险 不过 身上传来的疼痛 也够他喝一壶的了 感觉整个身体仿佛散架了 尝试了两下 都没能从地上爬起来 错失了逃跑的好机会 就这么看着嘴角 带着阴冷笑意的孟青鱼 一步步地向他靠近着 而此刻 他竟连后退都做不到 孟青鱼 你 你做什么 我 我刚才道歉了呀 这种时候 马有才 心里哪还记得什么羞辱啊 只想孟青鱼能放过他 却见孟青鱼 一拳打向了他的脑袋 在尖叫声中 马有才用完好的那只手 紧紧地护着脑袋 本以为会遭到重计的他 在下一瞬 却没有感受到疼痛 马有才愣愣地看着 距离他眉间不足两指的带血拳头 诧异地看向孟青鱼 那双星红星红的眼眸 只觉得 这会脑子 似乎不太好使了 哼 孟青鱼冷哼一声 站起了身 你走吧 你那道歉 我不会接受 他你这样的人 都嫌脏了自己的手 你 马有才觉得 自己今儿真的是要疯了 但身上的疼痛 还是让他咽下了 嘴里剩下的话 他阴毒地看着孟青鱼 颤抖着站起身来 在直直点点中 亮腔着走出人群 围观的人群见没有热闹可看了 三三两两地也散开了 疏似的管事也松了口气 这么多人围在他铺前 实在是影响生意 接着 来到孟青鱼身旁 将准备好的抄书钱 拿出来递给了他 孟公子还是赶紧回去吧 谢谢管事 孟青鱼一一 刚才掌柜帮忙拉架 他都看在眼里 不用不用 管事摆摆手探口气 回来疏似 话说人倒霉 喝口凉水都塞牙 这书生现在的状态 就是这样 让人直唏嘘 孟青鱼又是一一 然后感激地来到 帮他的公子面前 同样一一 小声孟青鱼 谢公子相助 不用谢 我只是看不惯那人办了 不过 你怎么放他走了 就不怕他报复吗 要是我就狠狠地打他一顿 将他彻底打服了 打怕了 见到我就跑 本来古兰以为 以先前孟青鱼的表现 应该会狠狠地揍那人一顿 却没想到 就放他走了 不过也理解 毕竟是读书人 不喜打打杀杀 也正常 谢公子关心 马有才这人 我还是能应付的 他家境普通 也就是仗着 赵青鱼才会如此嚣张 我先前注意到 他那石头差点 砸在赵青鱼头上 赵青鱼已经与他生了嫌隙 王后 怕是没有时间找我麻烦了 而且先前我该报的抽已经报了 而现在 我还要养家 最后一点才是最重要的 孟青鱼有些无奈 若家里只他一人 今日一定不会绕过马有才 可他有妻子有儿子女儿 就不得不为他们考虑 是 他是可以逞一时之勇 但若是失手 打出个好歹来 对于他这个风雨飘零的家 是致命的打击 怕是连妻子都要离开他了 原来如此 古兰听明白了 说白了 就是底气不足 有钱才是王道 读书人没钱 同样也是会被看不起 穷人想立起来 真的是很难 还好自己聪明 在逃荒路上就搞到了钱 不然 真是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呢 古兰指着自家马车 不远的茶摊 要不咱们去茶摊坐坐 好 小声请公子喝茶 刚刚和人打了一架 站在这里还是挺引人注意的 确实不是说话的地方 他现在日子是不太好过 但是一顿茶 还是能请得起 更何况 这还是帮了自己的人 其实说起来 除了没有房子 居无定所 其实日子还是比一些人好过些 虽然没找到什么工作 但他还能抄书 其实每个月算一算 维持他们一家人花费还是够的 但若是想宽裕过日子 或者继续读书 就不够了 很快 两人来到了茶摊 茶摊主 连忙上了两碗粗茶 马车上夏木 则好奇地看着主子 和那位有些狼狈的公子 坐到了茶摊上 悄悄伸长了脖子 有些色 喝完茶的古兰放下了茶碗 听说 孟公子在找诗作 孟庆瑜愣了一下 正正地看着好心公子 眸光中带着有疑惑 这位公子是怎么知道 他在找公的 别误会 我与骑士商行的人 有些交情 先前公子去过那里 找过公 孟庆瑜沉默了 原来如此 这公子的衣着气质 确实也不太像平民百姓 与骑士货房 有交情 也有可能 是有这么回事 但不知公子这话是何意 在下古兰 孟公子也别 公子公子 汉无名讳即可 古公子 孟庆瑜一手 古兰 好吧 刚刚认识 只要不是愣头青 确实不会有人 直呼别人名讳 在下这里有份工 有人向我 举荐了孟公子 是骑士商行 是 不知是何宫 要是有份稳定的工作 再加上他平日里抄书 日子一定会好过很多 活迹与孟公子 今年所学有关 就是不知道孟公子 舍不舍得离开城里 莫不是 这宫不在云州城 要是这样的话 他真要考虑考虑 毕竟故土难离 就是岳家怕也不会同意 啊 这倒不是 只是不在城里 而是在西郊 十几里外的李家村 城外 孟庆瑜皱起了眉 如果这宫和新意 他倒是无所谓 就是怕在城里生活惯的 妻子不同意 毕竟乡下地方条件 确实比不上城里 先说说是何宫吧 我们李家村 刚刚盖好了村学堂 如今还差一位 给孩子开盟的夫子 果然 如他所想 虽然心动 可一想到乡下的孩子 有能力读书的能有几个 心动便少了很多 怕是也不会有多少收入 孟公子 先别急着拒绝 先听在下说说条件 孟庆瑜点头 倒也不急 先听听再决定 孟公子只要同意 来李家村做夫子 十足全包 并且 每个季度两件衣服 工钱 每月一两五钱 钱五年 每年一整 越听 孟庆瑜越吃惊 有点不太相信 这条件也太好了吧 城中蒙瑜夫子的月银 也就是这些 而且还不包食素 衣物更是没有 更别说 每年一涨了 当然 这和书院的夫子 没法比的 哪个夫子 每月不是几两月银 是他羡慕不来的 毕竟书院的夫子 再差 也是秀才学识 孟庆瑜真的心动了 但是 是真的吗 不会是骗子吧 可自己这一穷二白的模样 谁会来骗他呀 可这个李家村 他从未听过 孟庆瑜狐疑地 看着古公子 古公子说的是真的 只是我从未听说过 西郊有个李家村 自然是真的 至于孟公子 没听说过 很正常 李家村啊 建成不足一年 新建的 孟庆瑜更吃惊了 要知道 官府对于新村的建立 审批 还是比较严格的 除非是遇到灾荒年 那批灾民流民涌入 为了安置这些人 才会建立新村 但这些村子 一般都会选择 比较偏僻且荒凉之处 可古公子所说的李家村 去城 只有十几里路 这就难人许位了 若是真的 这李家村 是什么来头 是 孟公子不放心的话 我倒是可以同孟公子 去衙门一趟 那倒不必 我只是有些惊讶 虽然有可能 是以退为进 故意这么说 想让他相信 但是孟庆瑜 还是愿意相信 一呢 他真没有什么需要 让人规规的 身上除了书四 掌柜 刚给他的几百文超书钱 什么都没有 连身上的衣服 都是穿了两三年的 二呢 这位古公子先前帮了他 人看起来也是一身正气 目光沉静坦然 不像心思歹毒之人 那孟公子的意思呢 此事能容我想想吗 而且我需要回家 和家人商量一下 当然 确实该和家人商量一下 若孟公子决定来 可以直接去西郊的李家村 找在下 或者找李家村村长 都可以 还请孟公子 慎重考虑啊 在下一定正重考虑 同时 心里最后一点疑虑也消失了 能这么坦然地说到李家村 想来都是真的 不然他去了以后 也是会穿帮的 如此 回去和娘子商量 也多了些信心 这么好的机会 他还是不想错过 孟公子喝茶 顾公子喝茶 两人相视一笑 而后 孟静于告辞 公子 去哪里 主子和那位公子的对话 夏目都听到了 虽然不知最终结果如何 但想来 最后一位同生家 是不用去了 古兰心情不错 回家吧 他有预感 这位孟同生 时有八九会来李家村 夏目调转了码头 一日一早 古家就热闹非凡 来了两拨人 一拨是向云锦派来的 另一个是齐恒 都是邀请明日 他去东郊马场的 尤其是齐恒派来的人 更隐晦地提醒他 多带些东西 古兰哭笑不得地 看着他们 而后让管家 送他们离开 还别说 不来人 他还真是将 马场这件事给忘了 一日就这么过去了 睡前 古兰想起明日的事 正儿八经 儿子商量了下 安安点头 表示知道 没有太大的反应 娘这些日子经常出去 她都已经习惯了 康康只要哥哥在 他就没问题 也跟着点头 然后两个小家伙 打着哈欠 不多会儿 思养八叉地 躺在床上睡着了 看得古兰是哭笑不得 虽然心里有那么 一丝丝的失落感 不过 这也是他乐见其成的 孩子大了 自然是要学会独立 照这么下去 用不了多久 就可以分床了 而且也该分了 安安本来就聪明 早就察觉到 他的与众不同 只是从来乖巧的 不管不问 但这小子越来越大 古兰觉得 还是注意点好 等他们再适应适应 就分吧 帮两个小家伙 盖上宝贝 下床去了软榻上 除非有特殊情况 他每日一个时辰的 内功心法 是雷打不动的 付出总是会有收获 虽然最初 他也挺怀疑 可当年后修炼出 第一丝 内力真气时 古兰真是无法 形容那种心情 而今几个月过去了 内力修炼 也由最初的声色 到现在气随心动 虽然仍是比头发丝 粗不了多少 但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 古兰已经很满足了 要知道 他如今这个年龄 还能练出来 其实他自己心里 都没有底 内力已经练出 这就说明 密集没问题 也就意味着 可以交给其他人 但眼下他确实忙 也分不出这个心思 不过 这件事确实也不急 等租房和庄子的事 忙完后再说吧 感受着内力 在经脉中运行的充实感 不知不觉 一个时辰过去了 收工 果断上床休息 一想到明日提前 最少一个时辰起来 古兰瞬间感觉 不太想去了 可粗大腿 还是得抱 他现在就是个弱渣渣 以后生意起来 没人罩着 怕是会被云州城里 有钱有权的人 能蚕食干净 再厉害 也只有他一个人 而且他的弱点 还这么明显 再者 强龙南压地头蛇 最重要的是 云州城挺好 他不想离开 想到这些 深吸口气 鼓兰任命地闭上眼 睡觉 次日 心中有事 没等金管家敲窗 他就已经醒来了 打开门出去的时候 差点雨走过来的金管家 撞了个正找 金管家忙站正身子 一躬身 公子 您醒了 啊 昨晚让你们准备的东西 都准备好了吗 摸了摸猛摇尾巴的大黑 鼓兰淡淡地说道 好了好了 大家已经在造坊里忙活了 我那婆娘 也正带人做点心呢 鼓兰点头 拍拍大黑 让他一边玩去 去了造坊 造坊里微弱的灯光 让鼓兰皱眉 再多点几盏 这么昏暗的环境下干活 心情都会跟着压抑 而且也伤眼睛 是 不多会儿 金管家又拿了两座烛台进来 点燃后 昏暗的环境瞬间亮堂了不少 鼓兰这才满意 检查着菜鱼他们准备好的食材 鸡鸭已经腌制得入味 只需要上炉烘烤即可 还有泡好水的牛肉 这是昨晚上 他从空间里贡献出来的 一会儿要做酱牛肉 那三人尤其 钟情酱牛肉 虽然嘴里不说 可一旦城里有杀牛的 只要知道 三个人不管是谁 必定会送来一大块 然后其中一部分 被他做成酱牛肉 再让人给送回去 话说 要不是看在牛肉难买的份上 鼓兰真懒得理他们 除了这些 还准备卤些猪头肉 猪耳猪蹄 还有让齐恒念念不忘的 卤大肠 据说 齐老爷吃了齐恒 拿回去的大肠后 就彻底爱上了 然后就是一些 糕点什么的 不过 这些都交给了料室 面点 料室比他在行多了 只要他能说出来的 料室就能做出来 看了口气 鼓兰任命地忙活起来 这一忙 就忙到了天大亮 连安安几个小的 都是在夏木德带领下 去村后和大家练功 早时后 按照锦大哥他们约定的时间 叮嘱儿子好好的跟父子上课 鼓兰赶着马车 带着几个石盒出发了 其实他更想骑马 奈何带的东西太多了 只能赶车 一刻钟后 马车准时地出现在城门口 与此同时 向云锦一行 已经在此等候 鼓兰一跳下马车 向云锦一行就围了上来 你终于回来了 书画间 齐横脑袋等不及地 向车内望去 鼓兰一愣 抬头看了看天 啊 我迟到了吗 没有 别理那个智障 向云锦嫌弃地瞟了一眼 温有度也跟着点头 虽然他也很稀罕 马车里的东西 但是是不是也得保持一下自个儿的风度啊 他发现 齐横现在是越来越防飞自我了 没有就好 鼓兰松口气 然后在齐横期盼的目光下 再次上车 将准备好的石盒拿了出来 三个人 一人一石盒 门有度 齐横是一样的 而向云锦只有他一人吃 故而 石盒中 糕点多一些 肉少一点 现在这个天气 虽然还不算炎热 但最好还是能不过夜 就不过夜 即便是过夜 也得拿冰块镇着 尤其是糕点类的 向云锦浅笑着接过石盒 交给了身旁的侍从 不管古兰石盒里准备的是什么 他都高兴 这家伙的手艺 从未让他失望过 温有度赶紧接下了他的那一份 可以想象 娘和妹妹见到糕点时 高兴的场景了 娘和妹妹早就念叨着 雪妹娘了 古兰 这里面有大肠吗 我爹可念叨好久了 放心 有 嗨呀 谢了兄弟 齐横顿时满意了 小心将石盒交给了身旁人 天知道 跌在他耳畔 几乎隔三差五的就念叨一次 要是年前 他还就厚着脸皮去讨了 可年后古兰忙得像个陀螺 他要是敢这么不识圈 古兰不说什么 紧致都饶不了他 分好了东西 接下来也不再耽搁 骑马的骑马 驾车的驾车 一行人朝城北跑去 大约一个时辰以后 一行人出现在一座 规模很大的马场外 一座坐落在大自然中的马场 碧烂如起的天空下 微风徐徐 芳草淒漆 美丽的小花儿们迎风招展 远处还有若隐若现的树林群山 下车后的古兰 立刻就被眼前的美景所吸引了 有那么一刻 后悔没将儿子带来 这样的美景 小家伙来了一定很高兴 齐衡凑到古兰的身边 问这里不错吧 嗯 确实不错 如果没有这几个家伙带着来 他还真不知道 云州城还有这么一处 让人心旷神异的地方 偷偷地告诉你啊 这是锦汁的产业 齐衡偷偷地瞥了一眼向云锦 小声地说着 有钱人啊 苦兰看了一眼向云锦 羡慕着 可想到空间里的银钱 嗯 他也算是有钱人 羡慕感顿时消了不少 进去吧 冷冷瞥了一眼多嘴的齐衡 向云锦说着 进去后第一感觉 就是大 非常大 一眼望不到头 不错 你看那一排排的都是马房 里面都是马 其中不少名贵的品种 锦汁的坐骑 旋风就是麻城里火焰的后代 还有 齐衡自觉当起了知客 帮古兰介绍着 温有度偶尔补充一两句 向云锦一如既往的冷漠不语 齐衡这家伙话就是有点多 但是 有时候确实有用 同样的话 若是从他嘴里说出来的 就显得生动形象 古兰听的是津津有味 不时地点头 看向东北方向那一排排的房子 还是只有一个感觉 那就是有钱人 边走边说 很快 三人就来到了跑场上 极匹高大剑说 微风凌凌的马儿 已经等候在此 个个茅塞正亮 神器火线的 其中一匹 浑身火红 似火焰一般的马匹 最是惹眼 古兰一眼就看上了 他叫丽燕 火焰的最小的儿子 速度耐力都不错 虽不至于日行千里 却是马中的精品了 这么厉害 真是好马啊 古兰赞叹着 最重要的是 长得还这么帅 看到这匹马 家里的那些马 立刻就不能看了 比到尘埃中去了 去试试 那就试试 古兰立刻点头 这么好的马 他哪儿还能忍得住 眼中闪现着 跃跃欲试 接受到世子的目光 一旁的马官 赶紧地将烈焰 牵了过来 烈焰虽然已经 经过驯化 但还是有一定的野性 你不能放松警惕 放心吧 古兰信心十足地 看着快两米高的烈焰 近距离看 更显微舞 浑身的毛发 柔软顺畅 脖子上披散垂下的长踪 迎风飘扬着 看得古兰 心情都跟着一起飞扬 小心地抚摸着他 老道的 没有第一时间上马 而是先让烈焰熟悉着 他的味道 然后又神奇地 袖带里拿出了一颗耐果 尝试性地放在了 烈焰的嘴下 这家伙先是不屑地 打了一个响鼻 然后好像是 闻到了耐果的香甜 迟疑了一下 就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 见此 古兰紧跟着笑了 看到古兰没急着上马 而是先培养感情 给了马官一个眼神 在古兰手里 果子上停了一瞬 向云紧走向另外一匹 不属于烈焰 浑身黑得发亮的马 另一边 齐恒 温有度 早已经奔向了 他们灌骑的马 迫不及待地骑上去 跑了起来 看到向云紧上马 边跑 齐恒还边喊了起来 紧致 咱们别别 声音穿透 风墙 穿进了向云紧的耳里 向云紧没有说话 而是打马追了上去 这边 耐心地喂完了一个苹果 看着策马奔腾的几人 古兰也忍不住了 拳击翻身上马 拉起了江绳 在响亮的斯鸣声中 烈焰像一阵风似的 追向了前方的马 哎呦 好久没有这么过瘾了 还是在这里骑马够劲 两柱向后 将江绳丢给马官 坐在树荫下的圈椅上 狠狠灌了几口茶水 齐恒舒心地说着 城里城外到处都是人 想要像这样 毫无顾忌地策马飞驰 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当然 如果做好了进衙门的准备 也不是不可以 嗯 一切 温有度跟着点头 跑了这么久 身心不自觉地跟着放松了 先前看书 看头昏脑胀的状态 已然消失了 古兰也身以为然地 点头跳下马 飞驰间 有那么一刻 他都觉得自己 像是要飞起来了 烈焰的速度 真是没得说 够快 近后来居上 超过了齐恒温有度他们 与向云锦坐下的黑马 并驾齐驱 难分高低 跑得确实很过瘾 不下于赛车的感觉 下马后 他没像齐恒温有度一样 将绳交给在一方等候的马官 是不舍地牵着马 就地吃着草 顺着颈部的棕毛 马场里最不缺的就是牧草 除了道上 马场周围种下的 全是马人们喜欢吃的各种牧草 多跑了几圈 看着大家悠闲喝茶的向云锦 也慢慢地停了下来 早就等着的高兴 赶紧上前 将柿子的马牵到一边 递上了进水的帕子 还有茶水 敬好手喝了茶 向云锦也坐在了圈椅上 放松着心情 看着古兰仍不舍牵着烈焰 摇摇头 古兰 歇会儿 说话间 看了眼等候在一旁的马官 好吧 本来想和这大家伙 多培养会感情的古兰 将手中的缰绳 递给了马官 说实话 跑了这么长时间 也确实有点渴了 接过小丝手里递过来的帕子 进手后 他也坐下了 自然地接过向云锦手里的茶盏 一口饮完 怎么了 看着直盯自己的齐横 温有度 古兰奇怪地问 想着是马跑得太快 自己身上有什么不妥吗 没什么 就是觉得有些偏心 齐横不平衡地看了眼向云锦 都没帮他们倒水 齐横习惯性地撇嘴 古兰 呃 哼 向云锦淡淡瞟去 这话咋听着 咋让人渗得慌呢 齐横赶紧摇头 然后赔上了一张笑脸 没有 我瞎说的 我这里有 说着 赶紧举起面前的茶盏 里头喝水 看着美美在作死边缘 试探的齐横 温有度实在是佩服 体贴地递了个点心过去 好心帮好友 堵上他那张 难以控制的破嘴 防止他再说出什么话 让锦之忍不住 拉他去一旁练一练 看着吃憋的齐横 古兰忍笑地辛苦 也好心地递上一块糕点 锦大哥 这里这么多的马 能带我参观一下吗 看在合作伙伴的份上 古兰好心地插开话题 明白古兰的意思 向云锦收回了 齐横身上的目光 轻轻点头 起身 齐横也紧跟着松口气 身上的压迫感终于消失了 三两口将手里的糕点塞进嘴里 像没事人似的喊道 秦志 等等我 我也去 温有度也赶紧地站起来 跟了过去 他来马场也是想给妹子 选个小马 去做深沉礼物 正好过去一起看一看 古兰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的马 一匹一匹精神抖擞地呆在各自的马房里 看到来人有的爱搭不理 有的则欢快地用响鼻打着招呼 有的直接伸出大头磨蹭人的手 很是亲人 偌大的房里没有古兰认为中的南闻味道 很干净 可见平时照顾得认真 很快 古兰他们来到了母马区 环境也更干净 更宽敞 见到了先前齐横所说叫火焰的那匹母马 正待在自己的房里 介意地吃着东西 胡萝卜 炒熟后的豆饼 还有牧草等等 云氧是真不错 怪不得长得是标肥体状 似乎是看到熟人了 火焰东西也不吃了 伸长着脖子 冲着项云锦斯敏了起来 很明显地情绪高涨 本来还面无表情的项云锦 顿时神色柔和起来 伸手摸了摸火焰伸出来的头颅 另一手拿出来一块特制的方糖 塞进了麻醉里 火焰 是我 还认识我不 齐横也不甘示弱地凑上前 然后被火焰瞟了一眼 然后扑扑扑 口水四溅 让作为旁观者的古兰 赶紧旁撤 文有杜早有先见之明的 在齐横凑上前时 就闪到了一边 也不知道齐横是怎么得罪火焰了 每一次贴上前去 都会得到特殊的对待 喉水喷得足足的 文有杜已经习惯了 笑音姐也是 身体在齐横靠近时 已经不动声色地远离了她 只见齐横像是早有准备似的 手里的折扇 啪 打开 挡住了她那张俊脸 还挑衅地冲着火焰一笑 不怕死地说 没喷到 这幼稚的模样 让古兰想起了小儿子 就连安安都没做过这么幼稚的事 真真是让人忍君不禁啊 古兰笑得直摇头 可惜 火焰鸟都不鸟它 转身 屁股对向了它 又是扑一声 向来稳重的温有度 都忍不住笑出声来 就连向云锦也嘴角勾起 再一次向一旁退了退 齐横 啊 好你个火焰 下次不给你带好吃的了 哼 重重地哼了一声 这是齐横最后的倔强 他不要面子的吗 对 不给他带好吃的 快行 走 帮我去选一匹马鞠 虽然热闹很好看 但毕竟是好友 面子还是要给一下的 马鞠 哪知齐横眼一睁 不可思议地看着向云锦 静志 你先同意让纳川选马鞠 不行 我也要 你可不能厚此薄笔 整个云州都知道 悬丰马场的马 可是不可多得的良鞠 可以说是千里挑一 甚至万里挑一的都有 齐横绝对不会错过这个机会 而温有度不顾斯文 直接翻了白眼 话说的那叫给理直气壮 让他立刻后悔 刚刚给这货面子了 忘了以这家伙厚脸皮的程度 面子这东西根本就不需要 向云锦根本懒得看齐横 这家伙你越理他 他就越兴奋 说得好像他没在这里 选过马似的 请知 再多话什么都没有 老杜 走 咱们去选小马鞠去 高兴的拉着温有度 离开了母马房 你这里的马还出售 古兰兴致被提了上来 想到了烈焰 那匹火红的马 他真的挺喜欢的 高大健所 长得还非常有颜值 速度更是家里面 所有的马都不能比的 古兰是真心动了 向云锦深邃的眸子 看了一眼古兰 怎么 有喜欢呢 古兰立刻点头 那么好的马 怕是没有人会不喜欢吧 每年是会出售些 但都是一些烧刺的马 古兰不知道的是 他口中烧刺的马 在一些人眼里 已经是良居了 烧刺的马 这几个字 让古兰的目光 有些黯然 古兰有点小小的失望 那烈焰肯定不行了 向云锦先前说了 他是马中精品 但那是对别人 亲近的人或者朋友 还是可以例外的 逆着古兰失望的表情 向云锦心里莫名的不快 玄机说道 真的 清晰来得太快 古兰高兴地看着向云锦 刚才不是已经看到了 向云锦撇了马房出口处 古兰点头 知道他指的是 齐横温有度二人 就是说 我也可以选择一匹 当然 你们都是我的朋友 自然不会厚此薄笔 服饰马局也可以 嗯 那 烈焰也可以吗 古兰真是有点不好意思了 这可是精品马 其实喜欢是真喜欢 但小心思确实也真的有 家里马就有七把匹母马呢 而且听管家的意思 这些马应该用不了多久 就要开始发情了 有烈焰 说不定还能铲出 几匹小梁军呢 当然 向云锦点头 他本就有意将 这匹马送给了古兰 否则 也不会将烈焰拉出来 自然答应得痛快 这小子家里倒是有几匹马 但是都是一般的马 拉拉车还可以 但撒花跑起来 速度就不行了 古兰逆着向云锦 那 我可真要拉 嗯 送你了 好 啊 等等 行大哥 你刚才说什么 我说送你了 送我了 古兰吃惊地看着向云锦 这么好的马 说送就送了 虽然对马的行情 他了解不深 但也知道 好的马 能卖到千两 有的甚至卖到万两 烈焰一看就不一般 锦大哥能送古兰 他真的不好意思收 而且占便宜占多了 真的容易让人堕落 不思进去 这不是一件好事情 也不符合他做人的原则 哎呀 这可不行 锦大哥 若不收钱的话 这马我就不要了 行吧 不要就不要 向云锦 似笑非笑地 看着古兰 啊 古兰愣了 剧本不对呀 接下来 他该怎么说 古兰小心地 看着向云锦 锦大哥 你 说真的 假的 开玩笑的 哎 吓我一跳 松了口气的他 称怪地 逆了眼向云锦 向云锦 则被这一眼看得一致 不自在地 移开了目光 这小子的眼睛 长得太女气了 一不注意 就会让他 有种错觉 什么吓了一跳啊 齐横声音 在马房门口 突然响起 好奇地 看着里面的两个人 没什么 我也想买一匹马 以为锦大哥 不答应 吓了一跳 你们的马选好了吗 这种事情 没什么好隐瞒的 回头走的时候 也能看到 古兰坦然地说着 而后朝门口 瞅了瞅 没有看到 小马君的身影 慢一步进来的 温有度 说着 一会儿等走的时候 一块带走 然后披了眼 向云锦 放心吧 锦汁虽然冷了些 有时候也抠门 但对自己的朋友 还是可以的 一匹马 这家伙还是舍得的 别说一匹马 以这家伙 对古兰 这个救命恩人的态度 就是再多上几匹 甚至更多 估计也是舍得的 这倒是 锦汁是性子生冷 对自己人 确实是不错的 我的爱居 就是这家伙送的 话说你看中哪一匹了 不会是你先前 骑的利岸吧 倒是好眼光 那确实是一匹 难得的良居 他们骑的那两匹马 也不错 要不是锦汁 先前各送了 他们两兄弟一匹马 他还真的 想候着脸皮骑回去 不过得一匹马鸡也不错 回头也能让 大侄子高兴高兴 嗯 确实一匹好马 古兰点头 好到他这个外行 都能看出来 喜欢就骑走 锦汁又不是别人 齐恒大咧咧地说道 却意外地得到了 向云锦一抹赞赏的目光 顿时 有种受宠若惊的感觉 天知道 他想得到一个天生清冷 常年含着脸的家伙 一抹赞赏的目光 有多难 真没想过 就几句话就成了 果然只有古兰在 一切皆有可能 古兰这边 笑笑没有说话 骑走是肯定要骑走的 但该给的 还是要给 接下来 跟着大家的步伐 又参观了 小马军的住处 比成年马环境 更舒适些 吃的也更精致些 伺候的人 也多了些 古兰 这匹黑色眉心 带出白毛的 就是我选的马鞠 怎么样 精神吧 那边那匹白色的是 纳川选的 一来 齐恒就指着 不同马房的 两匹小马军 给古兰看 至于项云锦 马场都是他的 他根本也就不好奇 而且刚才他都看到了 来的时候 管事已经凑到 项云锦身旁说话了 他们兄弟俩 选的那两匹 这家伙心里门亲了呢 嗯 确实挺精神的 应该说 马房的小马军 看起来都挺精神 可以看出 这排房子里的马军 质量应该是 都挺高的 看到他们 古兰心又有点动了 想到了儿子 不过想到 将烈焰带回家 明年说不定 家里也会 多几只小马军 心里的那点 异动 又歇下了 但他目光的 那点光亮 却没有躲过 项云锦的眼睛 看着古兰 又看看 马房里 欢腾的小马军 若有所思 接下来的时间 他们又重新 回到了马场 几人又畅快地 跑了许久 直到烈日当头 正午时分才停下 回到了 树荫下的圈椅上 古兰 一坐下 灌了几口水 齐恒就眼神示意着 什么 是个吃货 古兰忍住笑 一副听不懂的模样 不是 到这时候了 你不饿吗 耐心告庆 齐恒忍不住了 目光热切地 看着古兰 示意他赶紧的 古兰赶紧点头 啊 对 还别说 还真饿了 那拿出来 你带着吃的 啊 吃的不是都 已经给你们了吗 不是 古兰 不是我理解那样吧 齐恒 惊得站了起来 面上带着不敢置信 然后就是后悔 早知道看看 石鹤里是什么了 他敢保证 等他到家时 定是什么都没剩下 齐恒永远地 看着古兰 这家伙平时 不是挺聪明的吗 怎的这一次 等等 以这家伙 亏什么都不亏 自己的尿性 这种事情 不应该啊 齐恒总算是 反应过来了 看着神色无常的 另外两个人 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好啊 原来这家伙 再逗得他不玩呢 古兰 再次站起来 齐恒顿时扑上前 接下来 笑闹间的两人 直接练起来 不 应该说 古兰练起了齐恒 齐恒功夫本就一般 也就是逃跑功夫强一些 但在有作弊神器的 古兰面前 那就是小巫见大巫 完全没有优势 完全是被碾压式地打 根本毫无还手之力 被翻来覆去地 踹倒在地 不打了不打了不打了 齐恒耍赖 躺在草地上不起来 又不傻 起来还得倒下 齐恒揉着发红的拳头 暗存 武兰手也不知道怎么长的 怎么这么硬 这么大力 队上的那一瞬间 都感觉手骨都不是自己的了 椅子上的向云锦温有度二人 喝着茶 则看得是津津有味 骑骑马 喝喝茶 再看看打人还真是挺惬意的 文叶就是闹着玩 齐恒耍赖了 古兰自然也停手了 坐过去喝了杯水 呲牙咧嘴地爬起来的齐恒 也坐回来 瞪着另外看热闹的两人后 狠狠地灌了一杯水 不愤道 你们还是兄弟吗 看着兄弟挨打也不拦一下 就算不帮忙拦一下也是可以 孩子那里幸灾乐祸 实在太让人伤心了 接着画风神奇一转 又对上古兰 顾兄 看在我身心巨瘦损的份上 赶紧的 我需要用美食抚慰这受伤的心灵 齐恒摸着胸口夸张地说 偏偏家公子的形象 完全不顾了 都已经被按在地上垂了 这哪有什么形象啊 于形象而言 还是吃比较重要 本来就饿了 剧烈运动下更是饿得前胸疼后背 就等着头位了 古兰失笑地看着耍宝的齐恒 对这个有点孩子气的齐恒 真的很难讨厌起来 然后看向向云锦 金大哥 麻烦你派人 叫我马车里的石盒拿过来吧 向云锦点头 看了一眼高兴 这边 齐恒圆满了 也不再耍宝 老实地坐等着 像这样多好 你少说点话 这会儿 我们都已经吃到嘴里了 温有度开始插刀子了 刚才这家伙吐槽的话 他可还记着呢 向云姐身以为然地点头 朝着齐恒嗖嗖放冷气 要不是看他被古兰收拾了 他都想亲自收拾会儿 齐恒看看这个看看那个 脖子一缩 算了 都是惹不起的 很快 高兴拎着两个石盒过来了 随着一盘盘一些收拾好的菜 放到桌面上 就连向云锦的目光都亮了 突然间觉得更饿了 有食盒保温 再加上现在的天气 食物上还散发着淡淡的余温 吃起来正好 酱牛肉 烤鸡 孜然羊肉 还有被片好的烤鸭 再搭配上葱丝 古兰自制的甜面酱 和薄透明的小烙膜 大家一吃起来 就停不下来了 都是大胃口的 煤一样分量 古兰都带得十足 光是烤鸭就骗了三只 也亏得他家里从不缺这些家禽 都是不倒霉了 就赶紧添了 不然还真没吃 开春时又各养了几百只 为此后院还重修了一次 又往后阔了几亩地 鸡鸭鹅圈都移到了最后 让它们有足够的空间 能够撒花 半个时辰以后所有东西被一扫而尽 吃饱喝足了的他们坐在椅子上 喝着消食茶 太香了 齐鸭回味着 烤鸭的这个新吃法他简直太爱了 回去就让人照着做 说也奇怪 方法也是按照那个方法 可是家里人做的就是没有古兰的那个味道 要不然他也不会这么馋古兰的手艺 温有度也跟着点头 确实非常香 每道菜让他吃的是欲罢不能 这是不管在家还是在酒楼 不会有的 他一直是一个自律的人 从不会让自己能吃到逞强 但一在古兰这儿就忍不住了 而后在马场稍稍午休会儿 又继续下一个活动 去大苍山 这可是今日的重头戏 比骑马还让人来得兴奋 也是古兰最感兴趣的 不然光是骑马 他还真不一定来 休息过后 很快一行人出了马场 穿过树林 向着后方的大苍山 急驰而去 两驻向后 一行人停在了大苍山脚下 望着一座座巍峨挺拔的高山 古兰兴奋地跳下马 大苍山给他的第一感觉就是高 非常高 应该说是这一路上 古兰所见到的山中 海拔最高的 目测千米都是有的 如今正是绿色黯然的季节 山上一副生机勃勃的模样 看得古兰心动得厉害 恨不得马上就上山 古兰 等会儿咱比比看 谁猎的野物多 怎么样 齐恒又忍不住地跳上前 看着大苍山 兴致勃勃地说着 温有度总是假正经 没意思不拦着他都是好的了 向云锦那张大寒脸 还没靠近就被冻住了 他可不敢挑战 而且也比不过 幸亏古兰在 不然多没意思 大苍山里的猎物多吗 当然 不仅多 而且还有很多猛兽 一般都不敢上山 求连咱们要是做好准备才敢来的 齐恒看着身后一行人 除了古兰是孤身一人 他们三个哪一个不带着一行护卫 嗯 那行 就和你比上一比 不过 如果我赢了怎么办 既然是比赛 没有踩头多没意思 对于打猎 他还真不出 你赢了 想了想 齐恒从身上掏出来几张银票 你赢了 这些都是你的 身上除了银票 好像也没啥值钱的东西了 行 我输了 也给你这么多 古兰立刻答应 目光还在银票上多放了一瞬 真是老天爷看他想要买马 又给他送银票了 既然如此 那就勉为其难地收下吧 反正他也是凭本事 自己赢来的 这倒不用 我要是赢了古兰 你需管我一年的饭 那算了 我宁愿给你钱 以这家伙这么爱吃的性子 那不是见天地赖在他家里啊 一想到这个情景 古兰直摇头 怎么不行 不行就是不行 要不然不比了 就是比个赛 古兰可不想搭上一年的时间 虽然他对自己很有信心 但是如果有意外呢 这是不得不考虑的 行吧 给钱就给钱 神家不答应 他也没有办法 本来还想正大光明地蹭吃蹭喝呢 古兰太不可爱了 齐横哀怨地逆了眼古兰 我来给你们做见证 温有度也来凑热闹 并同情地看了一眼齐横 这家伙 今日必定破财了 光顾着自个儿高兴 对于古兰面上的胸有成竹 完全视而不见 有时候他真的很奇怪 齐横的脑回路是怎样做到这点的 而且 以紧致对古兰的看重 不阻止 就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 这家伙还真是一如既往的少根筋啊 不是 见证就见证 那来你眼神是怎么回事 齐横不满意地看着老友 别以为他看不懂 就这么笃定他不能赢吗 气死他了 知道古兰厉害 但他也不差 这 也不差呀 好吧 是差那么一丢丢 可他有护卫啊 又没说不能有援手 他还就不信了 有这些护卫 能比不上古兰一个人 等他赢了 拿到银子 非得在温有度这伙面前 好好地炫耀炫耀 好了吗 好了就上山 项云紧淡淡地插了一句 将手里的缰绳 递给了留守的侍卫 并很自然 拿过古兰手里的缰绳 丢给了侍卫 走吧 古兰也等不及了 还想着入夜前到家呢 很快 一行几十人的队伍上了山 一刻钟后 古兰停下了 无奈地看着远处跑得 飞快的野兔野鸡们 这样不行 咱们人太多了 有点啥都吓跑了 那分开 齐恒也有些急了 他可是要和古兰比赛的 到现在啥都没有 古兰立刻点头 正合他意 他一个人行动 还更方便一些 温有度也没意见 上山 他本就抱着随缘的状态 怎么他都无所谓 三对一 项云锦的一票 已经被忽略了 约好了一个时辰后 山脚下会合 旋即 齐恒带着自己的护卫 温有度带着侍从 朝相反的方向离开 秦大哥 我也去了啊 你不和我一起吗 不了 别忘了 我还要和齐恒打比赛呢 自己反而更方便 古兰看了看项云锦身后的 王云等人 再次猝眉 项云锦这会儿有点后悔 在山下没阻止他们的比赛了 但还是点头 不要走得太远 知道古兰的性格 项云锦没有再劝 也相信古兰的能力 连狼群都不怕 这山上能够伤害他的并不多 放心吧 我很快就回来 古兰摆摆手 转身消失在山植中 狮子 王云小心喊了一声 世子看起来似乎不大高兴 世子要不要派两个人 暗暗跟着古公子 有什么也好究竟接应 不用 他不需要 而且 他们也跟不上 至于跟不上的古兰 已经消失在这片山地 耳听八方的同时 身体迅速地移动着 在活捉了几只兔子后 很快就到达了千米高的山顶 这几只兔子从捉到被转移空间 只是一瞬间 连嘴里的草还没来得及咽下 就直接昏迷 片刻后 古兰的速度缓了下来 也不知是不是他选择的路线不怎么好 反正是没见什么大型的动物 野山羊 傻袍子 这些 一只都没看到 左右还有不少时间 不用着急 他耐着性子 在周围慢慢地搜寻着 野猪啊 野袍子啊 野鹿 野山羊 都赶紧过来吧 古兰边走 边念叨 穿越这么大的运气都能碰上 古兰相信 自己运气一定不会差的 而且 他哪一次上山 是空手而归的 没有 其实想要在山林中打猎并不难 只需要熟悉动物们的习性而言 脚印 粪便和尿液 只要足够仔细 都会有所发现 很快 古兰就寻着一个方向跑去 通过脚印 可以辨认出是野猪 粪便很新鲜 不然能够看出并没有走远 连寻半盏茶都不到 一声声野猪吃食的哼哼声 就隐隐地传了过来 古兰一写 盲放轻了脚步 小心地靠近着 十几米远处的灌木林中 能够清晰地看到 野猪们庞大的身体 在植物中缓缓穿行 真够肥的 可见 这座山上的食物之充足 一二三四五 哎呀 这是一个庞大的野猪群奈 目测 大大小小在一块 不能少于三十头 虽然它不缺肉 可是看得眼馋呢 既然被它发现了 那就对不起了 这次不准备用弩了 野猪皮骨头都那么硬 弩件很容易损坏的 虽然空间里是存了些 但是用一根少一根 先前已经损坏了好几根了 没有必要 它是不准备再浪费弩件了 话说 这些日子早把弩件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 要不是今日打猎 它还想不起来了呢 有时间的话 是该找找铁器铺的老师傅问一问了 弩的制作工艺复杂一些 但弩件其实并不复杂 即便古代的冶炼技术有限 但弩件都能制造 弩件只是更小巧精致一些 应该也不会太难吧 就是不知道一般的打铁师傅 能不能做 毕竟树叶有专攻 不过不急 时间多的是 拿出身上长背的匕首 古兰像一阵风似的 无声无息地穿到了野猪群里 而等野猪群们闻到淡淡的血腥味 古兰这个不速之客 早已带着空间里的树头 被一刀割喉的野猪远离了此处 野猪群只是慌乱一瞬 很快就恢复了正常 根本就没有发现 族群中少了几头 即便是发现了 也以为是落在了后头 而远离此处的古兰 则找了隐蔽场所 将那几头半死不活的野猪 一头头地放了出来 在野猪还没有回神 就彻底的结果 放干净了血 吃惯了家猪 野猪血 他一点不稀罕 太腥了 接下来的时间 古兰不着急了 有野猪打底 比赛基本上稳赢了 在又收获了不少野兔野鸡后 瞧着时间还剩下不少 他准备去了趟山背面 再去碰碰运气 只是这次的运气不太好 转悠了会儿 除了一些小型的 响烈的一个也没发现 正当古兰转身准备离开时 突然一声狼嚎 自山下响起 紧接着 就听到灌木丛中哗哗作响 不多会儿 一头头强壮的灰狼 一闪而过 向山顶跑去 其实古兰距离这些灰狼 并不太远 但它们好像是有目标似的 连停留一下都不曾 静止地向山顶跑去 然后消失 狼的方向 想到这儿 古兰比引狼更快的速度 也消失在这片山外 另一边 那一声狼嚎 还是传到了山的正面 狮子 好像是狼轿 跟在向云锦身旁的王允 神色突然有些凝重 赶紧提醒着主子 在山上 最怕遇到的就是狼 如果是狼群 将会更可怕 虽然它们的人也不少 并不巨狼 但别忘了 山上可是狼群的主场 陡峭的山地形 对它们不利 而且世子安全 最为重要 没必要和狼对上 世子 此地不宜久留 向云锦没有说话 而是醋眉直直望着山上 世子 古公子那么厉害 即使是碰上了狼群 也很容易脱身的 世子不必担心 王允又硬着头皮说着 跟了世子这么多年 还是能够猜到 世子的一些想法的 更何况 世子根本就没有隐藏 目光中的担心 很是明显 水上 下山 狼的叫声 温有杜齐恒 他们也同样听到了 一瞬间都起了下山的心思 山里的狼很少有落单的 几乎都是成群结队 而且落单的 也不敢这么嚎叫 随后的一声哨音 让两人犹豫消失 向向云锦靠拢 准备下山 而同时狼叫声 让山里的小动物们 警觉起来 野猪群也停止了进食 尤其是野猪头领 更是严阵以待的 看着山上某个方向 接着在他一声叫中 族群快速地变换着队形 向着山下奔去 而方向好巧不巧的 是向云锦他们离开的地方 若是古兰在此的话 一定会感叹一句 这运气也是没谁了 俗话说得好 上山容易下山难 便是向云锦一行 身怀轻功 速度还是受限 在与齐恒他们会合后 只下了堪堪百米 便感觉到后方传来的巨大动静 越来越近 狮子 王云喊了一声 赶紧护在了狮子身旁 接着面色一凝 一头头高大的野猪 出现在眼帘 隐藏 几乎是瞬间 侍卫们就将主子们 围在了中间 向着隐蔽处退去 快速远离这野猪的路线 这些大家伙们正在赶路 只要不主动招惹 应该也很难理他们 事实上 野猪确实懒得理他们 后方的危险 迫使他们快速地奔跑 几乎是瞬间 便跑离了此处 可还没等大家松口气 一头头狼飞跃而出 突然从后方出现 几乎是在出现的一瞬间 队形迅速变化 向着他们藏身之处 包抄了过来 完全没有追赶野猪的意思 顿时所有人面色一灵 奇怪他们为什么 不追野猪的同时 也惊叹着 怎会出现 如此庞大的狼群 密密麻麻 不知是多少只 怪不得抢入野猪 那样的 也只能逃跑的份 狼群速度很快 只是眨眼功夫 便跃起 向前扑向了众人 狮子小心 王允抽刀 杀向了扑过来的狼群 与侍卫们紧紧地 护住狮子 并与狼群 站成一团 一时之间 刀光剑影 狼嚎不断 大家都与狼群 站成了一团 狼太多了 然而是大家手中的刀剑 挥舞得再快 还是没有狼 扑上来的速度快 很快 就有人受伤见血 而血腥味 更加刺激了狼群 更是前扑后继地 扑向他们眼中的美味 向云锦那边还好 都是武功高强的侍卫 向云锦本身 也是一流高手 可齐横温有度这边 情况就有些不太妙了 显向还生 护卫们虽功夫不错 但地形对他们实在是不利 再加上狼群 毫无章法的进攻 大大影响了大家的战斗力 还是会有狼 不时突破他们的保护区 扑向了齐横 与温有度 两人虽然会有武功 但何时针刀针剑的战斗过呀 温有度还好 本身对练武还是有些兴趣 时不长的 也会和府里的侍卫们未招 但齐横就不行了 要不是两位好友都练武 他根本就没有兴趣 可以说 最没有经验的就是他 更是从来没有遇到过 这种危险情况 虽然极力让自己表现得镇定 但是对付同时扑上来的狼时 还是忍不住手忙脚乱 不多会儿便受伤了 温有度更是为了救他 差点将自己陷入了险境 要不是向云锦发现情况不对 及时赶到 一箭刺死了那只 顺势想趁机咬 向温有度颈部的那只狼 温有度还真是有点凶多吉少 一板拉起跌倒中的两人 在王允的掩护下 又解决一头狼的向云锦 忍不住地吼了一声 还不赶紧上树 这俩家伙没什么战斗经验 还敢大着胆子与狼拼 如果不是抽不开身 向云锦真想亲自将他们扔上树去 两人此刻再也不敢逞强了 便是紧致不提醒他们 也是准备上树避难了 他们在这里 非但不能帮多少忙 反而成为累赘 不再迟疑 温有度拉着腿部受伤的骑横 立刻就跳上了树 厮杀间看似时间长 实则只是过了虚余间 见好友安全 向云锦也没什么顾忌 迎向了扑过来的几头狼 与此同时 慢上一步的古兰也赶到了 喘口气的时间都没有 一脚就踢飞了 一头撞上来的狼 惨叫声中 狼重重地撞在了 攻击中的另两头狼背上 咔嚓声响起 地上多了三头挣扎的野狼 被他一脚一个 就地解决 随手捡起地上的两根木棍 双手并用 他锁精之地 狼群近飞 倒在地上 只有出气的余地 是古兰 看着一头头被古兰 轮飞的灰狼 齐恒顿时忘了腿上的疼痛 兴奋地叫起来 温有度也很兴奋 第一次见识到古兰的厉害 变换莫测的身法 再加上恐怖的力量 和从不抡空的木棍 狼群的数量 竟以一种恐怖的速度 在急剧减少着 仿佛在古兰面前的不是狼 而是让人宰割的牛羊 温有度看得是目瞪口袋 古兰出现 也让战局快速发生变化 受伤者也有了喘口气的机会 不至于连命都要丢在了狼口 向云锦也松了一口气 但手里却不敢放松 还为江剑从一腥臭大口中抽搐 右一脚踢开了迫不及待 替补上去的右一头 也不知是不是他的错觉 总觉得他身旁的狼是最多的 好像总也杀不完似的 前赴后继的朝着他扑过来 加入战斗的古兰 随后也发现了异常 因为总有狼从他的身后 舍近求远 向着更远处的向云锦那边奔去 虽然这些 大多都被他一棍子抡死了 有点反常啊 古兰玄机加快了速度 只见一道道残影 在狼群中穿梭 所经之地 狼尸遍地 连侍卫们想补刀的机会都没给 而后来 到了向云锦身旁 一脚踹飞了一头 想要偷袭的灰狼 又抡翻了 张着腥臭大嘴 咬向向云锦的另外两头 有古兰这个大杀星的出现 片刻后 战斗终于结束了 战局一面倒的情况下 所剩不多的狼 终于醒悟 落荒而逃 留下了一地狼籍 到处都是狼的尸体 血腥味冲天 此处不宜久留 赶紧护着你们的主子下山 你不一起下山 下呀 不过我先要去拿个东西 我速度快 拿完东西以后 兴许比你们还先到山下 不用等我 赶紧的吧 此处血腥味太重了 要不了多会儿 定会引来猛兽 说完 古兰不等向云锦回答 身体一转 须语间便消失不见 古兰的轻功 简直是出神入化 全程见识到古兰的厉害 从树上下来的齐衡 完全化身了小迷地 眼睛望着古兰消失的方向 一眨都不眨 行了行了 别佩服了 赶紧下山吧 温有度一扯齐衡 严肃地说着 虽然他也挺佩服的 但此刻 我是感叹的时候 你轻点 你 齐衡顿时疼得 呲牙咧嘴 但还是将剩余的话 默默咽了下去 要不是为了救他 他现在就不仅仅 只是抓伤疼了 这么简单了 恐怕连站都站不起来了 还是不疼 疼了就避损了 话虽如此 温有度还是放轻了力度 看着伤亡严重的齐家护卫 默默地扶着他 与齐横比 他的侍从虽然也有 不同程度的受伤 但却没有人命 丧狼口 齐家的护卫中 却有几人丧命 其余的 也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受伤 情况最好的就是 项云锦那方 虽然承受的压力最大 但是 却是受伤最小的 真不愧是 负责保护柿子的锦云卫 看着须域间 便不见得鼓拦 项云锦无奈摇摇头 不无奈也没办法 这家伙 向来有主张 根本不会听他的 确实 也有那个能力 倒也不用担心他的安危 偏向了说话的好友 项云锦走了过去 知道他们没什么大问题 但不仔细看看 还是忍不住地担心 看着狼狈的好友 项云锦真不知道 说什么好了 但勇气 却是可嘉 两人一身狼狈 发丝凌乱 泥土混合着鲜血 沾满了身 好在精神还不错 除了七横的腿部 受伤严重些 其他看起来都还好 还能走不 齐恒 不知怎么的 对上紧致的眼睛 他有些发虚 应该 还行吧 爸 从明日起 你们每日虚实来云园 我 我也要去 温有度指着 自己一脸的意外 感觉自己表现还可以啊 虽然比不上锦云卫 可也比齐家的护卫强一些 怎么也要去啊 你说呢 项云锦邪腻了眼他 然后扫了眼自个身后 赵卿米勒 背上齐公子 下山 面对冷着脸的项云锦 齐恒哪敢有意见呢 被赵卿不由分说地背到背上 在米勒的护卫下 快速下山 与此同时 侍卫们也没闲着 赶紧将死去的兄弟 还有伤员背上 以最快的速度 护着主子们下山 另一边 古兰消失了后 找了个隐蔽之处 就进入到空间 看着空间里最后收的 那一头庞然大雾 一头上千斤的黑熊 要不是这大家伙突然冒了出来 挡住了他的去路 他应该先狼群倒菜式 说起来 他这运气也是没谁了 竟然撞上了一头正在掏蜂蜜的熊 而他见到了硕大的蜂巢 也是剑猎心血 一个手剑 竟雄口夺蜂巢 将之收到空间 蜂巢的消失 瞬间惹怒了这大家伙 而作为始作俑者的他 自然是大家伙愤怒的目标 一掌就朝着他拍了过来 其实当时以他的速度跑 只是瞬间的事 可不知怎么的 看着拍过来的厚实熊掌 就怎么也迈不开腿了 在那一瞬间 心里想的就是各种熊掌的美味做法 话说 他两辈子都还没吃过这东西呢 孟子都说 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鱼是百先之手 熊掌能与之相提并论 可见熊掌之鲜美 而就这一瞬间的犹豫 比他脸都大的熊掌 迎面扑了过来 几乎是下意识 身体急速后退 同时白男的小手 也不再收力 用力挥在了距他几寸之外 粗壮的熊臂上 只听到一声 咔嚓 熊掌以扭曲的弧度弯曲着 随之迎接古兰的便是 黑熊愤怒的吼声 挥舞着断臂 张着血口 直扑向他的脑袋 如此笨重的大家伙 速度倒是迅猛 几乎是转瞬间 就冲到了他面前 要是换一个人的话 今日铁定就交代在这了 可惜 这只大笨熊遇到的是他 只见他身形一转 诡异地出现在大笨熊的身后 手中赫然出现一把尖锐的长匕首 在大笨熊还未反应过来时 由背部狠狠地刺入 而后又一脚狠狠地踹去 惨叫声中 大笨熊飞出了十几米远 撞在了一棵粗壮的大树上 大树都忍不住地颤了几下 就听到枝叶哗哗作响 在落叶纷纷中 大黑熊挣扎了几下 最终倒敌不起 这一脚踹得同样没有流余地 大笨熊看着怎么也有千斤重 千斤重的大家伙都被他踢飞了十几米 这个结果果然非常满意 对于自己的力量更是有了更直观的认识 虽然这头大笨熊死得尾时有些冤 但谁让他的命不好遇到他了呢 在空间待了一小会儿 约摸着项云锦他们已经离开 从空间里出来的他再次来到满是狼狮的修罗场 然后他就开始挑挑剪剪起来 主要是将自己抱头的狼收进空间 虽说这个天气的狼皮没有冬日的好 但也能凑合 一张完整的皮还是能卖不少银子的 蚊子再小也是肉 不能浪费 将狼收进空间 他也没敢多待 依稀中感觉有东西闻着味儿下来了 接下来不再保留实力 古兰如一阵风似的飘下了山 如他先所说的 虽然耽搁了一点点时间 却比项云锦他们先下山 在山脚处时 他停了下来 将大笨熊从空间里丢了出来 同时丢出的还有一头野猪 几只野兔 野兔用藤条拴在一起 就这样 他一手拽着大笨熊 一手拽着野猪野兔 在山下人惊讶的目光中 就这么拽着俩大家伙 轻松地从山上下来 刘首的高兴 被所看到的这一幕 震撼地张大了嘴巴 直到古公子来到跟前 还是一副不敢相信的模样 不仅他 其他人也是如此 脑子里只有一个感觉 这人得有多大的力气啊 太吓人了 以至于震惊中的他们 根本不知道上前搭把手 直到古兰来到跟前 愣愣地看着像小山一般的熊 他们才像突然反应过来似的 围上前去 古公子 这 这是您自个儿打的 这会儿 嘴巴倒是听使唤了 可是眼睛仍瞪得圆圆的 能打到熊瞎子 那必须是狠人中的狠人 这东西可是能挑老虎的主 高兴对于古兰那个佩服呀 他有一旁的大野猪 獠牙都寸许长了 实在是太厉害了 世子的救命恩人 果真不是一般人 古兰轻轻点头 嗡了一声 然后再次收获惊呼声 从两个大家伙身上 将眼睛拔出来 高兴往古公子身后的山上 看了又看 疑惑地看着古公子 古公子 我家世子没和你一道吗 温奇两家 等候在此的侍从们 也同看向了古兰 这也正是他们想知道的 古兰抬头望向 山上不断晃动的植株 没有啊 不过应该也快了 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啊 什么 你们主子在山上 遇到狼群了 想到公鸡中死去的几人 古兰心里总有一点点不是味 要是他早点到 或许这几个人 也许就不用死了 但也只是转瞬间 情绪来得快去得也快 他本也不是伤春悲秋的人 也许这就是天意 说不然好好的 他怎会碰得大笨熊呢 换句话说 就算是他提前到了 他也不可能把每个人都护在身边 狼群 高兴脸色更加凝重 但想到王允他们跟着 很快又恢复过来 有他们在 世子应该不会有问题 况且 世子的功夫也不弱 而且古公子能自个儿出现在这儿 还能把猎物带下来 就说明 几位主子应该没什么事 高兴很快想明白其中的关系 震静下来 但其他人就不行了 一听到自家主子们遇到狼群了 面色都忍不住慌了 他们跟着主子出来 主子要是出事 首先倒霉的就是他们的护卫的 惊慌中 有人就忍不住了 搭着胆子 问向了 沉连的古公子 都在问自家公子怎么样 事不大 下来了 你们自己看吧 说话间 古兰看向了山脚 果然 下一瞬 山脚下的林中 出现了人影 取是因为古兰的预防针 当侍卫们看到满身血污的大家 显然还是惊了 但还是不至于慌乱 都慌忙地上前帮忙 高兴是跑得最快的 在人群中 找到自家世子 可除了看到 米勒背下来的齐公子 世子显然没在他们中间 然后直接向山上奔去 终于在山脚上方处 与自家世子 撞了个正着 世子 您没事吧 说着 顶着世子周身的寒气 前后左右上下 检查了一遍 而后紧跟着松了口气 世子身上 虽也沾染了不少血迹 除了小小的刮痕 衣物很完整 能看出来 并没有受伤 更是没有被撕咬的痕迹 向云紧奈着性子 由高兴检查了遍 要不是高兴脸上的 担心太过 他早一脚 将这家伙踢一边了 文有杜这边 留在山下的两名侍卫们 也赶了上来 看着自家公子没事 松了口气 站在一边 古公子下山了吗 下山了 高兴连忙回答 世子刚才面上的不耐 他不瞎 这回得好好表现 不然世子秋后算账 也够他喝一壶的 文言 向云锦面上的表情 才好看一些 脚步不自觉地加快了 将反应漫上一瞬的 温有度 抛在了后头 温有度 眸色微闪 这家伙怕是 自己都没有发现 只要是关于古兰的事 明显就会紧张许多 幸亏古兰是男子 不然 他都以为那家伙 有什么心思了 旋即 挣脱了贴身侍从的手 也加快了脚步 向山下走 世子 您慢点 处在善后位置的 王云等人 也赶紧加快了脚步 追上主子 这边 向云锦一下山 就看到伤员中 忙活的古兰 受伤的人都或躺 或坐在地上 先前光顾着下山了 除了几个受伤严重的 稍稍包扎了以外 其他的都还没有来得及 只见古兰手里 拿着药盒 蹲在一名腿部 受伤严重的伤者前 正在将之前 草草缠上的布条解开 虽然伤口被布条紧紧勒住 但显然并没有止住血 整条小腿 已经被鲜血浸染 伤者已经失血过多 苍白着脸躺在地上 昏迷不醒了 古兰只是看了一眼 把了脉 便果断地将伤者 受伤的腿部 重新处理 血要是再止不住 这年轻人的命 怕是要不保了 看到伤口后 神色一宁 怪不得绑这么紧 还血流不止 整个小腿后部 差点被撕掉一大整块肉 旋即不再耽搁 从绣带中又拿出了一个布包 打开 扎针 一气合成 向云锦来到后 看到的就是这一幕 惊讶地看着 护卫腿上的银针 古兰不是说 他只懂一点点的医术吗 这银针又是怎么回事 而且随着银针落下 护卫腿上的 因松绑而加快的血流 明显减缓了 只是此刻 古兰是没时间帮他解惑了 正忙着处理伤者的后腿呢 接下来看到的 彻底刷新了向云锦的认识 只见古兰从小药箱中 拿出一个更小的盒子 消毒 向云锦没奇怪 毕竟以前他就亲自体会过 可而后 手里拿出的器具 与接下来做的事情 饶是向云锦都吃惊地定在当场 不可思议地看着古兰 不可思议地又何尝是向云锦啊 齐衡温有度 连守在世子身旁的王云等侍卫 都吃惊地看着古兰 伤者是齐衡的护卫 后腿整整被撕裂 巴掌大的一大块肉 是很严重的伤了 这种伤 就算是命大好了 少了这么大一块肉 这条腿 怕以后也是要会受影响的 甚至能不能正常走路 都未曾可知了 而古兰手里拿着未知的器具 竟然像缝衣服般 将撕裂的肉一点一点地 与腿部缝合在一起 这种方法他们是闻所未闻 就是军中衣室也没有做过 创伤面太大了 古兰需要全身贯注 即便线下天气并不炎热 且在阴凉之处 古兰额间还是渐渐浸出汗水 一滴一滴流了下来 眼见着渗入眼尖 古兰正准备眨去时 一块帕子布在额上 几乎不用扭头 古兰就知道是谁 一股熟悉的冷冽之气 抽空回了个笑脸 又认真地缝合起来 而这个敷衍的笑 却让向云锦手中动作一顿 然后若无其事地将帕子收回 整个缝合过程持续了两刻钟 撕裂之处才被完美地缝合在一起 而后将木盒子里的止血药 拿出撒在了伤处 这么大的伤口 不消炎是不行的 古兰心疼地将空间里的消炎药 拿出了两粒 动作极快地塞到了 还在昏迷中护卫的口里 水 接着一个小水囊出现在手中 一捏一送一盒 要被成功咽下 而后连休息都不曾 古兰又赶紧医治另外一个 受伤严重的护卫 游服饰上依然是齐恒家的 这一位倒是没有昏迷 只不过伤得也不轻 整个脚腕骨头都被咬断了 已经无法行走 希望不是粉碎性的 蹲下来的古兰 看着伤者默默地想着 忍着点啊 误卫咬着牙点头 此处除了这位古公子会议 也没有什么其他选择了 便是心里已经有了准备 随着古公子的手开始检查 还是忍不住地痛呼出声 随着检查 古兰神色倒是轻松了一些 没有他想象中的那么严重 脚腕是骨折了 也有骨块碎裂的现象 幸运的是 骨块并没有一位 否则光是正骨 就要受大罪了 锦大哥 我需要半尺长 三指宽的木板两片 向云锦旋即扫了眼王云 王云转瞬间消失 不多会儿 两片削好的木板 出现在古兰的木盒上 而后他开始正骨 在护卫隐忍的闷哼声中 碎骨被小心地对在该在的地方 而后用木板紧紧地固定住 正骨 古兰还是有一定信心的 以前没少给自己和同事正 还是有一定的经验的 而且他感觉 自从来到这个世界 手感是越来越好 不论是做饭还是行医 都是越来越娴熟 越来越得心应手了 然后又给两名伤者缝合伤口 帮着死活不让其他人包扎的齐横 清窗以后 古兰才停了下来 而缝合所用都是医用棉线 后期是需要拆线的 而古兰也不可能专门去为他们拆线 故而回春堂的小老头 郑大夫被他拉了出来 喝口水 随着古兰坐在了旁边的枯木上 看了一眼古兰额上的汗水 向云锦将手中的水囊递给了他 不用 我这里有 古兰拍拍身上的水囊 不过 向云锦这么一说 还真是有点渴了 毕竟忙活了半个时辰 旋即解开腰间的水囊 狠狠地灌了几口 嗓子眼里瞬间舒服起来 古兰喝了水 缓了口气 齐恒也蹦跶着坐在古兰的一旁 满眼惺惺地看着他 腿不疼了 还是不是兄弟朋友 幸灾乐祸 齐恒撇嘴 手摸向受伤的腿 想起古兰先帮他处理伤口时的疼痛 就不禁一颤 腿上的伤抓得有点深 但也不算是太重的伤 清洗清洗 伤伤药不就行了 谁知道 这家伙是在清洗 可是清洗的过程中 却用力挤压伤口 本来都已经不流血的伤口 硬生生地被他又挤出了好多血 当时那个疼啊 若不是怕古兰给他一拳头 差点没忍住出口成脏 但这还不止 更疼的还在后头呢 这次竟然用酒帮他擦起伤口 那个疼啊 以至于让他忍不住的都叫出了声来 他的面子啊 齐恒哀怨地看了一眼古兰 古兰不雅地翻了个白眼 我要不是你朋友 就不会费大力帮你清洗伤口了 快太疼了 齐恒委屈 从小到大什么时候受过这岁 又是三岁小孩 你学一学温雄嘛 而且不疼血 脏气毒气能出来吗 我就是被抓了一抓子 不会吧 又是脏气又是毒气的 齐恒被他说得也紧张起来 怎么不会 这些畜生难道还会刷牙 洗肢脚不成 嘴里指甲里 不知有多少脏东西呢 齐恒一下子被唬住了 看着自己的伤腿 果断又伸了出去 那个 古兰 我觉得我的腿 还可以再洗一下 要不你 别儿去 古 齐恒 熟悉的冷肃声音 尤其还喊了全名 顿时让齐恒嘴里的话 咽了下去 皮笑肉不笑地 看了一眼香云锦 赶紧地缩到了温有肚旁边 说得太旺我了 竟忘了古兰身边 还坐着锦芝这家伙呢 向云锦瞪了眼他 智商的时候 鬼哭狼嚎的 这会儿倒是上赶着了 当真古兰是他的专属医生了 那个 锦芝 我就是说说 齐恒果断怂了 他不是心里出误吗 至于这么吓人吗 齐恒委屈 温有度更是一言难尽地 看着好友 这家伙以前虽然性子急 也是不怎么挨动脑子 但还算聪明 怎么一碰上古兰 这聪明劲就蹭蹭地下降啊 莫非就是人们常说的 一物相一物 以前齐恒的个心是锦芝 如今又多了一个古兰 不过说实在的 这两人确实都挺厉害的 以往古兰的厉害 都是由锦芝的口中得知的 虽然相信 但还是觉得 锦芝或许因为古兰 是他的救命恩人 多少带点个人因素 厉害是真的 但并没有所说的那么夸张 可今日 温有度对古兰 是真心的佩服啊 站在树上的他 视野非常开阔 可以说 遇狼时 没有人比他和齐恒 看得更清楚 古兰一人两棍 在狼群中 竟如入无人之境 来去自如 沙郎如切菜般 温有度已经形容不出 当时的感觉了 总之 除了佩服 就是佩服 但接下来 古兰的医术 更让他惊叹 倒不是说 医术有多好 说实话 他这个外行也看不出来 但处理伤口的方法 却是让他惊叹 要是换个大夫 齐家护卫腿上的那块肉 说实话 很难保住 最重要的是 古兰并不是 一时头脑发热 这样治疗 而是有着一个 完整的治疗方法 就连善后的方案都有 虽然腿上缝针 感觉有些惊悚 但仔细一想 为什么不行呢 只要能治好病 为什么要在乎方法呢 想明白了以后 对古兰更是佩服 长得好不说 能力还推强 厨艺好不说 竟然连医术也不烦 原来这世上真的还有如此完美之人 说实在的 身旁这家伙被压制 一点都不冤 对了 金大哥 金大哥 你觉不觉得 今天遇到的狼群 似乎特别喜欢你那处啊 齐恒一听来劲了 一不注意 又抢在向云井前头说话了 问古兰 古兰也看出来了 他在书上也看到狼群对 锦之等人的情有独钟 如果不是这次上山带的人多 怕是一窝蜂的都朝他们跑去 当时也在奇怪呢 好在后来古兰及时出现 嘴是痛快了 这边话音刚落 就感觉到一股冷气 直直地射向他 齐恒缓缓的牛脸 对冷眼看着他的向云井 露出一抹尴尬 僵硬的笑 然后果断闭嘴 哪知冷恒一声的向云井 在转向古兰的时候 冷寒的面色迅速融化 看得齐恒又偷偷地撇嘴 自从古兰出现以后 他就彻底地失宠了 向云井要是知道 一定呵呵呵 对上一句 何时这么受宠过 是有这个现象 你是不是以前 杀过他们的同伴呢 据我所知 狼这种生物是最记仇的 向云井簇眉 大沧山以前是来过很多次 狼的确是杀过的 但大多都是落单 或者是族群小的 几乎见到了 都是全面 寻仇应该不会吧 要是寻仇 以前怎么不寻 有些说不过去 应该不是这个原因 狼杀过 不过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要寻仇早该寻了 那就奇怪了 古兰也疑惑了 难道是他看错了 可是一头两头看错 那么多头 难道也看错 而且他可是看到了 狼是从另一座山 翻过来的 似乎目标很明确 就像是被什么吸引一样 吸引 吸引 古兰突然瞅向向云井 接着起身 围着他转了一圈 秦大哥 你会不会身上 有什么吸引狼群的东西啊 向云井凝眉 站了起来 吸引狼群的东西 他身上事物不多 除了配件腰带 就是一块玉绝 和一个荷包 这些都是贴身物品 高兴都是严格把关的 想要在他的这些东西上 动手脚 几乎不可能 除非 但选己 他就否定了这个想法 虽说先前是被背叛过一次 但而后 云院已经彻底清洗过一次 人是他亲自挑选的 根本不可能会有间隙混进来 而且高兴自小是伺候他的 又是他亲自带回来的 父母双亡 家里也没有什么亲人 向云井信他 古兰围着向云井再次转了一圈 也检查了他身上的东西 尤其是玉绝和荷包 这些日子的医术不是白学的 对于药材 几乎也都熟悉了个遍 对于药味 几乎已经是很敏感了 要是加料的话 近距离 他一定只能闻到 显然是没有 向云井身上除了一股血腥味 就是淡淡的龙鲜香味 向云井任由古兰检查 看到他纳闷的神色 就知道没有收获 莫名地心里松了口气 都是跟了自己多年的兄弟 他不想怀疑他们 而且背叛一次就够了 难道真是巧合 古兰难难地说着 接着目光看向了 一直贴身保护柿子的 王云等人 金燕告诉他 不能放过一点蛛丝马迹 王云他们是一直守在 向云井身边的 走约会路线 有人在他们身上下手 也不是不可能 而且当时的情况 狼群都往他们那边冲 每个人身旁 都聚了不下几头狼 还真说不准 到底是冲着谁的 想到这儿 古兰走向了王云他们 他一动 向云井也跟着动了 齐恒在温有度的帮助下 也蹦到过去 看着古兰认真的模样 个个脸色都凝重起来 都是从小精心培养长大的 即便如齐恒 这么大咧咧 不爱动脑子 转瞬之间 也想到了很多 王云等侍卫 更是如灵大敌般的 看着古兰 他们从来没有想到 问题有可能会在他们身上 神情是既紧张又凝重 这个问题真出在他们身上 王云想死的心都有了 然而古兰 愈加凝重的神色 让他们愈加的不安 怎么样 古兰一停下 齐恒就忍不住了 没理这个憨憨 古兰看着向云锦 问题确实住在他们身上 情人真的不是意外 虽然有这个怀疑 但齐恒还是惊了一下 接着 古兰拿出了手里 有问题的荷包 竟有十几个之多 打开了一个 拿出了一脚碎银 交给了向云锦 仔细问问 向云锦面色阴沉的 接着碎银 放在鼻下 而后面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迅速黑下来 不怪古兰让他仔细闻 要不是他嗅觉灵敏 这么淡的气味 怕也是闻不出来的 又接过古兰从自己身上 拿出的银子 两相对比 有问题的银子更加明显 细闻之下 向云锦的面色 愈加的阴沉 看着手里的银子 静默不语 王云等侍卫 见此 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旋即下的就跪在地上 原来原因真的出在他们身上 狮子 属下 刚刚开口 话语就消失在向云锦的手势里 王云愧疚地看着自家狮子 说来说去 会中招 还是他们大意了 那些都是 向云锦目光盯着古兰手里的钱袋子 嗯 银钱表面并不显 也没有药物残渣 应该提前用药水浸泡过的 哎呦 你们别打哑迷了 说说到底下的什么药 这是一种对狼友致命吸引力 且使之狂躁的药 具体是什么我也不知道 只是在医书上见到过 有这方面类似的记载 这种药散发出一种特别的味道 哪怕是相隔数里 狼也闻得到 没想到 现实中真的有 讲真的 古兰还真是挺好奇 这种药的成分 可惜 仅凭银钱上那淡淡的味道 想要分析出成分 显然是天方夜谭 还有这种药 有 不过这种只对狼有用 而且最多 五日 味道就会散尽 显然 这是算好的事件 能算好时间 所有侍卫的银钱 都被药水浸泡过 这显然就说明问题了 古兰能想到的 项云锦自然也想到了 这也是他脸色 会愈加阴沉的原因 看来 这些日子 没搭理某些人 有些人又忍不住了 齐恒 温有度 也担心地看向了项云锦 几乎不用想都知道 是谁的杰作 几位主子沉着脸 侍卫们更是大气不敢喘 一时间 林子里的气氛更是凝重 行了 时间不早了 咱们还是赶紧离开吧 对对对 再不离开天窖黑了 对 大家赶紧收拾收拾 准备离开 纳川怀星 今日之事 是我连累了你们 尤其看到 两人身上的伤识 项云锦面上的含力更重 眼中闪过愧疚 说什么呢 什么叫连累 你这话我听着不高兴了 齐恒不高兴的眼睛瞪起来 绷打着向前一步 心里却有着一丝小小的兴奋 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 对向于锦了 至于连累不连累的 他一点都没放在心上 做朋友的 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不是很正常吗 锦枝 我听着也不高兴 咱们兄弟之间 谈何连累 你这是和我们见外啊 不管怎样 确实连累了 怀星 你这边 还舍了几名护卫 还有受伤的 回头他们的 回什么头 锦枝你这在含着我吗 他们是我齐恒的护卫 保护我是他们的职责 如今他们出事 咱也是我的责任 后事什么呢 我咱会安排好 哪里用得着你操心了 齐恒立马打断向云锦的话 他们是兄弟 怎么可能让向云锦 出府为淫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是什么了 再一个 他们齐家别的没有 就是淫子多 温有度也跟着点头 向云锦 算了 就知道会这样 不过 兄弟之间 确实不必要计较 这么清楚 则有以后时间长着呢 说完了 看看这个 看看那个 古兰插了一嘴 并抬头看了看天 逆向了三人 目光中的意思 非常明显 再告诉他们 再说下去 天就要黑了 哎呀 真不早了 赶紧走吧 齐恒夸张地 喊了一嗓子 左右他现在都已经这样了 也不在乎什么形象不行象的 接下来 大家都准备起来 这一刻 都有点后悔 将马车留在马场上 但谁能料到 会遇到这样的意外 在大家准备起来的时候 向云锦三人才发现 角落里的两个大家伙 只与几只野兔 在大家伙的面前 根本就没人看得见 向云锦还好 心中有事 即便诧异 但也没有太大的反应 依然阴沉着一张脸 齐恒和温有度就没法淡定了 齐恒本就是大咧咧的人 是死了几个护卫 他心里也确实心疼 但他的性格就这样 除非是事关自家人 否则 天大的事 都不会放在心里太久 温有度身旁的人 情况还算良好 伤得没有太重 除了替兄弟担心以外 心情也不是太沉重 他和温有度 见到这两个大家伙 根本就控制不住 自己惊讶得不得了 尤其是看向其中的 那个庞然大物 竟是一头体型巨大的黑熊 这年头 熊可不好打 也没人愿意去打熊 这东西 也就是看着笨重 实则凶残着呢 没有真本事的 去就是送死 到这里他们才反应过来 古兰说 拿的东西 就是他们呢 怕这家伙 对一点东西 有什么误解吧 哪里是一点点东西 分明就是两座小山 好吗 看着这两个庞然大物 这下 他们总算是 具体了解了 古兰的力量 怪不得一手论飞 一头狼 会这么轻松 看着看着 不觉得两个人的目光 都在熊掌上 多停留了几夕 这可是好东西 要是别人的 他们肯定上去就买下了 可真是古兰的 这家伙对吃上面极其认真 想虎口夺食 嗯 有些危险 虽眼馋的看着大家伙 不过都实相没有开口 就是有点担心 没有马车 这两个大家伙该怎么运回去 那两大驼 怎么也得有个一两千斤吧 至于先前的比赛 谁都没有提起 齐恒是真忘了 古兰没忘 可眼下这种情况 他是多眉心 还想着银子 最后还是就地取材 取了个简易的木牌 由马托回去 至于死去的齐家护卫们 都被绑在马身上 等到大家回到马场的时候 天已经夕阳西下 微微转暗了 而后也没有多呆 换回了各自的马车 还有选的小马军 古兰这边 烈焰自然也是 已经被拴在了马车旁 银钱倒是没着急 项云锦心情不好 古兰想着等过几日也不迟 谁想到 走的时候 管事又从马场里 牵出了一匹马军 项云锦面无表情地 直接拴在了古兰马车的另一旁 秦大哥 你这是做什么 这不是给你的 是给安安的 是我当叔叔的送她的礼物 你没有权利拒绝 可安安还小 小不小 也应该由她决定 不如你回去后 问问安安要不要 古兰 要不要 是不明摆着的事吗 这么可爱的马车 安安恐怕一见面就会爱上 怎么可能不要啊 这家伙点了名是给安安 夹着脸上阴沉的模样 还被人设计 古兰想想 这时候还是不要和他对着干了 玄机就没再说话 左右烈焰的钱也没给呢 到时候再说吧 对于一个要给 一个还不太想要的两人 要不是怕项云锦特殊照顾他 齐恒真想过去拉着就走 不要他要啊 家里还有一个小侄子呢 可惜他不敢 看了眼项云锦的冷脸 乖乖地上了自家的马车 还是不要去撩这胡须了 他瞧见古兰都收敛了 大笨熊和野猪 勉强地塞进了马车 异形队伍终于回城了 与来时的神采意义不同 回去时 虽然已经稍作整理 马背上的人 还是很显狼狈 身上的血衣 尤其的显眼 一看就知道受到了袭击 齐恒温有度 怕家人担心 一上马车 就赶紧换了备用衣裳 项云锦依然穿着血衣 嘴唇紧敏 坐在马车里不发一眼 害得高兴连车厢都没赶进 坐在外面 和侍卫一起赶车 这个模样的世子 高兴已经很久没有见过了 心疼的同时 也恨不得立刻去杀了 谋害他们世子的人 可惜他只是个下人 能力有限 高兴叹了口气 队伍已经在城门关闭前到达了 古兰谢绝了项云锦 派人送他回去的好意 与他们打了个招呼 便速速离开了 出来了这么久 也不知道家里的两个小家伙 着不着急 一出了城 古兰就将马车上的 两个大家伙收了起来 拉车的马儿 瞬间减轻了负担 步伐顿时轻快了起来 速度也加了上去 城门口 项云锦一行 也很快进了城 将伤者送回了回春堂 不久后 三方人马便分到扬镳了 在临走时 骑行温有度都担心地看着项云锦 若是其他的 他们还能帮上一帮 但涉及到家事 两人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了 锦之回去 绝对不会善罢甘休 可项王爷如此偏袒那对母子 两人真的很担心 而事实确实如他们所想的 一回到王府 项云锦二话不说的 就使出了雷霆手段 将负责府内发放银钱的张管家 及手下几个人 全部拿下 派人去寻了府衣 拎着这些人就去了主院 周 周管家 周管家 什么事大呼小叫的 还有没有规矩了 惊了主子们 你是想吃板子了 周管家 您快去看看吧 要出大事了 狮子 狮子要杀人了 你说什么 周管家惊得手里的东西 差点扔了 狮子一早不是出去了吗 怎么一回来就要杀人了 小的也不知道啊 狮子一回府 就奔向张管市的地方 将他与手下的几个人 都拿下了 如今 正往主院去呢 坏了 来人急急地说道 想到狮子那看死人般的目光 他差点没尿 天知道他是怎么找到周管家的 到现在 腿都是软的 周管家一听 哪还敢耽搁 竟跑出了年轻人的气势 哪里还看得出已经近五十了 想着在狮子赶到主院前 将其拦住 狮子这么大张旗鼓地带人去 可以想象 王爷和狮子之间 又该针尖对卖忙了 周管家就不明白 明明狮子这么优秀的人 王爷怎么就看不到呢 哪怕对狮子能稍稍和气一些 两父子的关系 也不至于到现在这般 可惜 周管家的速度不慢 但是向云锦的速度更快 在周管家眼睁睁的目光下 进了主院 后面还跟着侍卫 看到世子和侍卫们身上的血衣 周管家身子一晃 好险 扶住了墙才没倒下 果真是出事了 也不知道世子怎么样了 受没受伤 这阵仗 他是万万不敢再进去了 主院里 向云锦带人 停在了灯光最亮的房外 下任侍卫们 连声音都没来得及发 就被王允控制 带到了一旁 听到屋内传出来的软声细语 和向王爷隐隐的笑声 向云锦面色阴沉 更为寒厉 嘴角扯起一抹击翘的笑 儿子都差点没命了 老子倒是挺高兴的 身体不自觉地散发出一阵阵的冷气 让身旁人有如瞬间到达寒冬腊月的即时感 被扔在地上瑟瑟发抖的张管家他们 更是直接下晋升了 这会儿连冤枉也不敢喊了 敲门 声音刚落地 敲门声响起 门口站着高兴 屋内正给王爷按摩的向王妃 手里的动作一顿 看向了守在一旁的秋香 王爷 欠明日想去一趟玉泉山还愿 还愿 你什么时候许愿的 王爷忘了 年轻王爷总是失眠头疼 因而妾身去了玉泉山替王爷礼佛祈福半月 如今王爷好了 自然要去还愿 是有这么回事 瞧瞧本王 竟将这事给忘了 还是王妃心疼本王 辛苦王妃了 王爷日理万机 哪里能事事记得 而且这也是妾身应该做的 何谈辛苦 王爷 这个力道 行吗 最后一句话 说的是娇柔完美 向王妃是最听不得王妃这个声音的 顿时就感觉 伪追处一阵速骂 摸上了王妃肩膀上的手 王爷 向王妃顺势坐进了向王爷怀里 媚眼如丝地看着她 另一边 秋香走到了门口 沉着一张脸 打开了门 谁这么不懂规矩啊 都说了不准打扰 打扰了王爷王妃 还想不想活了 好大的威风啊 你这个婆子 想叫谁不活了 说出来 本世子听听 音色色的声音 当即让秋香妈妈不寒而栗 连头都不敢抬的 当即出门 就跪在地上求饶 世子饶命 老奴不知道是世子驾到 怕饶了王爷王妃 一时失言 世子大人有大量 不要与老奴计较 你在威胁本世子 老奴不敢 世子误会老奴了 秋香心里祈祷着 王妃赶紧出来 世子这态度明显是来者不善 显然是要拿她开刀啊 误会 本世子是是非不分的人吗 如此智慧本世子 还说不敢 我看你敢得很啊 谁给你这么大的胆子 冲撞本世子在前 有恶语在后 现在竟然还敢威胁本世子 来人 属下在 拉出去 三世军棍伺候 是 说着 带着两人上前 就要拉出去 秋香大害 别说三十军棍 就是十军棍 他也受不住啊 世子这是真真 想要他的命啊 吓得他跪在地上 就是一阵死磕 世子 老奴真的不敢呀 过躁 王妃磨蹭什么呢 还不拉下去 你们不能打我 我是近身伺候王妃的妈妈 有错 也有王妃管教 看着七身向前的侍卫 秋香奋力地挣扎着 可惜 哪里是侍卫们的对手啊 眼见着就要被拉出去 一声熟悉的声音 终于在秋香妈妈耳畔响起 就在他心里刚刚松口气 一声更冷烈的声音 远远地盖过了王妃的声音 拉出去 王妃救命啊 秋香就来得及 喊出这四个字 就被侍卫们拉了起来 秋香 谁敢 着急的向王妃 愤怒地看着向云锦 差点没维持住 他王妃的气度 缓了好几口气 才看看地压下胸口的怒火 世子 他是本王妃的人 本王妃自会管教 不劳烦世子打架了 他也是王府的人 冲撞本世子在先 恶语在后 还竟敢威胁本世子 如此恶奴 既然有人教不好 本世子就发发善心 拉出去 我看谁敢 向王妃说着 快步走向了秋香 拦在了侍卫的身前 向王妃被气得浑身发抖 赤裸裸地挑衅啊 今日若是救不下秋香 他这个王妃颜面何在 以后她的话 王府中人 还有谁会听 向云锦 不管怎么说 我也是你的长辈 你太目无尊长了 来人 来人 人都死哪儿去了 这一喊才发现 院里的下人侍卫们 都不见了 如果眼神能够杀人的话 此刻被王妃怒瞪的向云锦 怕已经死千百次了 闻言 院外的周管家 再也没法装缩头乌龟 摇摇牙 带着几名家丁 跑了进来 王妃 李还未行 就被气急的王妃打断 到死哪儿去了 赶紧地将秋香 给本王妃带过来 世子 周管家摇摇牙 看向了世子 祈求地看着他 毕竟 人在屋檐下 王妃对他也是握有生杀大权的 怎么 那人的话是话 本世子的话不是话了 本世子今儿就把话撂这儿 不打够三十军棍 不能停 你好大的威风 那本王说要放人呢 向王爷面含沉色地自房中走出 温运地看着长子 本来他是不准备出来的 毕竟长子现在翅膀硬了 有时候他的话也不管用 但刚才的话太嚣张了 明显在挑战他这个王爷 一家之主的底线 王爷 向王妃见靠山出来了 哭唧唧地扑了上去 王爷你可要为妾身做主啊 不管怎么样 不管怎么样 不管怎样 秋香也伺候妾身二十多年了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他那个年纪 哪里能承受三十军棍呢 孝王爷轻轻拍拍王妃的肩膀 鸣目看向长子 你一个堂堂世子 何必和一个下人计较 把人放了 父王出来后除了训斥我 就是让我把人放了 父王心里还有我这个儿子吗 还是说一个小小的下人 都比我这个儿子更重要 说话间 向云锦缓缓地从阴影出走了出来 话语平淡地 像是在和陌生人说话 放肆 你 你自刚刚出口 看着儿子走到烛光下 向王爷瞪大了眼睛 他没想到 会看到一个满身血污的儿子 怪不得刚才隐约闻到一股血腥味 看到满身血污 阴气森森的向云锦 向王妃则直接被惊得后退了几步 这么狼狈的向世子 他可是第一次见 眼中抑制不住的喜色 一闪而过 然后看着好好站在王爷面前的向云锦 心中只可惜 怎么就没事呢 哎呦 狮子 这是怎么 隐约中还能够听到一丝幸灾乐祸 向王爷 看了眼王妃 醋眉 怎么弄成这样 受伤了吗 多谢父王关心 没受伤也死不了 只是 怕是要让某些人失望了 向云锦看着向王妃 面上似笑非笑 眼中却含义刺骨 世子 你看着本王妃是什么意思 难道说世子今日遇到的事情 还能怪在本王妃的头上不长 向王妃忍不住了 虽然她挺希望这崽子死在外面 但自从被王爷警告以后 这段日子 她可都是一直忍着的 怪不怪 你心里应该清楚 我 王爷 世子这是在冤枉前 王爷你要相信 妾身真的是没做 妾身这些日子 可是连王府的大门都没出啊 向王爷皱眉 定定地看着向王妃 说实话 想到去年的事 向王爷也不禁有点怀疑 但看到王妃与她对视的目光坦然 丝毫不见闪烁 这丝怀疑又退去 玄疾看向了长子 云锦 没有证据的事 不准乱说 儿臣从来不无敌放肆 父王查都没查 问也没问 又怎知儿臣没有证据 向云锦这番话说的是平静至极 内心更是平静无波 对于这个父亲 早就没一点点期待了 即便他刚才问了句 受伤了吗 刘福音 向云锦撇向被高兴拽来 一直将自己缩在最后面的刘福衣 这家庭大战 刘福衣真是不想掺和 奈何 手臂被高兴紧紧地握住 想走都不成 这下更走不成了 不仅世子看着他 向王爷也看向他 没有办法 刘福衣只能硬着头皮走上去 一见脸 然后卑微地站在一旁 心里忐忑不安 不知道世子将他带过来 做什么 府城来得正好 赶紧帮世子看看 向王爷看着长子身上的血子 说没一点不担心是假的 毕竟长子不能出事 刘福衣本能地点头称是 到身边 这才发现 世子衣着血迹斑斑 忍住倒嘴的惊呼 放下药香就要诊治 下一刻却被世子拒绝 不用 本世子好好的没受伤 身上那么多血迹 怎么没受伤 父王就不想知道 儿臣今日遇到了什么吗 遇到什么 今儿儿臣和好友 约好出游 心情很好 谁料上山时 却遭到了意外 儿臣险下回不来了 是杀手 向王爷神色凝重 王妃 不知道怎么的 她有种不好的预感 没有杀手 没有 那你这身上 是狼 很多很多的狼 狼 向王爷松了口气 不是人就好 是狼的话 以长子和侍卫们的能力 应该是能对付的 先前说没受伤 应该是真的 但她忽略了后面 很多很多的四个字 向王妃也松了口气 既是狼 总不能还冤枉她吧 刚才那么一刻 她还真以为是 心里还真有点不安 静儿 你刺犯御狼 父王知道你心情不好 就别和下人们一般见识 天色已经不早了 还是先回去休息吧 副一 跟着世子一起回去 再替世子 好好地看看 父王 不着急 而且 儿臣也不累 左右儿臣 都已经到此 还是先看证据吧 省得父王说 儿臣乱说 接着 手掌展开 上面赫然 躺着一个钱袋 这不就是一个 普通的钱吗 父王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向云紧淡淡 看了眼王爷 引用了古兰的一句话 什么热豆腐冷豆腐 静儿 是不是父王的话 都不管用了 父王让你回去休息 有什么事 明日再说 向云的面子 显然挂不住了 儿子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直接搏了他的话 父王 真的让儿臣 回去休息吗 父王可想好了 一旦儿臣走出这个门 儿臣手中的证据 便不会在这家世 到时候父王 成为全云州的笑柄 别怪儿臣 没提醒您呢 说着 向云紧转身就要离开 站住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 向王爷又觉得 胸口开始闷闷的了 儿臣是在劝激父王 逆子 逆子 向王爷身子一晃 被身旁的王妃一把扶住 惊慌喊道 王爷 你怎么了 你可别下戏 你可别下切身 你身子骨材刚刚好 万不能再生气了 接着 看向一旁的管家 怒斥 还处着做什么 一阵慌乱后 向王爷被扶坐在圈椅上 喝口水 笑笑气 向王妃接过管家手里的杯盏 放在了向王爷的嘴边 不气不气 哎呦 可心疼死切身了 这话说的 就差明着讲 向云紧是个不孝子了 那作作的姿态 看得向云紧 冷笑练练 本就不多的耐心 也告气 既然父王身体有恙 那儿臣告退 父王好好休息 说完 汉首转身离开 走得毫不犹豫 站住 向王爷怎能让儿子离开啊 这小子向来是说到做到 今日若是不如他所愿 明日他堂堂一个王爷 真有可能会成为云州城的笑柄 激动间 猛地推开身旁的王妃 突如而来的动作 让毫无准备的向王妃 一个不稳 列切着扶住圈椅 不过 总算是站稳了 但手中的杯盏 也因此掉落在地上 发出清脆的响声 低头不语的向王妃 天知道 她是费了多大的劲 才忍住胸口间的怒意 手背也因为太过于用力 而轻轻壁露 但转瞬间就恢复正常 站稳了的她 赶紧地又扶住直喘粗气的王妃 她有预感 接下来那小崽子说的证据 绝对与她不利 不然又怎么会用家丑来激王妃 十有八九 小崽遇狼的事 与其二有关系 只是太不小心了 怎么让小崽子抓到把柄了呢 向云秦小不一顿 好一会儿才缓缓地转过身子 淡淡地说道 父王又何事 这话说的 向王爷差点又吐血 缓了好几下 才让自己平复下来 你不是让为父看证据吗 儿臣今日受惊过度 现在罚了 逆子 本王命令你 拿出证据 好不容易压下去的气 又上来了 他上辈子到底做什么孽啊 这辈子生了这么个克星来克他 向王爷心里那个赌啊 既如此 儿臣遵命便是 不多会儿 高兴拿着收上来的十几个钱袋 站在了世子爷身后 刘府衣 世子 劳烦刘府衣 分辨一下钱袋中 银钱上的味道 刘府衣一愣 这银子能有什么味道 同样有此疑惑的 还有向王爷 不明白儿子此举 到底是何意思 刘府衣不敢耽搁 赶紧地接过一个个钱袋 仔细分辨着 随着拿起一块块银子 刘府衣的眉头 也开始紧锁 而后从自身 拿出一块银子 两相对比之后 面色更加凝重 刘府衣 银子 有什么不同吗 刘府衣的神色 让他的心沉下来 刘府衣忙放下手里的银子 恭敬地回道 回王爷 小人还不敢肯定 不过这些银子 确实有些不对劲 似乎被药水浸泡过 全部吗 是 刘府衣点头 说着 刘府衣将手中一块 带有药味的银子 递给了向王爷 拿着银子 向王爷放到鼻尖 确实有一股很淡 很奇怪的药味 玄机问道 能辨认出 是什么药性吗 说小人愚钝 银子上隐含的药味太淡 辨认不出啊 刘府衣惭愧地低头 所以银子 确实不对劲 被动了手脚 对吧 刘府衣 湘云紧淡淡地 瞥向了刘府衣 刘府衣小心地 看了眼王爷 此刻的向王爷 面色阴沉 表情晦暗 根本让人看不出 到底在想什么 最终还是向 世子点点头 回答 是 世子既让人 把他带过来 自然是已经 查清了银子上的不同 刘府衣可不敢 弄虚作假 这两位哪一个 都不是他能得罪的 父王 您听到了吧 银子被动了手脚 可这 又能说明什么 总不会狼群 是被银子散发出来的味道 引过来的吧 还真是 这也太荒谬了 要说有人刻意使坏 将狼群引到锦儿那里 向王爷绝对相信 但就凭银子上散发出来的 那弹道快要消失的味道 向王爷是绝对不信的 儿臣和父王一样的感觉 也觉得非常荒谬 可就是这么荒谬的事情 就发生在儿臣的身边 而且还差点让儿臣丧命狼口 锦儿 你可以确定吗 儿臣记得刚才说过 儿臣从不无敌放肆 父王 知道府中下人侍卫 什么时候发月银吗 向王爷 这种事情他当王爷的 又怎么可能会知道 向王爷看向了王妃 府里内务都是王妃在掌管 向王妃 呃 引去心里的不安 向王妃对着王爷 柔柔笑道 王爷 这些事 其实妾身很久没过问了 不过 隐隐记得 好像是前些日子 看着含糊不清的王妃 魔光一闪 向王爷看向管家 让周管家说 回王爷 府里的月银 一般都是在每月的初六 也就是前日刚刚发过 前两日 向王爷隐隐明白儿子的意思 瞥了眼身旁的王妃 看向长子 你是说 这些银子 是府中发的月银 父王明鉴 确实如此 周管家 身上可带 这月的银钱 回王爷 小的带了 拿出来 交给府一分辩 是 周管家赶紧将身上的碎银 全交给了刘府一 将银子放在鼻尖片刻 刘府一便还给了周管家 回王爷 没有异常 向王爷又隐晦地 瞥了眼身旁的王妃 看向周管家 将云院所有下人的月银 全带过来 是 与此同时 王爷的目光 让向王妃心里的不安感 愈加地强烈 周管家速度很快 检查结果不出所料 云院除了郑主向云锦 所有人手里的银子 都被动了手脚 而后又检查了府中 所有下人的月银 结果均无异常 想到这里 向王爷再想推脱 是巧合 也不可能了 哪里的巧合 会只针对 伺候世子的身边人呢 这期间 向云锦寂寞无语地 看着向王爷折腾 父王 这一下相信儿臣说的吧 瞪着长子 向王爷觉得脸有点疼 同时也有些恼怒 在儿子态度坚硬的时候 他就知道有事 所谓家丑不可外扬 明明可以关起门来 自己解决 他这个儿子 却大张旗鼓地 带着这么多人过来 完全不顾及 他这个父亲的颜面 甚至先前还威胁他 这哪是亲儿子 简直是仇人 不怪他不喜欢大儿子 可再不喜欢 也是自己的儿子 如今事实摆在面前 是装不了糊涂的 而且大儿子确实不能有事 向王爷心里叹了口气 这一日日的 也不让他消停 然后狠狠地瞪了一眼王妃 看向长子 进而此事 此事父王已经了解 你这一日又惊又吓的 也累了 不如先回去休息 泡个澡 等父王查清了 定会还我儿一个公道 向云锦冷笑 他这个父王 偏心偏的还真是没边了 明明证据已经搁在眼前 不趁热打铁趁机 查找清楚 竟让他回去休息 父王是觉得他这个儿子 好糊弄吗 儿臣不累 父王此事若不查清楚 儿臣就是回去也睡不着 向王爷 有这个儿子在 他绝对未去减兽十年 瞪向了周管家 面色黑沉 管家 将掌管月银的管事带过来 然而周管家却未动 却看向世子 父王 人儿臣早已经带来了 他这边花音刚落下 身旁人便将 瘫软在地的几个人 拎到了王爷跟前 一见到这些人 向王爷的怒火便有了出处 狗奴才 这些银子是怎么回事 圣怒中的向王爷说着 将手中的银子 狠狠地砸在张管氏头上 要说张管氏先前 被世子拎过来时是真懵 不明白是怎么了 可当世子拿出银子 府衣查出有问题时 张管家的面色就如白纸般苍白 他是真不知道这批银子有问题 若是知道的话 就是再给他几个胆子 也是不敢的呀 王爷饶命 王爷饶命啊 小人是真的不知情啊 张管氏吓得趴在地上求饶着 身体抖入筛坑 不知情 那这些银子 是怎么这么巧 分到云园的 啊 震怒中的向王爷 一掌将圈翼扶手 拍了个粉碎 将一旁的向王妃 吓得面色一领 衣袖下的两只手 不停地搅动着 小人 小人 再不说 就拉出去 王爷饶命 小人说 小人 说 拉出去还能有命在 张管氏吓得赶紧磕头求饶 心里再一次后悔 先前摊那一点点的迎头想力 是 张管氏悄悄抬头 看了眼向王妃 心里发苦 得罪了王妃 以后的日子 别想好过 可不说现在就别想好过 小命都有可能丢掉 说 向王爷又是一拍 好在这次 力道有所收敛 这边的扶手 逃过了一劫 是 秋香妈妈给笑人的 被吓趴在地上的张管氏 瑟瑟发抖地说着 秋香 王妃声音不自觉地拔高 表情诧异 不可能 王爷一定是无限 秋香就是在借他几个胆子 也不敢做出这种事情啊 王爷明鉴 小人说的都是真的 小人不敢撒谎 而且那日秋香妈妈过来时 有好几个人都看到了 你血口喷人 被侍卫锁住的秋香 忍不住了 挣扎着跪倒在王爷面前 王爷 老奴 老奴前几日 确实去过张管氏那儿 那是因为 老奴那不争气的儿子 近日又迷上了赌博 为了防止他有钱再去赌 老奴特意请求张管氏 我儿子的月前 由老奴带领 秋香哭着看着王爷 说他就是有天大的胆子 也不敢谋害世子爷啊 说话间 还不忘愤恨地 瞪向了张管氏 张管氏也急了 忙磕头 王爷 小人不敢含血喷人 那日秋香妈妈 确实提了他儿子月银的事 但之后 秋香妈妈就提出 与小人换些整银 秋香妈妈是王妃 面前得利的老人 小人 小人也想着讨好 就换了 再后来 他还给了小人 几两银子的好处费 说是将那些碎银 发给云月下人 当月银用的 小人虽然觉得奇怪 但看这些银钱 都是很正常的 又是给下人用的 便硬了 王爷 小人 真的不知道 那银子有问题啊 王爷要是不信的话 这事 这事刘春 刘管事也知道 小人与他曾刀念过 刘春 回王爷 是造访的管事 还 不多会儿 刘春胆战心惊地赶来 刘春 找 向王爷看了眼 趴在地上 瑟瑟发抖的张管事 张行 周管家一旁悄悄提醒 这几日 张行可与你说过 王妃的身边人 刘春 眼前的阵仗 太吓人了 王爷一问话 刘春就吓得趴在了地上 微微有些发懵的脑子 快速想着前些日子的事 好像是有这么回事 回 回王爷 刘春紧张地看了眼王妃 是 是有这么回事 说的什么 是 是 刘春掩一闭 是 是秋香妈妈 说 说是从张管事那儿 换了点银子 能让 能让张管事 将那些碎银发给 云院那边 张管事觉得奇怪 才 才和小人唠了几句 王爷 小人 小人就知道这些呀 哆哆嗦嗦地说完这些 刘春色缩地趴在地上 不敢动 他发誓 以后再也不听八卦了 听个八卦 火也能烧到自己身上 回头闲时 要赶紧去山上拜一拜 王爷 不是的 不是的 他们在撒谎 老奴没做过 一定是他们嫉妒老奴 在王妃面前得脸 故意陷害的呀 秋香慌了 不明白这么隐秘的事情 怎么会查出来 不仅秋香慌了 王妃也有点慌了 不过 仍极力稳定着自己的情绪 种种证据都指向他 这件事怕真是秋香做的 而又瞒着他这个主子 谁是幕后 那就只能有一个可能 想到这儿 王妃紧张得手心直冒汗 秋香 我子温带你不保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这样 让本王妃如何面对王爷 面对世子 啊 哎呀 最后一声啊 之悲怯 让闻者伤心了 向王妃伤心欲绝地 看着秋香 赤红的眼睛 紧紧地盯着他 一副大受打击的模样 王妃 秋香呆呆地看向了向王妃 秋香 如今正趋确凿 你还有什么可狡辩的 说着 向王妃跪在了向王爷身前 哭道 王爷 都是妾身的错 是妾身拐教不言 让秋香 让秋香坐下 此等祸事 气身有错 向王妃抱着向王爷的腿 哭得是七七暗暗 秋香看着王妃 虚忆后 眼中闪过一丝绝绝 然后冷哼了一声 哼 没错 王妃是待老奴不保 但 也成不上好 秋香觉得大势已去 又似乎是破罐子破摔 想通了 秋香对着向王妃大喝道 吓得王妃哭声一顿 看向了他 转瞬之间 两人眼神交汇 秋香机不可查地点点头 多年的主仆 王妃刚才那一说 秋香便明白主子的意思了 虽然对主子毫不犹豫 舍弃他 有种吐死湖碑的凄凉感 但想到儿子 秋香却不得不认 老奴看似是王妃面前 最得脸的妈妈 实则与其他下人 没什么区别 说骂就骂 说打就打 王妃一点都不顾及 老奴的脸面 老奴上个月苦苦哀求王妃 借白两银子 可王妃呢 听都不听 就直接拒绝了老奴 老奴伺候王妃 仅仅战战二十多年了 从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 而王妃呢 一点都不念主不情面 老奴心寒 老奴不服 老奴深知 世子和王妃之间水火不容 所以费尽心思策划出这一切 为的就是让世子怀疑王妃 进而针对她 却万万没想到 世子竟然能查到银子上 是老奴太自以为是 秋香边说 边愤恨地看着王妃 可惜了 尚王妃大受打击地看着秋香 仿佛不敢相信眼前看到的 秋香 本王妃没有想到 你竟会如此怨恨于我 是 本王妃脾气 有时候是不好 可本王妃自问 对待金星伺候本王妃的人 从来不吝啬 秋气是对你 你可知本王妃 为何不介于你银两 你以为你的事情 能瞒得过本王妃 在赌房的人找到你时 本王妃就已经知道 之所以会不介于你银两 只是想着 毒瘾一旦沾染 实属难改 这一次你可以帮儿子摆平 可下一次呢 不让你儿子吃吃亏 好好地长长记性 又怎能知道怕 说来说去 还不是不想借银子 王妃可知 老奴儿子差点被人打死 现在还躺在床上呢 秋香显然不买账 目光依然怨赌地看着王妃 你 相王妃失望地看着秋香 虽如此 她还是跪在了王妃身前 奇迹然道 王妃 秋香犯此大错 死不足惜 但她毕竟 伺候了妾身这么多年 妾身实在不忍 还请王妃能从轻发落 相云几面无表情地 看着这主仆两个表演 别说 如果不是知道 这对主仆的面目 她差点都相信了 相王爷则会暗不明地 看着梨花待雨的王妃 王妃 秋香 这么说 一切都是你做的 事已至此 老奴没什么好说的 银子上的药呢 是从何得来的 是老奴因缘巧合 与游街郎中手里买来的 正巧得知世子上山狩猎 便做了这一切 还真是巧啊 老奴说的都是真的 那你可知 所买之药的药性 知 知道 这是能吸引猛兽 发狂的药 既然知道 还敢来谋害本世子 是谁给你的胆子 是 是 是老奴 你犹豫了 老 老奴 没有犹豫 父王 此时说不通 他一个整日在府中 伺候主子的奴才 怎么会这么巧 就能碰到郎中游医 游医手里 还这么巧 会有如此新奇之药 儿臣回来时 曾去过几家药馆 城内有名的大夫 都尚且不知 如何配置新猛兽 治狂的药 他一切游医 又如何懂得 还不如实招来 王 王爷 老奴不知道要招什么 来人 拉出去 棍棒伺候 什么时候愿意招了 什么时候拉进来 王爷 老奴真的都说了 还不老实 拉出去 不 看着走过来的家丁 下意识看向王妃的秋香 一丝苦涩划过眼底 然后飞快起身的他 用力推开家丁的手 用尽全身的力气 一头撞在了最近的树上 世子是不会放过他的 而且只有死人 才不会乱说话 王妃先前把责任 全推到他身上 已经都在告诉他 该如何做取舍了 砰的一声 巨响下 秋香倒在树下 顿时脑浆泪裂 血流如注 显然是没救了 这一下来得太突然了 谁都没有想到 这个看起来异常怕死的 秋香妈妈 会撞树自杀 那一刻 决绝产生的爆发力 饶使王妃他们反应迅速 也是慢了一步 项云紧瞥向身边人 虽然没有说话 但谋中一死已了然 羞黑的王妃等人 垂首自省 他们确实没将秋香妈妈 放在眼里 故而才会让他有机可乘 自杀成功 但也是真的没有想过 秋香妈妈能为王妃 做到这种程度 竟然不惜牺牲自己 这一点 还莫名的有点钦佩 这一幕也惊呆了在场的所有人 跪在地上的张管事 看着如此惨重 抽出了几下 便没气了的秋香妈妈 吓得更是软趴趴的 直接趴地上了 不知道等待她的 又是什么 项王妃更是吓得失声尖叫 面色苍白的她 就这么看着血流如注的秋香 就这么闭上了眼睛 项王妃费了好大的力气 才让自己跌倒在地 本以为她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可毕竟是照顾她多年 又亲近的管事妈妈 心里又怎么可能无动于衷呢 项王妃紧紧攥着双手 手心里的疼痛在告诉她 她身旁最得力的老人没了 以后再也没有人提醒她 克制 没有人帮她周全了 都是项云锦这个小崽子 如果不是她 秋香就不会死 都是她的错 项王妃恨得浑身发抖 好在还知克制 紧紧地捂住嘴 垂手的她 无人看到 此刻她争宁丑陋的面孔 身旁人的情绪 项王妃又怎会感知不到 目光灰暗闪烁了下 然后迁怒似的 看向家丁们 都是废物 连个人都拉不住 还不赶紧弄出去 这是怎么了 秋香妈妈 匆忙赶来的项云锦 看着被抬出去的 全身是血的秋香 满面惊讶 母妃 接着担心地跑向了项王妃 扶住了她 杰儿 儿子来了 项王妃虚然地 直接埋在了儿子怀里 好一会儿 身体才停止了颤抖 母妃 您没事吧 没事 父王 这是怎么了 秋香 没什么 扶你母妃 进房 什么叫没什么 父王这么说 太伤儿臣的心了 原来儿臣差点没命了 在父王眼里 竟是没什么 项云紧看着项王爷 自嘲道 自始至终 连个多余的眼神 都没给项云奇 仿佛来的只是 阿猫阿狗 项王爷差点又被 长子阴阳怪气的声音 气得扬倒 但想到他今日 确实被袭击了 生生地忍住 心中的怒气 软和地说道 竟是否则 父王知道 你受委屈 心里不快 可人都已经 畏罪自杀 线索已断 你也别再胡思乱想了 赶紧让府衣 陪你回去 好好检查一番 息息休息 父王 儿臣真的是 胡思乱想吗 项云奇目光 一瞬不顺地 看着项王爷 如碎通透的眸光 让项王爷 有些恼怒 这也是他 最不喜欢 长子的地方 从小 一双眼睛 仿佛就能 看透人心 让他心里的不堪 裸露而出 大哥 你也在这儿 受不了项云锦的 目中无人 项云奇惊讶出声 打断了项王爷 快要出口的怒斥 也让项王爷 松了口气 他这怒话一出口 估摸着 气不到长子 倒会把自己 气个半死 然后又瞪大了眼睛 目光放在了 项云锦的血衣上 吓了一跳 兄长这是怎么了 受伤了吗 是何人如此大胆 告诉弟弟 弟弟一定帮兄长 报仇 关心的模样 不知道的还真以为 他们兄弟俩 感情亲厚呢 恐怕 要让树帝失望 这身上的血 不是你弟兄的 项云锦 轻撩了下眼瞼 淡淡地说道 话语间 看似轻描淡写 却具具直扎人心 兄长这话说的 弟弟我怎么 听不明白呢 弟弟担心 还来不及呢 又怎么可能会失望 失不失望 树帝心里明白 希望树帝 永远都这么好运气 这个不劳兄长关心 弟弟我运气一向不错 项云锦 温温而笑 只有他自己知道 心底被那藐视的目光 一句一句的树帝 扎得是鲜血淋漓 是吗 鱼光瞟了眼好弟弟 项云锦懒得在智慧 转向了王爷 既然线索已断 父王就早点休息吧 儿臣告退 项王爷无力地摆摆手 对于这个长子 他真的是疲于应付 谁让长子掐住了他的三寸 又无所顾忌 根本就不怕他这个父王 儿臣告退 项云锦毫不犹豫转身 仍然连个正眼都没有给项云锦 也不配他的正眼 以后他也会让他知道 何为数字 这么骄傲的人 从高处跌往泥潭的滋味 想必会生不如死吧 刘府一见此 也赶紧跟上 周管家 项王爷看向 跪在地上的张管氏等人 将他们带下去 每人十棍 张行去掉管氏一职 二十棍 谢 然后和家弟们 赶紧地将人带出去 王爷显然已经不耐了 刘春则欲酷无泪地 被拉了下去 他做梦也不会想到 只是听了个八卦 静也被牵连了 以后谁要敢和他说八卦 就是和他有仇 至于张管氏 则一脸惨色 但好歹命是保住了 只要不是军棍 二十棍 还是能忍下来的 只不过 今此一事 以后他将再无出头之日 不出意外 永远都只是个下人了 若是平时与人为善 倒还好 不然以后的日子 也不会好过 很快 主要除了伺候的人 于怪而出 渐渐安静下来 项王爷瞪了眼 王妃母子 一甩一袖 率先进了房 还不滚进来 随之而来的一声怒吼 吓得项王妃一颤 本来就白的面色 更白了 母妃没事 你父王在圣炉中 你小心点 项王妃紧紧拉着儿子的手 昂首走了进去 谁知 于进来 一盏茶杯 迎面飞过来 要不是项云奇反应快 挡在了项王妃面前 就直直地砸向了王妃的脑袋 父王 喊什么喊 怎么 父王还砸不得了 项王爷 瞪向这个 他一直偏爱的儿子 项云奇迅速反应过来 立刻认错 没有 儿臣有错 儿臣只是担心母妃 担心母妃 你还是好好担心你自己吧 儿臣有父皇在 有什么好担心的 项云奇手掌输得握紧 面上却如目地 看着项王妃 仿佛一点都没有听懂 父王的话中话 王爷 前所万错 都是妾身的错 之前是妾身没有管教好奴子 才会犯下大错 王爷 您要打要罚 妾身都甘愿 只是您身体刚好 可千万别再动怒了 项王妃赶紧拉了一把儿子 因哭跪在地上 心里其实已然松了口气 王爷能发怒 就说明情况还算好 若真是什么都不做 他才真的担心呢 母妃 项云奇也赶紧地跪下 父王息怒 要怪就怪儿臣吧 哼 还真是一副 无辞辞辞辞啊 项王爷怒急返效地 看着辞辞 对这个儿子 第一次感觉到有点失望 有也心不怕 当年他也不是没有 可惜实不待他 但他却有自知之明 做了个封帝王 还娶了 但和为了争皇位死去的兄弟相比 他现在的日子 是何其的安逸 可有也心 却没有自知之明 这就让人不免有些失望了 王爷 是切身不好 您别生气了 确实是你的错 项王爷瞪下王妃 带着失望 我好好的儿子 被你养成了这样 王妃 这是最后一次 事不过三 如若再有 到时候 别怪本王 不向着你们 好自为之吧 说完 圣怒中的项王爷 往门外走去 却在门口时停了下来 王妃欲下不言 尽足半年 府中事宜 交由花姨娘 然后深深地看了眼赐子 拂袖而去 父王 项云其急了 正想追去时 却被项王妃一把拉住 看着身受打击的母妃 她眼中滑过一丝后悔 但也只有一瞬 便消失了 像是从未出现过 赶紧将失魂落魄的母妃 扶坐在软榻上 倒了茶水 定于母妃跟前 母妃 喝点水 父王只是在漆头上 过段时间就好了 母妃您千万不要放在心上 好好保重身体才是 向王妃接过儿子手中的杯盏 看着杯中茶水 一圈圈运开的纹路 胸间的怒火 也跟着一圈圈的运开 什么她好好的儿子 被养成这样 她这个当爹的 不为儿子谋划 当娘的帮儿子谋划 有什么错 儿子自己谋划 又有什么错 口口声声最疼爱的 就是这个儿子 既如此 为何不帮这个最爱儿子 得到他想要的 假的 都是假的 爱她是假的 最疼儿子也是假的 向王妃握住茶盏的手 不停地颤抖着 面容也变得猙獰起来 母妃 母妃 您没事吧 萧云其慌张地看着母妃 是真的急了 她从没见过这样的母妃 赤红的眸光 像是下一瞬间 人就能陷入疯狂 母妃 叫声却在身旁的一声催响中消失 向云其正正地望着 站起身 泪流满面的母妃 所以刚才母妃 是想砸她 齐儿 你可知错 面上挂满泪的向王妃 看向儿子 眼中尽是眼里 向云其扑通跪在地上 儿臣知错 这一次她真的做好了准备 本以为会神不知鬼不觉的 却还是让向云锦逃过一捡 要知道 她可是专门让人去收集野狼 放生在大苍山 那数量 她看着都头皮发麻 就是没想到 连累到母妃 还让母妃失了一名心腹 甚至连管家之权 都被暂夺 看着儿子的膝盖 向王妃眼中闪过一丝心疼 但很快被怒火所掩盖 你是错了 母妃是怎么告诉你的 在没有万全的准备 和一击避重的几率下 不可擅自行动 你不仅擅自行动 而且还瞒着母妃 让母妃陷入完全的被动下 想要提前有所应对都不能 母妃你别生气 是儿臣错了 向云其低头认错 这一次她真的不是鲁莽 可她就是想不明白 要下在那么隐秘的地方 向云锦是怎么发现的 看着认错的儿子 向王妃心里的怒火 顿消了不少 缓了会儿 再次开口 齐儿 母妃知你心中所想 但向云锦咱母子都低估她了 小时候都尚且奈她不合 现在更要小心谨慎 徐徐途治 不然就会被她抓住把柄 就算是你父王 也不一定能保得住咱们母子 母妃说的是 儿臣一定不会再轻举妄动 向云其点头 虽然是在安慰母妃 但确实不会再动手了 如此周密的计划都能失败 没有完全的准备 也只是去送人头 而且她这个哥哥 恐怕也等着她动手 好一举将她的头 按到尘埃里 你明白就好 齐儿 你父王身体尚好 咱们有的是时间 不必急于一时 母妃 那您这管家之职 不担心 不过是几个月 就让那小剑蹄子 先得意几个月 几个月后 母妃自有办法收拾她 不过 你这段日子的花费 别再大手大脚了 儿臣晓得 这也就是她担心的事 为了与向云锦能够抗和 她可是私下养了 不少能人一事 每月都需要 一笔不菲的银子 另一边 王妃关禁闭自省 被暂夺管家之权的事情 如风一般地传遍了王府 转瞬间 几乎所有人都知道 云院自然不例外 世子 这王府里都传遍了 王爷这一次 倒是出人意料 高兴一边帮世子 倒着茶水 一边啰嗦着 刘府一再出了主院后 就被打发走了 世子身上又没伤 不需要他 至于侍卫们身上的伤 也早就自己处理过了 没太大问题 世子 您说 王爷是不是回心转意了 看到世子您的好了 或者说 是觉得亏陷世子您了 高兴仍是不怕死的 碎碎念着 王允看了一眼高兴 默默地后退了两步 这家伙光顾着说了 显然没有看到世子爷 越来越黑的面容 高兴啊 话太多 舌头很容易会没有的 世子阴瑟瑟的声音 突然响起 吓得高兴猛捂住嘴巴 讨好的看着世子 悄悄地后退了几步 世子 高兴错了 高兴紧紧地闭上嘴巴 再也不多说了 说着 高兴一手搞怪地 捏住了自己的嘴巴 世子 王妃管家权被夺 这是个好机会 隐屈眼里的幸灾乐祸 王允正色说道 确实是个好机会 听说是花姨娘 花姨娘 世子 小的知道花姨娘 这花姨娘平时为人低调 胆子极小 而且 而且什么 而且花姨娘还有一个女儿 能在王妃手底下平安生下一个女儿 世子这花姨娘 也许并不如表面表现的那么无害啊 能在王府里生存下去的 有几个是无害的 不过本世子倒是忘了自己还有个树妹 哼 这对母女却也真的是没有存在感 如果不是高兴提起 她还真想不起树妹的存在 多大了 然后高兴回了一句 好像已经快要急机了 向云紧高声莫测地扯了扯嘴角 快要急机了 挺好 既然那女人没有能力管好王府 那就换个人管管吧 毕竟人年纪大了 脑子也会跟着不好使了 王云与高兴对视了一眼 赶紧狗腿地说道 世子英明 高兴 没事的时候 去花姨娘那走走 告诉她本世子很看好她 也很喜欢这个树妹 而且王府的侧妃之位 好像已经空了很久了 是 高兴暗叹一句 高 这样的条件 后院的女人 怕是没一个能够拒绝得了 另一边 向王府这边的官司 古兰自是不知 到家的她 正被一脸严肃的大儿子 仔细检查着 连拴在马车旁的一大一小 两匹骏马都没有发现 一日未见主子的大黑 也在一旁激动地 上蹦下跳 转着圈 摇着尾巴 魏北几个孩子 也站在一旁 担心地看着义父 说起来 孩子们之所以会这么紧张 起因全赖 古兰身上不注意沾染到的血迹 本来天色昏暗 大家是注意不到的 奈何 大黑的鼻子太灵敏了 围着古兰这个主人 不停地袖着 还不时地 弯弯地叫两声 让本来就有些担心的安安 顿时警觉了 全体将娘拉到了屋内 这让古兰甚是后悔 在路上只因着急赶路 没有提前换件衣裳 哎呀没事啊 爹真的没事 就是在山上打猎时 不注意沾到血了 一点伤都没有 说着还主动卷起衣袖 任由儿子仔细地检查着 这小子不自己看到 晚上怕是都会睡得不安稳了 亲自检查了一遍 发现娘衣物除了一些细微的刮痕以外 确实没有其他外伤 安安这才将心放了下来 然后又像个小老头一般地皱起了眉 爹 你不是去骑马吗 怎么又上山了 古兰失笑地看着儿子 真没想到 截然一身的自己 有朝一日 竟然还会被人管住 还是自己的儿子 这种感觉 说实话 真是该死的不讨厌 是去骑马了呀 不过 在骑马过后 又上了一趟山 对不起妈 爹回来晚了 让你们担心了 看看自己的大小儿子 还有满脸担心的义子义女们 直接道歉就对了 爹不必道歉 不过 下次可不能这么晚了 天都黑了 天黑了 是是 天黑了 爹下次一定早点回来 苦兰好笑地抱起小儿子 安安弟弟说得对 义父不必道歉 我们知道义父没事就好 义父没事就好 虽来到义父家还不足一月 但是他们已经将这里 当成是自己的家了 义父带他们极好 吃穿用度几乎 与两个弟弟没什么区别 宅子里的下人们 也从未看低他们 见面也都是公子小姐 恭敬有加 可以说 这短短的日子 是他们有记忆以来 过得最熟悉 最快乐的时候 每日里都能吃得饱饱的 而且还能练武读书 还能肆意地在村后奔跑 去村前的小河里泡澡 去树林里 爬树掏鸟蛋 看着村子里的孩子们 调皮捣蛋的 甚至能打架 这些一切一切 都是他们做梦都想要的 但如今 竟然身在其中 孩子们都很珍惜 对于让他们过上 这珍贵日子的义父 更是如目至极 不自主地想要亲近 你们呀 古兰没有厚此薄笔 每个孩子都疼惜地 点了一下小鼻尖 然后换来了孩子们 灿烂地笑 古兰也傲娇地 看着小家伙们 儿子们 女儿们 你们光顾着检查 我身上是否有伤了 难道不想看看 车里有什么吗 爹 马车里有什么 你列掉什么好东西了 好吃吗 还说弟弟是个小吃货呢 我看 你也是个小吃货 就想到吃 想知道 不会自己去看看呢 而且还有惊喜哦 爹 还不好意思呢 快去看吧 古兰拍了拍 儿子的小屁股 他有预感 趁现在还能拍的时候 赶紧拍 以小家伙龟毛的性子 恐怕用不了多久 就不会让他拍屁肥了 嗯 安安重重地点头 走时还不忘 将巴拉娘的弟弟 拉下来 牵着弟弟的小手 一起去 走了几步以后 停下来 奇怪地看着身后 哥哥姐姐们 你们不去 去去 孩子们 撇开了嘴 然后赶紧地追上了两个弟弟 古兰微笑 没着急跟上去 而是拿着衣裳 去了镜房 洗了个澡 又是骑马 又是上山 又是打猎的 还和狼打了一架 身上其实早就汗津津的 看着主子 拿着衣物进镜房 几乎都不用吩咐 打压就喊人 抬来了热水 让古兰舒心地泡了个澡 洗了个头 然后清爽地去找孩子们了 连碗食都没想起来吃 穿过院门 一进入后院 就听到孩子们兴奋的声音 和不断惊呼崇拜的声音 爹爹很厉害的 哦 厉害 皮肤太棒了 那还用说 哇 熊熊好大哦 花花以后也要做这么厉害的人 嗯嗯 我也是 一走进后院 就看到孩子们围着地上的大笨熊 还有野猪 抒发着对自己的崇拜 外围还有着不少的围观者 好笑地看着孩子们 拼了眼马车 没见那一大一小两匹马 怪不得安安还能这么淡定地 和哥哥姐姐们一起夸赞自己的爹爹 公子 随着古兰的靠近 夏目等赶紧见脸 也惊动了孩子们 爹 发现娘过来的安安兴奋地跑过来 跟屁虫小康康 也不甘示弱 古兰赶紧搂住一大一小两个儿子 爹你好厉害 可以打到大黑熊 齐叔李叔他们说 大黑熊非常凶 一巴掌能把人脑袋拍碎了 爹 齐叔他们说得对吗 看到大黑熊太激动了 安一见到娘 就迫不及待地求证着 厉害 拍碎 小康康 虽然不明白这是啥意思 但非常神奇的 每次复和哥哥总是能抓到重点 看着两个宝贝儿子求知的目光 鼓拦重重地点头 对 齐叔他们说得没错 大黑熊确实很厉害 一掌真的能将人的脑袋拍碎的 不过 我儿子非常有眼光 你们的爹爹也很厉害的 说着 古兰还深以为然地点点头 惹得两个儿子都笑了 义父 孩子们也都站了起来 同样兴奋地看着古兰 行了 你们也别为这大黑熊了 得让叔叔们收拾了 回头 给你们炖熊掌吃 嗯 说着 心里暗自孤亮开了 瞧着熊掌个头 也还可以 四个全做了 应该够吃一顿的吧 当然 这个够中 自然也包括了向云锦三人 一听到吃熊掌 孩子们的眼睛都亮起来了 刚才夏叔叔说 大黑熊时也提到了熊掌 当时那个表情 孩子们还记得 就是非常向往 非常垂涎 非常非常想吃 总之 按照夏叔叔的意思 熊掌是一种非常美味 且珍贵的食物 没想到 他们竟然也能吃 义父对他们简直太好了 好到孩子们都不知道 以后如何来报答 想到美味的熊掌 孩子们快速地远离大黑熊 几个大点的 还殷勤地询问叔叔们 可不可以帮忙 得到首肯后 都屁颠屁颠地 跟着齐叔叔他们 小点的 也都好奇地 在一旁观看着 完全没有觉得 场面过于血腥 安安 小康康 也被引起了兴趣想过去 被古兰拉住了 安安 没有发现什么惊喜吗 惊喜 安安看向大黑熊 目光疑惑地看着娘 好像在说 难道那不是惊喜吗 至于野猪 对于安安来说 早就不是惊喜了 那只是惊喜之一 爹还带来了 专属安安的惊喜 我的 爹说的是真的 爹爹什么时候骗人了 安安赶紧摇头 然后小短腿 飞快地跑向了夏木 他们来到后院时 只看到大黑熊和野猪 没看到其他东西 所以娘口中所说的惊喜 夏叔他们一定知道 夏叔 夏叔 小公子 惊喜呢 什么惊喜 夏木真的 没跟上小主子的脑回路 就是马车上的惊喜啊 安安一副你好笨的模样 马车上 夏木真是一头雾水 小的知道了 一旁的彭时 接了夏木的话 他想起了 被他牵进马厩的马军 这个或许就是 小主人口中的惊喜吧 你知道 是什么 小公子可以到马厩去看看 本来想直接说的 但看到不远处的主子 想到小主子口中说的惊喜二字 彭时 咽下了小马轩三个字 转成了提示 既然是惊喜 还是小主子自己发现 才叫惊喜 马轩 彭时点头 两人的对话 也引起了其他孩子的注意 孩子们对惊喜 都会有好奇心 于是除了几个 对大笨熊 更感兴趣的 其他都跟着安安弟弟 去找他口中的惊喜了 小康康见此 也挣脱了爹爹的手 马六的跟上 见此 古兰也随手从后院 拎了个灯笼 赶紧跟上 主要是怕孩子们 忍不住诱惑 自个儿进到马厩里 就算是还没长大的小马 没有大人的看护下 也是很危险的 小孩子毕竟没个轻重 惹恼了马军 他可不论你是不是孩子 那是照提不误的 并排一长六的马厩 安安目的非常明确地 直奔想那几个空的 月光下 一尖一尖地看下去 然后欢呼响起 安安整个人 都变得兴奋极了 手指着马厩里的东西 不停地跳跃着 嘴里不停地 喊着小马 不过激动归激动 好歹还知道分寸 并没有打开门 闯进马厩里 而是打开 向来不离身的胯包 从里面拿出 亮晶晶的冰糖 扔进了小马君身旁 没事的时候 经常来喂马 安安是知道 马儿们喜欢吃什么的 奶糖更好吃一些 但是黏牙 被娘说了一次后 就不再给马儿吃了 似乎是闻到了糖味 小马君也很给面子的 准确捡起了 地上的冰糖吃起来 这让安安更加的兴奋 被谷小柳 不对 谷小柳 抱起来的康康 对着小马君 也拍手叫着 本就没有多高的娃娃 抱着一个 胖乎乎的小娃娃 站站微微的模样 紧跟过来的古兰 赶紧将孩子 从小柳身上接过 义父 乖 爹 小马 好漂亮的小马 安安也看到了娘 指着马厩里小马 非常的兴奋 说是小马 其实也不算小了 只不过 相对于成年马而言 确实是要小上一圈 不过 确实是很漂亮 是一匹纯黑色 眉间带着一簇 菱形白毛的小骏马 还不足一岁 或许是到了个陌生的环境 不太熟悉 吃完冰糖的她 此刻正在马厩里转圈 古兰先前见到的第一眼 也挺喜欢的 走到大儿子身旁 默默默安安兴奋的小脑袋 喜欢吗 嗯嗯 特别喜欢 谢谢爹 喜欢就好 不过 你戏做人了 啊 小马 是锦叔叔送给你的 锦叔叔 爹 那我能接受吗 傻孩子 不能接受 爹辛苦的帮你拉回来做什么 还能叫锦喜吗 爹 太棒了 回头 我一定会好好谢谢锦叔叔 真棒 爹 我能看看小马吗 知道是自己的 没跑了的 安安放心了 旋即又不忍心的想去靠近 当然了 不过 看可以 在没有熟悉前 不可以随便上手啊 嗯 记住了 安安与哥哥姐姐们都赶紧点头 恐怕慢了一步 爹爹 义父 就改变主意了 就连抱在怀里的小康康 也人来风的跟着点头 将小康康 交给了安安 古兰打开了门 在孩子们期待的目光下 将小马拉了出来 跟着他跑了一路 或许有了些记忆 小马很是顺从的 跟着出来 出来以后 明显情绪高涨了一些 一双大眼好奇的在院子里 看来看去 孩子们都小心地围上去 不过 都听话得没有离得太近 一直注意这边情况的彭时 还非常有眼力劲的 又拎着个灯笼跑了过来 包皮 收拾野物 他不在行 再也只是打个下手 加着有几位小公子 打下手 更用不到他 公子 小的来 古兰点头 将江省交给了彭时 正好也能更好地 看住孩子们 小康康用力往前蹭的小模样 古兰还真是不放心 另一边 慢了一步的 莱条和吴晓 鄙夷地看着彭时 不约而同地 骂了一句马屁精 同时也在后悔 自个儿怎么慢了一步呢 这么好的表现机会 便宜了彭时 这个小白脸 安安小心地站在 马君身旁 眼中的喜爱 根本抑制不住 不过也只是在旁边 看着 没敢上手摸 爹 你有胡萝卜吗 安安突然想起 马儿最爱之一 期待地看着娘 花银刚落 然后就高兴地看着娘 从他那 无所不能的袖带中 拿出了两根胡萝卜 谢谢爹 安安高兴地接下 小心地凑到了 小马的嘴前 小康康见此 也想上前 只不过 被爹拘住的他 任凭抗议也只能看着 根本就挣脱不了 爹那铁钱般的手 爹爹 老实待着 不然晚上没有睡前故事 对于康康而言 这可是天大的威胁 瞬间老实了 只是小嘴觉得能挂油瓶了 虽然他并不知道 爹爹口中的油瓶 到底是什么 或许是不熟悉 递上前的胡萝卜 小马没有第一时间吃 而是先尝试地闻了闻 闻到熟悉的味道后 才高兴地吃起来 一口下去 半根胡萝卜不见了 再一口 一根没了 两根胡萝卜 也就片刻间就消失了 安安倒是挺有成就感的 两根胡萝卜是他喂的 小六儿他们看得是 蠢蠢欲动 不过都懂事儿的没动 眼中也没嫉妒这种东西 古萝很满意 只有一匹小马 那么就代表着 只有一个孩子能得 也就意味着会不公平 但是这个世界本就不公平 别说这匹马是别人送的 就算是自己买的 也不可能为了所谓的名声 去委屈自己的孩子 只会先给自己的亲儿子 而且当主人的自然要和马儿 多亲近 这边安安喂了两个胡萝卜以后 又从胯包里拿出了两颗冰糖 吃了这些东西后 小马明显看安安的表情 都不一样了 安安 以后他就是你的小伙伴了 你要不要给他起个名字 嗯嗯 娘的提议实在是太好了 安安一边看着小马 一边想着 小马一身躯黑躯黑的 要不然就叫嘿嘿 但很快被自己否认了 家里已经有了大黑 叫嘿嘿 大黑会不会以为是在叫他呀 看到小马头上像眼睛的白毛 安安突然笑了 爹 我想好了 小马以后就叫白眼 爹 好不好听 安安期待地看着娘 一副等着夸奖的模样 古兰 难道取名废还会遗传 白眼 咋听都不像是个好词 古兰忍住想要抽动的嘴角 硬生生地将他提了起来 嗯 好名字 以后就叫白眼了 儿子真棒 哼 白野狼 说快了还真像 白银 真是好名字 安安弟弟真棒 小六小七他们 哪里知道什么是好名字 只觉得挺顺嘴的 而且是安安弟弟起的 那能不是好的 被夸了 安安也有些不好意思 指着白眼眉间的白毛说 嗯 我就是看到白眼眉中 那撮白毛随便起的 古兰 呵呵呵 行吧 只要是自己高兴 别说叫白眼 白眼狼都没问题 嗯 好了 不走了 白眼跟着我 跑了一路也很累了 也要休息了 瞧着孩子们的兴奋劲 姑妈一时半会儿也消不了 要是游着他们 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古兰赶紧地提醒着 主要是都这个时间点了 他太饿了 安安是有些不舍 但再听到小马累了 不舍瞬间没了 赶紧催促着彭叔叔 将小马牵进了马舅 瞧着马舅外 仍然恋恋不舍的孩子们 古兰也不管他们了 有彭食在 会看着他们的 准备去犒劳犒劳自己的肚子了 其实早就咕咕叫了 一回来 管家就问过他用饭没 想必这会儿 应该准备的也差不多了 碗食主要是 以养生清淡为主 虽然身子经过 这些日子的调养 在他看来已经差不多 但毕竟底子差 得坚持 一碗瘦肉粥 一个馒头 一道凉拌 一道热炒 古兰吃的是 津津有味啊 饭后 大黑熊和野猪 也都收拾好了 野猪肉一点没留 在古兰的吩咐下 李锤拉去了村后工地 天气日热了 不过夜里还是凉爽的 处理过后的肉 还是能放上几日的 而且别看这只野猪大 但耐不住干活的人多 摆多口子呢 又都是能吃能干的汉子 最多两日 其实也就解决了 至于大奔熊 熊肉被分成了若干粪 熊掌 熊胆 和熊的肘骨 都被管家小心地端过来 让主子过目 除了熊胆留下 熊掌 金管家又按照主子的吩咐 掉在了井中 井中温度低 掉在里面放个几日 是没问题的 熊肉其实是挺稀罕的 但这头熊却着实大 全自己消化也不大可能 放到最后 兴许还会浪费 想了想 留下了一半 剩余地让金管家 平分给了村里人 熊肉虽然有一定的 药用价值 但其实吧 古兰听说味道欠佳 口感不怎么样 不然 这么稀罕的东西 古兰怎么可能 轻易地送人 熊胆直接被收进了空间 而后看着还有时间 按照医书上 记载的方法 古兰又开始收拾熊骨 准备泡熊骨药酒 熊骨也是好东西 结合着特定的药材 泡出来的酒 具有强筋撞骨 通筋止痛的功效 对风湿性关节炎 以及骨头发育 营养不良 都有疗效 古兰自然不可能浪费 整个过程 一共用了近一个时辰 安安和小康康 早已经忍不住 困境先睡了 康康的睡前小故事 都没来得及听 等他回房时 两个孩子都甜甜地 在睡箱中 帮孩子们盖上 踢掉的小被子 如常又练了一个 时辰的内功 他才卸下 一日练功早时后 将孩子们送去 零食偏房 改出来的学堂后 古兰就开始 请教金管家 熊掌的处理方法 他虽然对吃有些研究 但是熊掌这种东西 压根就没有机会接触 自然也没想过去了解 做钱的处理方法 是真不知道 至于做法 倒是从一些 美食节目里听说过 就是从来没有机会实践 金管家做了 二十多年的老厨子 尤其还是在 权贵人家做的厨子 自然有机会 接触各种稀罕物 自然也懂得 收拾和做法 主子请教了 他当然不敢拿巧 仔仔细细地 将方法教给了主子 总之 熊掌要做的好吃 前期处理很重要 而且也会费上些时间 不然 好食材也会被糟蹋成 一堆烂肉 若是先熊掌 就可以省略冷水浸泡 这一步种 但若是干熊掌 但若是干熊掌 须得先将 干熊掌用冷水浸泡 两日左右 使之初步回软 而后再用热碱水 洗刷干净 去掉油腻和脏物 用清水洗干净 然后放入冷水锅中 煮沸半小时 再慢火 焖一个时辰 捞出 放入温水中 推进毛 除去掌底的一层老皮 洗净 前期的处理工作 就完成了 本来金管家 是想亲自示范一下的 毕竟家里有现成的熊掌 也确实是遇到 这么好的食材 手有些痒痒了 被古兰拒绝了 能遇到一只熊不容易 谁知道 下一次还能不能再猎到 古兰一定是要亲自动手 也更能加深印象 虽然是新鲜的熊掌 古兰还是准备浸泡一下 就半日吧 等下半日再开始啊 而后又安排夏木李锤 去了趟云州城 请香云锦三人 明日过来吃熊掌 三个人一个伤了腿 一个伤了胳膊 一个虽然没有受伤 但狼群之事应该也够忙活的 所以来不来 古兰一点都不勉强 反正他也请了 一半日很快就过去了 下学后 得知安安有了一匹马做礼物 狗蛋和哥哥们 跟着安安他们就直奔向后院 连家都来不及回 然后就是一连叹的惊呼 自狗蛋口中响起 瞪着大眼睛 稀罕地看着马厩中的黑马 羡慕得不得了啊 三合四合也是 也是羡慕得不行 在这瞬间 也好想要古叔叔 这么一个爹 对孩子简直太好了 安安这么小 竟然也能有属于 他自己的一匹马 看到小马 可就要他们 眼馋得厉害 安哥哥 古叔叔好好 狗蛋直接多了 想什么就说什么 羡慕的话脱口而出 嗯 我爹是天下最好的爹 李叔他们也挺好 能不打我 我就更好了 狗蛋瞬间被转移的注意力 人小鬼大的感慨了一句 昨儿晚上被打得屁股还疼呢 他不就是拔光了攻击后屁股上的毛毛 爹太凶了 想起来的狗蛋 忍不住地摸了摸自己的小屁股 这话惹得三合四合笑起来 小弟如果老实点 不招貌豆狗不作 四叔哪里会揍他吗 哥哥们的笑对于狗蛋 早就免疫了 压根就不往心里去 眼睛亮清清地 看着马厩中的小黑马 哎呀 太漂亮了 狗蛋实在是太稀罕了 安安哥哥 等我长大了 白眼能借给我齐齐吗 安安 嗯 有点舍不得怎么办 但看着狗蛋期待的小目光 最终还是点点头 谁让他们是好兄弟呢 哇 安哥哥太好了 狗蛋最喜欢安哥哥了 剑答应了 狗蛋的彩虹屁立刻奉上 三合四合也想啊 不过毕竟年纪大一些 这话可不好意思说出口 只能继续羡慕地 看着马厩中的小马 被十几双眼睛 不住眼地看着 白眼倒挺淡定 除了偶尔分神 扫一眼马厩外 更多的时候 都是用屁股对着 但仍让孩子们 看得津津有味 安安一大早的时候 就带着胡萝卜和冰糖 喂了白眼 还在娘的带领下 轻轻摸了摸它 在彭叔陪伴下 拉着围后院转了好几圈 所以这会儿 倒也没想着打扰白眼 不远处彭时 雷叶早在孩子们到来后 都提起精神 时刻地注意着 以防万一 好在也没有看太久 三合四合 拉着一步三回头的小弟 回了家 下场还有课呢 自从林夫子来了以后 他们的课业 由半日就变成了一日 而且每日还会布置作业 完不成者 林夫子是会有惩罚的 想到惩罚 三合四合 拉弟弟走的步伐更快了 快点 饭后还能抽点时间 看会儿书再休息 下场 孩子们上课后 古兰便开始折腾熊掌了 泡过水的熊掌 看起来变化不大 就是干净些 不过仍是被他用热碱水 洗了很多遍 最起码腥臭味淡了些 前掌还好一些 后掌味道就浓重了 一股臭脚丫子味 这还是一只 有味道的大黑熊 然后按照金管家所说的 冷水下锅 煮沸半个小时后 再慢火细炖一个时辰 一个时辰的时间 过得还是很快的 正好是孩子们下学的时间 连上了一日课 古兰也不拘着他们了 任由孩子们出家门 到外面疯玩 只要晚时间回来就行 以前有金宝金袋 现在有魏北等哥哥姐姐在 他更是放心了 不管孩子们了 开始收拾 煮好的熊掌 温水中将毛全部退进 这会儿自然不用他动手 金石金柱俩兄弟全包了 四个熊掌退进毛 还是费了点时间的 连同脚掌的老皮一同去掉 接下来 古兰真的亲自上手了 将熊掌加入葱姜 酒 花椒 水上蒸一个时辰 金管家的做法中 是没有花椒和酒的 但想要更好的去腥味 他觉得 再加上这两种料更好 其实他是想加料酒的 空间里有不少 那和 造房里那么多双眼睛看着他 就只能用白酒代替了 不过 应该也没有太大区别 在蒸熊掌的同时 菜鱼也开始准备主子们的晚食了 晚食后 熊掌蒸的时间也到了 让儿子自己在房里 完成夫子布置的作业 古兰又扎身造房了 这一忙又是一个多时辰 熊掌在被剔除脚骨后 加了料又上锅蒸 中途为了更好地清除 熊掌的腥臭味 增加鲜美度 须得不断地换料水 而后将发好的熊掌 用水拱两次 然后再用高汤杀一下待用 做完这些 夜色已经很深了 活动下身子 剩下的留到明日继续 熬夜是不可能的 他装男人装得再想 那里还是个女人 暧昧的心还是不变的 好容易身上长了那么一点点肉肉 皮肤也不再粗糙 绝对不允许自己气色差 以及有黑眼圈这个东西 而后杨庄将熊掌放在了水井里 实则为了熊掌味道不受影响 收进了空间里 反正没有他的命令 也没人敢私自将熊掌 从井中拿出来 没什么事了 打发一直守着的金管家 还有一直打下手的蔡玉 他们去休息 古兰回房了 不出意外 两个孩子已经自发地 跑到床上睡着了 金宝两兄弟守着 没敢离开 挥挥手 让两孩子赶紧回去休息 摸了摸撒娇的大黑 洗漱好的古兰 才关上了门 一日心中挂念熊掌的他 早早地起来 本以为自己已经够早的了 没想到 金管扎菜鱼他们更甚 都已经在开始 做着准备工作了 岸面上已经放好了 杀好的几只鸡 还有昨日由骑士买来的火腿 也已切片 将香菇等山珍泡发 还有猪肘子 为了口感 野猪肘子古兰不准备用 与家猪比 野猪腥味太浓了 定会影响熊掌的味道 不过 猪肘子得等会儿 李家村的赵才父子 虽然开始从操就业了 但这会儿应该才刚刚开始杀猪 想猪肘子 得等到天蒙蒙亮 至于熊掌 不着急 等准备工作全部做好 再拿出来也不迟 为了让熊掌的味道更鲜美 他还准备加入被肉 被肉也是昨日 夏木他们从骑士买来的 可以说 整个云州城 也只有骑家铺子里 还有海里的东西 当然 价格才不是一般人能吃的 将被肉上的老金 撕去洗净 放入容器中 然后加上葱姜酒 高汤等调料 蒸制一到两个时辰 成丝状 即为发好 再放置圆汤中浸泡 总之 想要吃到美味的 蒸熊掌 撇除最初的准备 也要几个时辰 周城内 齐恒用过早时 就迫不及待地带着娘子 驾车从府里出来了 不就是腿被抓伤了吗 回想起那日 回家后的情形 齐恒就唏嘘 娘和媳妇那个紧张的 哭就不用说了 家差点被淹了 然后就把她当成了 强保中的婴儿 不夸张地说 差点连出宫 都要替她亲里亲围了 简直太吓人了 她也知道娘是被吓住了 毕竟一同出去的 护卫死了几个 是瞒不住的 剩下的也没有好的 全部带伤 不仅娘 就是大哥和爹 也都被吓得不轻 昨日整整躺在床上一整日 在家人的关爱下 那是痛并快乐成 其实腿伤的伤 也就是深了些 重倒是不重 已经慢慢恢复了 姑妈用不了两日 就能结家了 可奈何收到了古兰的信 齐恒哪还能坐得住啊 那可是熊掌 还是古兰亲自碰饪 别说只是小腿被抓伤了 就是两条腿都不能走路 她也能让仆人架着她去 昨日家人他商量好了 爹和大哥倒没什么 知道不去危险的地方 还是和温有渡他们一起 没有发表意见 娘就不行了 以她的腿受伤为由 就是不想让她出去 媳妇也眼巴巴地看着 一死也显而易见 最后见她意见签订 娘稍稍退了一步 但有个前提 想出去必须带着娘子 否则就是不行 没办法 为了美味的熊掌 她也只能妥协 看着马车里的娘子 齐恒无奈地摇摇头 马车在城门口停了下来 要在这儿等着两个损友 昨日一收到信 她就迫不及待地派人 通知温有渡向云锦 陈时在城门口等 显然她是最先到的 这俩家伙对吃都不积极 齐恒比试 夫君 你别老动 有挨伤口的恢复 马车里 齐王氏担心地看着夫君 轻轻将夫君 从门口拉进了马车 齐恒 看吧 这就是她不想 带娘子出来的原因 娘子说的是 齐恒又朝城门口看了一眼 顺着娘子的手 坐回了车内 不过 车门并没有关 吩咐车夫直接对着城门 不妨碍她的视线 夫君 你早时只喝了点粥 再用点糕点吧 好 赶紧接过娘子手中的枣糕 车上全是娘带的枣糕 说是她受伤流血了 要多补补 而红枣是生血的好东西 齐恒胡乱地吃下去 虽说家里的糕点做得不错 糖尹放得刚刚好 不甜腻 耐不住她不喜欢吃呀 夫君 再来一块 眼见着娘子又要递来一块 不忍拒绝 正要伸手的齐恒 突然看到城门口熟悉的马车 心中一喜 不用了娘子 我去迎那兰兄 说着 速度极快地从马车内移了出来 夫君 小心你的腿 看着动作粗鲁的夫君 齐王氏差点忍不住跟着下来 没事 齐恒不在乎的摆摆手 感谢兄弟来得真是时候啊 不然又要被迫吃那讨厌的糟糕了 那了 齐恒威瘀着上前 殷勤的姿态让下车的温有度 奇怪得多看了几眼 平时要来迟了 这家伙哪一次是笑脸相迎的了 不噎你两句那都是他心情好 齐恒看了看温有度护着马车的侍卫 又看了看自己马车周围 了然地看着温有度 一副难兄难弟的口吻 兄弟你也这是被重点保护了 你不也是 温有度逆着齐恒的车 两人同时苦笑着 估摸着这样的日子要持续几日了 谁让他们把家人都吓坏了 你不知道多夸张 只是出去吃个饭 我娘就是不放心 还让我娘子跟着 弟妹来了 也 你车里也有其他人 我妹妹 接着 两人同时一叹气 有着这么两位祖宗跟着 想象以前那么自在是不可能了 接着 两人同时走向各自的马车 娘子 下车见过大蓝兄和温爱妹子 小艾 你怀心兄长和嫂子到了 在各自婢女的搀扶下 齐王氏和温爱下了车 温兄长 小艾妹妹 齐兄长 嫂子 齐王氏稍有些紧张 虽说眼前的这位是夫君的好友 但他一介妇人 见到的次数还是有限 而且他们的身份 也让他很难不紧张 温爱一如既往的随和 也没有周末千金的架子 招呼后 很自然地上前挽住了 齐王氏的手臂 表现得很是亲热 见到嫂子真好 这下小园就不担心孤单了 嫂子也是 他们这些大男人啊 一说起话来 哪里还能理咱们 嫂子也很高兴呢 嫂子 你头上的发簪真好看 好看吗 嗯 很好看 温爱很是真诚地点头 那小模样 让人就想相信 她说的是真的 妹妹真会说话 这是嫂子前几日啊 在珍宝阁刚买的 今日才刚待 妹妹要是喜欢 就送妹妹了 说着 齐王氏要将头上的簪子拔下 被温爱拦住了 嫂子 可不要和我客气 这簪子太适合嫂子了 我想要的话 去珍宝阁选就是 这温爱说得认真 齐王氏也没再坚持 拉着温爱就是一顿夸 主要是这姑娘长得实在是俊 看到两人头一次见面 就能这么融洽地相处 齐恒和温有度都松了口气 要是其中一个不好相遇的 都够他们兄弟头痛的 你腿没事吧 没多大问题 好多了 就是走路有点疼啊 天气越发热了 还是住一点好 没事别出门 羊好伤了 怎么蹦的都行 你怎么也和我娘一样啰嗦 放心吧 我心里有数 正说着 城门口又看到一个熟悉的人影 高坐在马背上 后面跟着俩马车 不就是姗姗来 呃 也不算来迟的向云锦吗 紧致 齐恒挥手 要不是温有度骑士拽住他 差点又忘了自己有一条腿 是伤的 与他们相比 云锦除了一辆载雾的马车 身旁也就跟着高姓和王远二人 不像他们 马车两旁还各跟着几名护卫 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要干什么呢 其实就是受邀去吃饭 对两人点点头 向云锦微微扯了扯嘴角 就看向了齐恒的腿 温有度的手臂 你的腿 你的 没事 两人齐齐摇头 大男人 这点伤算什么 在紧致这个硬汉面前 绝对要挺住 不然一定会遭到鄙视的 孝世子 温爱齐王氏 看愣了一瞬 在夫君和哥哥的事意下 回神 赶紧喊人 两人应该说 不是一次见到过向云锦 但每一次 还是会忍不住的发下呆 主要是长得太完美了 即便有心理准备 但每次见到 还是会被惊住 每见一次 都会惊叹一次 怪不得云州城内的姑娘们 会这么迷向世子 说实话 齐王氏自问 若不是他已经成亲 还真敌不住 这位世子的魅力 温爱倒还好些 只是纯粹的欣赏 主要是年纪小 也没有考虑这方面的事情 而且他身体一直不好 每日的经历 大多都在调养身体上 不过从去年 遇到那位古大夫 换了他的药以后 病情确实稳定了许多 而且大夫们 拿着哮喘药的样品 经过努力 也有了收获 这边 向云锦算是 给面子的点点头 然后飞快地扭向 旗横温有度那边 出发吧 老大都发话了 两人那还敢说什么 赶紧示意地 自家女眷上车 对于向云锦的冷脸 没觉得有什么 以他对年轻女人的 态度而言 能点点头 已经算是很给面子了 李家村 猪肘子买来后 处理好 已经和鸡腿分别上锅 蒸熟后备用 向云锦他们到的时候 准备工作做好的古兰 刚刚歇了一会儿 听到管家通报 就去门口相迎 锦大哥 齐兄 温兄 向云紧将了一路的脸 见到古兰的那一刻 终于放松了些 点点头 古兄 古兰 我们来了欢迎不 不欢迎还能给你们送信啊 先进来 古兰逆了他一眼 说着 示意管家赶紧地 将大门全拉开 去掉了门槛 齐恒很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不嘛 怎么了 那个 不借我多带个人来吧 齐恒看了一眼马车 扭腻地说 家里人担心 古兰明白的应该 古兰 我一点都不明白 可他能说他介意吗 古兰忍住 想要翻白眼的冲动 不介意 就是这三个字 好像更低沉了 那个 温有度也站了过来 我这里也多带了一个人 哼 没事 不过是多两张筷子的事 古兰扯扯嘴角 说话间 马车上的人下来了 竟是两名女眷 而且其中一个看起来还很面熟 另外一个做着妇人的装束 不出意外 应该是内祸的夫人 两人都是各有千秋的美人 妇人稍稍训一些 要不是自己现在是男人的装扮过来 还真想多看两眼 毕竟美人嘛 谁不爱看 温爱也处于震惊中 还没想到 大哥来带他见的朋友 竟然还是救了他命的古大夫 震惊的结果就是一双美眸 正正地看着古兰 眸中有着异样的光彩在浮动 连哥哥拉他的动作都没有发现 向云紧道没有意外 在城门时看到温爱 就知道会是这样 妹妹 温有度尴尬地看了一眼古兰 用力地拉了一下妹子 古夫人 醒神的温爱 展开了一抹惊喜的笑 然后规规矩矩地行了一礼 原来去年她没看错 见到的真是古大夫 温小姐 古兰微笑点头 心里却吐槽着 这缘分还真是出乎预料啊 温有度看着妹妹又看着古兰 眉头皱起 防备地看着古兰 你们认识 哥哥 我去年是不是说过路上犯病的事 妹妹 你是说 你去年在路上 被一个自称村医的大夫救了 这位大夫 就是古兽 碰巧而已 虽说是碰巧 但这个碰巧 却是实实在在地救了她的妹妹 温有度无法形容此刻的心情 古兽 停 打住 没什么要感激的 确实只是凑巧 而且也收了银子的 那不一样 我妹妹的命又岂能用银子来估量 古兽不仅刚才救了我 没想到以前还救过我妹妹 我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 反正啊 以后你就是我的亲兄弟了 古兰师笑 这句话好熟啊 自从来到这个世界后 好像已经听了不止一次 是不是大家为了表示感谢 都喜欢说这样的话 哈哈 难道说不救令妹 就不是兄弟了 哈哈 我的错 我的错 咱们当然是好兄弟 就是 不过好兄弟你们也太矫情了 瞧瞧我 都是直呼其名 你那是不矫情吗 你那是没大没小 咱们中 哪一个不比你大 还有 这是尊称 兄弟之间还分得那么轻 齐衡嘴硬着 反正就是不承认 自己是最小的 这话 你可紧直说去 一句话 对得齐衡哑口无言 不服气地瞪了眼 问有度 齐衡挤着笑脸 看向古兰 古兰 我跟你介绍 这是我内子 原来是弟妹 欢迎欢迎 古兄长 齐王氏实实然见理 对于眼前温文而笑 白白静静清秀的男子 观感不错 而且刚才也听到了 他还是位大夫 还救了温家妹妹 自家夫君和温公子 是多年好友 他也是知道 温家妹妹身子不好的事 能救了温家妹妹 想必医术定是不错的 没想到 夫君身边还有这么一个朋友 看着气质如蓝 长相娇美的弟妹 古兰夸了一句 你倒是好福气 那当然 齐衡一脸傲娇嘚瑟 多亏身后没有尾巴 不然准翘得老高了 齐衡啊 有没有人告诉你 太嘚瑟了 很容易被打的 齐衡嘚瑟的模样一顿 狠狠地瞪着古兰 坏人 又威胁人 可是 打不过怎么办 夫君 齐王室担心了 拉了拉齐衡的衣袖 没事 我们闹着玩的 古兰对着齐王室点点头 然后又邪腻了眼齐横 都见过了 接下来古兰让开身子 请大家进去 看了最后进来的锦大哥 还有那一车的东西 古兰默默地摇头 反正他说的再多 锦大哥下次来的时候 依然顾我 很快 大家都被请到了正厅 一同进来的还有各种礼物 廖师带着大鸭二鸭上茶 看着地上的这些礼物 古兰麻木的同时 当即也决定 多准备几个菜 当然 也不乏今日 多了两位教客的原因 温小姐 其地美 喝茶 至于另外三人 已经很熟了 不用他招呼 已经自个儿端起茶水 喝起来了 两位教客含蓄地笑笑 然后各自端起 小小地坠了一口 路上耗的时间不长 加之马车上 也都有茶水 倒是不渴 我这里 你们都熟 锦大哥 起兄温兄 可以带温小姐 其地美 随便逛一逛 我造坊里还忙 就不陪你们了 都是熟人 古兰没和他们客气 齐恒一听造坊 便想起熊掌 赶紧挥手 去我去吧 我们这里不用你陪着 向云锦也点头 虽然刚尝过古兰的手艺 没几日 也不是没有吃过熊掌 但古兰的手艺 每一次都会带来惊喜 他还是很期待的 正好也用美食 来犒劳 他那前两日 愤怒的心 温有度自然也是期待的 毕竟古兰的手艺 真是一绝 温爱也是吃过古兰手艺的 听到古大夫要去造房 脑子里就自然想起 在逃荒路上时 吃到过的炒栗子和卤肉 虽然有一点点惊讶 古大夫会亲自下厨 但也没有太过于惊讶 只有齐王氏 奇怪地看了眼 自家相公 兴奋的模样 古兰笑笑便离开了 肘子和鸡腿 蒸煮的时间也差不多了 熊掌是时候拿出来了 他前脚刚踏出去 齐横便和一头雾水的 娘子解释了 娘子 你还记得之前 我带回去的美味吗 齐王氏点头 可惜夫君只有偶尔 才会带回去 但味道是真的好 每一次都不够 他们家人分的 就连家里的两个小侄子 每当这个时候 也都不再挑食 吃得肚子圆圆 他最喜欢的就是 雪妹娘系列 可惜家里的女人孩子 纷纷就没多少了 他也只分到了几个 都没舍得吃完呢 前的还剩下两个 用冰藏着呢 夫君会这么问 难道 齐王氏想到了 其中的关键 那 夫君 你的意思 那些都是从古兄长这 拿回去的 聪明 不愧是我的娘子 齐横又开始臭屁了 这么一说 齐王氏还真是期待起来 要不 咱们到院里逛逛吧 行啊 景致 你去不去 齐横看着向云锦 出都出来了 他也想带着娘子逛一逛 向云锦位置可否 不过 却站了起来 达成空时 很快就出现在了院子里 温爱 齐王氏 都好奇地观察着这里 房子就是很正常的砖瓦房 没有碧瓦非蒙 没有雕梁画洞 不过 却透露出一种实实在在 朴素的美 但院子却着实不小 与他们府中比 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总之 一眼没有望到头 光是主院都快比得上 一个二进的院子了 这里虽然离城远一些 但住的确实宽敞很多 主院没什么好逛的 除了院子 几棵树 就是房子 然后就是造房里散发出来的 扑鼻的香味 还有偏房隐隐传出的读书声 披了眼西乡房 三人眼中闪过了然 怪不得先前在正房里 没有听到动静 原来读书的地方换了 看着娘子有点疑惑的目光 齐横解释着 那是古兰儿子在读书 古大夫都有儿子了 看着那么年轻 比夫君还小呢 齐王氏是真没想到 这位古大夫 竟连儿子都有了 很惊讶 先前没见到女主人 他还以为古大夫 还没成亲呢 用得着这么惊讶吗 古兰可比我大 有儿子不是很正常 话虽如此 齐横眼里还是闪过一次羡慕 齐王是难得不淑女的 逆了眼夫君 而后眼里又隐隐有些失落 成亲两年 他的肚子一直没有动静 虽然公公婆婆没有说什么 也没有催他 夫君更是没说什么 但他心里是真急啊 更何况大嫂又怀上了 回娘家的时候 娘也带着她 专门去妇科圣手那里看过 说是寒气有点重 但问题并不大 大夫说可能是缘分没到 他好想这个缘分赶紧到 齐王氏不由自主地摸了摸肚子 齐横杨卓没有看到的 一把抓住娘子的手 安抚式地抚摸了几下 感受到夫君的体贴 齐王氏依赖地看着夫君 虽然夫君确实有 那么一点点的不靠谱 但对他真的是很好 也很维护他 这就足够了 走吧 咱们去后院看看 听说后院种了不少东西 嗯 向云锦率先卖步 一走到后院 被古兰打发走的大黑 便迎了上来 好奇地看着两个陌生人 但好在还有分寸 并没有太过于靠近 尽管这样 还是让齐王氏又吓了一跳 缩在了夫君身旁 大黑坐下 可惜这家伙只是淡淡地 瞥了他一眼 完全不买账 齐恒 嗯 脸有点烫 偷偷瞥了眼娘子 好在还缩在自己身旁 没有看到这一幕 啊 不算太丢人吧 至于其他人 除了温家妹妹 齐恒脸皮早就练出来了 向云锦嘴角可疑地上扬了一下 看向大黑 大黑坐下 然后大家就看到 直直看齐王氏和温爱的大黑 就这么温顺地坐下了 齐恒 啊 差别待遇 太明显了 哪一次来这里 他也没少位啊 齐恒永远地看着大黑 可惜 大黑连个眼神都没给他 舍得其他人都偷笑不已 温爱则微微测过身子 哥哥的好友 面子还是要给人家留的 而且讲真的 大黑先前他见过的 倒也没有觉得多害怕 相反啊 对于这个狗狗 温爱还是挺喜欢的 接着 大家就看到 向来清冷又洁癖的向云锦 直接蹲在地上 神色柔和地摸着大黑的脑袋 大黑也配合地生长 哎呀 这一幕 让心里害怕的齐王氏好了很多 终于赶从夫君的怀里出来 不好意思地看了看大家 也看向了大黑 娘子 你看 没事的 大黑很通人性的 就是看起来有点凶 齐恒趁机又安抚娘子 齐王氏点头 这会儿他已经好多了 就是心底还是有点怵 去玩吧 向云锦拍拍大黑的脑袋 站起身来 似乎是听懂了他的话 大黑还真是转身 跑到了一旁 不过并没有离开 而是选了出阴凉的地儿卧下 目光是并没有离开他们 但这样已经很好了 齐王氏明显不怕了 温爱和齐王氏两位娇小姐 哪里接触过后院里的东西啊 别说猛一进来 还觉得挺稀奇的 虽然养了很多东西 但收拾的都还挺干净的 最吸引他们的是那一成六的马舅 俩人不懂马 看不出来马的品种如何 但能看出来养得真不错 个个儿彪肥体壮的 毛色正亮 而且精神气都很好 还有小羊膏 看着就是出生没多久 他们从来不知道 小羊膏原来这么可爱 软嫩软嫩的 追在母羊的身后 咩咩的叫着 看了会儿 大家伙被后院里绿油油的一片所吸引 造访里 古兰已经将熊掌蒸进锅里 正在准备其他的吃食 多了两位美教客 准备的稍微精致些 专门做了几道 女客喜欢吃的偏甜口味的菜肴 其中一道就是咕嚕肉 没有菠萝 但却有羊眉 只不过是古兰从空间里偷渡出来的 就这样 很快一个多时辰过去 不仅美食准备的差不多了 安安他们也下学了 一下学 便从管家口中知道了 锦叔叔他们到来的消息 顾不上哥哥姐姐妹妹 拉着弟弟就回了厅房 锦叔叔 你们来了 嘿 锦叔 你 你们来呢 不到年纪 却每天赖在学堂里的小康康 也学着哥哥母样 软软地喊了起来 这可爱的小母样 一下子蒙到了温爱和齐王氏 不仅如此 长得也精致 不知道的 真让人以为是漂亮的小女娃呢 尤其是齐王氏或许是太想要孩子了 所以见到可爱的孩子 就有些忍不住 看到自家娘子期待的小目光 齐恒赶紧将 在项云井面前 腻歪的安安和小康康叫了过来 安安 康康过来 这是你们齐婶婶 其实一进来的时候 安安就发现了 房间里多了两个人 还是两个非常好看的人 正好奇着呢 听到齐叔叔喊 毫不犹豫地抛弃了锦叔叔 来到了齐叔叔的跟前 齐婶婶 两个小家伙软软地喊着 大眼好奇地盯着齐王氏 安安只觉得 眼前的婶婶和她见到的都不一样 具体怎么不一样 安安也形容不出来 好孩子 看到两张小小的笑脸 齐王氏心里瞬间软成了水 想上手搂住两个孩子 但又怕吓着他们 说话间 就将手腕上的两个玉镯 全撸下来 拿着 婶婶的见面礼 安安 莫名觉得有股熟悉感 安安看了眼齐叔叔 他记得没错的话 齐叔叔见他第一面 也是将身上的玉佩 要送给他做见面礼 有句话叫什么来着 对 李奶奶说过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都这么喜欢给见面礼 安安赶紧拉着弟弟 向后退了一步 连忙摇头 谢谢婶婶 婶婶能来我们家 安安跟弟弟都很高兴 不要见面礼 婶婶喜欢你们 没事 拿着吧 齐王氏说着 就想将手里的镯子 放在孩子手里 谁料 小家伙又退了一步 也就是身上没带 适合小男童的礼物 不然 他也不会用玉镯 谢谢婶婶 真不要 安安果断拒绝 安安的话 让默默拿出 见面礼的温爱 又默默地收了回去 他看出来了 这小家伙 别看年纪不大 却很有自己的主见 拒绝的态度很明显 齐王氏求助地 看向了自家夫君 不明白俩孩子 怎么会不要 他们齐家可是周成首富 吃穿用度上 从来不会亏待儿媳妇 他拿出的东西 哪样不是好的 就是他娘家条件不错 每一次他拿出的礼物 娘家人也都是很稀罕的 那些七大姑 爸大姨 远亲们 就更不用说了 齐恒失笑 在娘子拿下玉镯时 他就已经遇见这种结果 毕竟 他曾经也遭受过 收回吧 他家没有收 见面里的习惯 安安看着点头 哥哥点头了 小康康也赶紧地跟着 看出了小宝贝的坚定 齐王氏也只得将镯子 重新套在手上 同时对于安安更稀罕了 这孩子教得真好 要是换成他的侄子侄女 巴不得他这个姑姑 多给点好东西呢 一双美眸 不住眼地看着两兄弟 可惜 两孩子的注意力 又被温家妹妹 吸引过去了 安安记忆力一直都很好 倒是对这个温姨也 有点印象 逃荒路上被堵持 曾经远远地看到过 毕竟是温叔叔的妹妹 小家伙还是有一点点诧异的 和弟弟乖巧地 喊了声温姨也 得到漂亮一意 温柔地笑后 两兄弟又乖巧地 回到了景叔叔身边 与此同时 在造访里忙活 一两个时辰的古兰 终于放松了 去掉尾部 吩咐打下手的 菜鱼金石兄弟 片刻后上菜 出了造房 造房里忙活了这么长时间 一身的油烟味 他准备洗洗换身衣裳 免得熏到两位教科 一进厅房 就听到两个儿子 招呼人的声音 古兰惠心一笑 爹 正热衷于帮叔叔们 添茶水的安安 一抬头看到娘进来 高兴地叫着 但手里的动作却没停 小刚刚直接抛弃了 陪他玩的温姨姨和齐婶婶 投向了爹的怀抱 是熊掌好了吗 见到古兰进来 鼠齐横的眼睛最亮 清晨时就没有吃太多 这会儿肚子早就饿了 要不是为了正午的美味熊掌 他早忍不住吃糕点了 要知道 古兰这里的糕点 有很多是外面都买不到的 不愧是吃货呀 就想着吃 古兰瞥了他一眼 好了 等我一下 我换身衣裳 换什么换 又没有外人 别听他的 去换吧 像云锦这维护的模样 让齐王氏 温爱 忍不住多看了两眼 像世子对待古大夫 好像不一般呢 嗯 古兰点头 也根本没将齐横 这个吃货的话 放在心里 看向老儿子们 安康康 帮爹 将叔叔姨姨 审舍们 带到餐室好不好 嗯 好 两声稚嫩的声音 同时响起 尤其小康康 听到爹也给他安排任务 挺起了小胸膛 傲娇的小模样 让见者都忍不住笑起来 古兰速度很快 等回到餐房时 儿子们已经安排得 明明白白的了 康康还学着哥哥 招待着大家 同声同语 惹得房间里笑声一片 就连在门外守着的金管家 也笑奄奄的 公子 魏北小六他们呢 古兰环顾着空旷的院子 以往孩子们下学后 都会在院子里待会儿 活动活动 一直坐着的身体 在房间 听到家里有客人来 下学后就没出来 文言想要踏进餐房的脚一转 古兰转身去了孩子们的房子 在房间里做功课的古脚画 古小曹 听到门外义父的声音 就忙走了出来 怎么还待在房里啊 肚子不饿 义父 家里不是来客人了吗 我们去合适吗 小曹年纪大些 迟疑地看着义父 只是说出的话 懂事得让人有点心酸 傻孩子 忘了你们是我的孩子啊 哪里有不合适的 跟义父走 古兰疼爱的柔柔小曹 明显营养不良 枯黄的头发 一声傻孩子 一声你们是我的孩子 让小曹一下子红了眼睛 感受到的温暖 即便心里还是有些迟疑 但还是让他点下头 小孩年纪小一些 很多事情都是一知半解 见到小曹姐姐点头 小姑娘也跟着点头 然后是魏北 柳哥 小六他们 孩子们都有着小曹一样的顾虑 但随着义父的话 虽然心里紧张 但仍乖顺地 跟着义父进了餐房 随着他们进去 房间里热闹的气氛 顿时一停 都惊讶地看着古兰身后的孩子们 一段时日没来了 这些孩子是怎么回事 有这么惊讶吗 给你们介绍一下 他们是我收养的孩子们 收养 齐恒是最沉不住气 惊叫出声 夫君 齐王是拉了拉齐恒 在人家里大呼小叫 是很实礼的 心虚地笑了笑 齐恒坐下身子 一激动 不小心就把娘子给忘了 看着孩子们 项云锦也皱起眉头 一直知道古兰是个心软的人 但好归好 也要有个度啊 收养这么多孩子 古兰是不是有些草率了 瞧着古兰身后 神情忐忑的孩子 项云锦选择沉默 瞥了眼齐恒 发现在他娘子的压制下 齐恒已经闭嘴了 项云锦嘴角扯了扯 这货带夫人一起出来 也不是没有好处 最起码话少了 古兰眯着眼看向了齐恒 是啊 你有意见 这家伙今日若敢胡乱说话 他保证决定让他吃不到 心心念念的熊掌 齐恒赶紧摆手 没有没有没有 我只是太惊讶了 马上开饭了 这时候哪能得罪古兰呢 再说 他确实也是惊讶 哪有人一下子 收养这么多的孩子 又不是自己没孩子 真是搞不懂古兰的想法 不过这家伙的脑子 确实和他们不一样 还算实相 古兰决定不和他一般见识 然后向孩子们 一一介绍他们口中的客人 小家伙们有些紧张 但表现得还算不错 随着义父的介绍 孩子们依次向客人们问好 也得到了善意的回应 尤其是两位 长得像仙女一般的人 温温柔柔地 看着他们 说出的话 更是像银铃般好听 至于浑身冷嗖嗖 美得不像人的那个 孩子们几乎都没敢正眼对视 压迫感太强 看一眼就感觉 整个人都发冷 他们不知道的是 其实他们眼中冷嗖嗖的人 已经收敛了 要不是身上散发出来的寒意 哪里是他们这屁大脸的孩子 能够承受的 而后 为了让孩子们吃饭 不那么拘谨 孩子们是单独一桌 也是为了不让向云锦 他们心里别扭 饭菜很快上来 除了今日的重头戏 桌子上摆得满满当当 还有几道是向云锦 他们没见过的 孩子这一桌的量 同样不少 虽说都是小孩子 但这些小孩子的食量 着实不小 安安自动坐到 哥哥姐姐妹妹那一桌 娘那一桌要喝酒 而且桌子也过高 既然饭菜都是一样的 她自然选择 和哥哥们一桌 康康这个小跟屁虫儿自然也是 古兰本来是不放心的 但看着魏北就在康康身边 也没强迫小家伙回主桌 辛苦了 清冷中带点柔软的声音 在餐房中响起 向云锦温和地看着古兰 对对对 辛苦了 齐衡也赶紧地说道 还殷勤地站起来 帮古兰蒸了杯酒 这殷勤的模样 让他身旁的娘子看了好几眼 夫君一向是一个比较骄傲的人 能让他这么殷勤的人 可不多 兄弟都表态了 温有度自然也不落人后 知道就好 古兰身以为然地跟着点头 一点也不谦虚 做出了这么多的佳肴 他确实很辛苦 这不按张出牌的模样 一下子把大家逗乐了 温爱齐王氏也抿嘴低笑 就连因温爱和齐王氏 在大多时间一直冷脸的向云锦 也嘴角上扬着 好了不贫了 话不多说 都是自己人 咱们开动吧 那个温小姐和七家妹妹 也别客气 尝尝我手艺 放心吧 有我在 客气不了 齐衡忙说 眼睛不住眼地看着中间 唯一一道盖着的菜品 然后再三人期待地 和两位教客胡役的目光下 古兰掀开了陶瓷盖 随着他的动作 孩子那一桌年龄最大的 魏北学着衣服的模样 掀开了他们这桌 最中间的那道菜 然后双份暴击 一股无法形容的味道 瞬间在空气中弥漫 总之只能用香 诱人来概括 味道实在是太霸道了 就连温爱齐王氏 也震惊地看着那道菜 原来就是熊掌啊 怪不得会有这个味道 感觉有些迫不及待了 孩子们更是直接 被香味俘虏的他们 放飞了自我 哇哇地惊叫着 然后开吃 古兰表现最淡定 本就是出自他的手 主要在造坊里 味道已经闻习惯了 说实话 他第一次做 心里也是没底儿的 香味确实有些霸道 但味道真不知道 他做菜都是凭直觉 很少尝味 还愣什么 开动啊 对对对 开动开动 说着 齐横迫不及待地 将筷子伸向了熊掌 被项云锦用筷子逼停 接着 手中筷子方向一转 夹了一块熊掌中 最好的部位 送到了古兰的碗里 辛苦了 古兰一愣 心里却运贴极了 被维护的感觉 真的挺好的 行吧 那我就不客气了 你们也吃 说着 古兰将碗里的熊掌 夹进嘴里 惬意的模样 让其他人终于忍不住了 纷纷将筷子伸向了熊掌 这一次 齐横总算没有忘了娘子 还是先体贴地 帮娘子夹了一块 而后自个儿才吃 温有度也是如此 毕竟是第一次 到别人家做客 以妹妹的性格 定是不好意思夹的 然后就彻底地 被古兰的手艺掳获了 桌子上的酒都忘了 只见伸出去的筷子 却不见抬头 直到一大份的清蒸熊掌 完全告庆 大家的筷子才停歇了下 看着空空如也 也只剩下材料的盘子 古兰嘴角抽动了下 那可是两个熊掌 还有肘子 鸡腿 背肉 以及各种山枕 足足一大份 好大一个汤盆呢 问题是桌面上的其他菜 连动都没有动 看着正在回味熊掌味道的众人 古兰摇头失笑 不过 也挺有成就感的 至于孩子那一桌 情况比他们这里 好不了多少 也吃的是一干二净 且惊呼声不断 嘴里不停地说着好吃 怕是也会让他们 回味一段时间了 就连跟着主子们 一起来的侍卫们 也沾了点光 虽然没有熊掌 但是却吃到了 和熊掌一起烹调的 肘子和鸡肉 那味道 也是香死个人了 半个时辰以后 吃撑了的众人 回到了厅房 喝着管家端过来的 小神茶 满足地坐在圈椅上 温爱齐王氏 也如愿地 搂到了安安康康 两个小宝贝 忘了哥哥和夫君 饭后的小家伙 本就有些疲软 也没拒绝 不多会儿 便在两人的身上 呼呼大睡 古兰好笑地 将孩子们抱回了房间 接下来 因为有温爱和齐王氏在 温有度和齐衡 没有多呆 休息了会儿 便提出告辞 古兰客气了几下 也没有多做挽留 虽说自家事是自家清楚 但对外他就是男人 毕竟是女客 还是要注意一下 亲自收拾了一些礼物 将人送出了门 马车上 掀开石盒 看到里面的东西以后 温爱齐王氏 都是一脸的惊喜 是以前哥哥 夫君 曾拿回来的糕点 除了他们爱吃的雪妹娘以外 竟然还发现了几种 从来没有见过的 不同于一块块的糕点 这几种有的是 直接铺在纸上 成方或圆形 有的直接装在 自制的油纸杯中 周围全被抹上了奶油 据哥哥夫君了解到的 说是 从鲜奶中提炼出来的 一种物质 非常的好吃 造型哥哥非常的漂亮 还点缀着一些水果 散发出淡淡的诱人甜味 如果不是赏饭吃得太饱 温爱齐王氏 哪里能忍得住 光看不吃 温柔度还好 自持是哥哥在妹妹面前 还是要面子的 虽然多看了几眼 但还是忍住了 齐恒就忍不住了 看着造型各异 鲜艳的糕点 伸手就要戳上其中一个 想要尝尝味道 喝了小身茶 又歇了会儿 齐恒觉得 这会儿肚子 还是有那么一点空间的 尝尝还是可以的 可惜 他的手势快 奈何 齐王氏太了解 自家夫君了 一直防备着呢 在夫君伸手的瞬间 一巴掌拍了上去 啪 看着手面上淡淡的红纹 齐恒委屈巴巴的 缩回了手 哎 夫君 你不能动 这一切啊 回去之后 竟还要雨娘和大嫂分呢 说着就将石盒紧紧地盖上 放在自己身侧 防备地盯着夫君 那些是你的 他指着散发着烤箱味 用油纸包裹起来的东西 话外意思就是啊 别惦记我的 齐恒哭笑不得起来 其实他真不是太喜欢吃甜食啊 就是想尝尝 娘子也太夸张了 齐王氏 信你个鬼 古兰这边将人送出门 和项云锦又回到了厅房 既出来了 项云锦没着急离开 也全当散心了 古兰 收养是怎么回事 没其他人了 项云锦也没有顾忌 没想到 这家伙还惦记着 休养的事呢 哦 这件事啊 说来就话长了 长话短说 就是碰巧了 我和儿子 在慈悠院捐东西的时候 碰到几个曾经救过的孩子 一时心软就收养了 古兰说的简短 但项云锦知道 过程一定不会这么简单 不过 见古兰不太想细说 他便也不细问 看着项云锦拧起的眉 古兰想想 又说道 放心吧 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这些孩子们都是好孩子 我呀 只是想给儿子多养几个伙伴 以后长大了 也能多些帮衬 而且这些孩子 确实都挺和我演员的 以后若是遇到和演员的 说不定我还会收养 这些孩子太可怜了 古兰索庆 将预防针打下 这么一说 项云锦似乎有些明白 古兰的意思了 和世家贵族 豢养死世 有异曲同工之处 自己养出来的 的确和雇佣的不一样 最起码归属感就不同 不是一时兴起 或者太过于善心就好 明白了 项云锦点头 不再说什么 孩子最容易塑造的 这些孩子 若是仔细教养的话 还真有可能成为安安的助力 对了 金大哥 稍等会儿啊 说着 想到什么的古兰 转身回了内室 虚余间便出来 金大哥 这些你拿着 古兰将几张银票 放在了项云锦身上 买烈焰的钱 我都说了 项云锦无奈地看着古兰 有时候人太过于固执 也挺让人无奈的 要是换成其横文有度 听到宋两人 绝对转头就拉走 还怕他反悔呢 这个倒好 给的不要 但才说几个字 就被打断了 金大哥 你知道我的性子 一码归一码 烈焰品种这么优良 我能买到就已经是占你便宜了 钱是一定要收的 不然还真不好意思要 确实是 深深地看了眼古兰 向云锦妥协 将身上的银票拿起来 一共四张 每张都是五百两票额的 从中抽出了一张 将另外三张还给了古兰 一张就够了 这些码对外确实很贵 但是对内用不了这么多 古兰也没矫情 接过了三张银票 作为朋友兼救命恩人 拿个内部价 还是很正常的 而且五百两对于 有点抠门的他来说 确实不少了 正常的马匹 能买上不少了 可想到小母马 古兰又忍痛抽出了一张 递给小云锦 还有小马呢 古兰 怎么了 我是不是说过 这是我当叔叔 送给安安的礼物 而且安安已经向我道谢了 可 没有可 我知道逃皇一路的经历 让你借心重 但朋友之间 真的没必要算得太清楚 你若真觉得心里过意不去 可以用其他温和的方法 而不是这么直来直去 会让我觉得 你没把我当朋友 古兰被说得一致 这是小云锦第一次 这么对他说话 说实话 真是被震住了 不禁想 难道真的是自己想太多了 只是他的性格就这样 不想多欠别人的 付过钱的东西 也用得更加放心 今日 小云锦这么说 让他意识到 好像确实忽略了他人的感受 可是就这么接受别人的东西 总觉得收之有愧 这也是他为什么 每次小云锦他们来 都不会让他们空着车 回去的原因 锦大哥 我没这么想 我只是 只是不想占别人便宜 就如同当初救我是一样的 为了感谢 我都把荷包都给你了 偏偏不收 锦大哥 我 古兰 你救了我 我们又一路经历了这么多事情 你应当是了解我一点的 我不敢说自己是好人 但是 我敢保证 对你绝对没有坏心思 所以 不要和我太客气 好吗 古兰 赤话说的算得上是 推心致富了 今日锦大哥真的好感性啊 古兰本就不善言辞 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正正地望着那张 让人见之不忘 俊美到天怒人怨的帅脸 好吧 又帅 又说得这么有道理 他还能说什么 只能点头 既如此 将这收回去 哦 好吧 所以 他这算是被向云锦给忽悠住了 哼 古兰失笑 预料到向云锦不会要小马的银子 却没想到 会是以这种方式 被赌的是哑口无言 古兰这边笑了 莫名的向云锦的心情 也跟着好了起来 锦大哥 喝茶 为了缓解尴尬 古兰殷勤倒着消身茶 无奈结果 向云锦忍俊不禁 在手里把玩着 这会儿他可是喝不下了 所以转移着话题 我看到后院里的红薯 长势很好 平时没少下功夫吧 红薯 此名说起来还和古兰有关 是他无意间听古兰喊红薯 觉得不错 便也这么喊了 先前在后院 见到红薯长势时 他还惊讶了一下 没想到 在这里也长这么好 与山庄里司农 专门照顾的一点不差 还好吧 最初是因为改善土质 费了不少心思 种上红薯以后 基本上就没怎么问了 再交给我请的 两位老把式了 能被你夸奖 看来他们照顾的不错 嗯 是很不错 项云锦认真点头的同时 想到一个问题 虽然古兰说 改善土质费了不少心思 但是这里原先可是荒地 也就是土地不肥沃的地方 想要一下子改善 完全不可能 这是不是意味着 红薯对土地的要求 并不是特别的高 在土质不肥沃的地方 同样可以栽种 到这儿 又让项云锦想到了一个 他忽略掉的细节 王允曾经描写过 红薯生长的地方 就是在稍稍平整 向阳的一面山坳里 而且一长 就是一大片 很旺盛 在山里可没有人追肥 也没有人伺候 都能这么旺盛 不正说明 红薯的生命力顽强吗 怎么忽略了 这么重要的一件事 玄吉决定回去时 将这个发现 和私农提一提 明年或许可以试着 改变一下种植方案 有了项云锦这个中肯的评价 古兰决定 给帮他照顾田地的两位老把士 适当地发点奖金 照顾这些地也是挺辛苦的 说到土地 项云锦 云他的那白亩粮田 好像也该去看看了 距离上次到现在 也快有半个月了 回头带着老把士一起去 也好估算什么时候粮食成熟 到时候也早做准备 白亩田地 光是收割 就是一个大工程 家里的人就这么多 李家村每家都挺忙的 能分出的人也有限 说不得 还得从外村请人 古兰不禁想着 接着 从红薯谈到了红椒 现在应该说 是叫做青椒 已经接了不少 每日古兰都要摘 多吃不完的 有些被做成了泡椒 有些则被做成了 腌辣椒 光是腌制方法 就有两种 其中一种就纯粹的腌辣椒 另一种是加上花生 蒜等等配料一起腌制 吃到明年都不成问题 当然 还有最对古兰口味的油辣子 牛肉辣酱 鸡力辣酱 这些都做了不少 先前齐恒和温永度 他们离开时 他都给装了些 见向云锦对青椒有兴趣 古兰直接将他 拉到了后院的青椒地 让他亲手摘一些带回去 亲自感受一番 这一摘就是半个时辰 直到安安康康醒了 找过来才停止 不然 照向云锦的性质 摘完一亩地都有可能 成整一大筐 让高兴端到了地边上 而后和安安康康 两个小豆丁 随着古兰又去了菜地 古兰又给他摘了不少的青菜 可惜 茄子 豆角 黄瓜这些 只是刚刚结果 还达不到能吃的程度 倒是有几株掌势喜人的 番茄 半熟了 古兰剪着红一些的摘下 其实古兰都没想到 他能将番茄育苗成功 当时自己都惊讶得不行 还真是有种 天运之女的感觉 想做什么 都能成 而后的 然后的央子成活率 还是很高的 说实话 心里真是有些自得 菜地 也是雷打不动的 每日都要过来转一圈 番茄 那更是来了必看 可以说 这小小的果实 在他的眼底下 是一日一个样 今日还没有来得及看 没想到 真有已经可以吃的了 头茶番茄味道 还是比较不错的 它摘下来的 大概都有拳头大小 底部已经全红 只是红意还未及根部 不过 放两日就好了 也不多 加起来就十来个 这是什么 古兰摘的时候 向云警就奇怪地看着 他是不知道 蔬菜生长时的模样 但什么菜是没吃过的 可古兰手里摘下的 这种脑海中 却没有一点印象 我也不知道 不知道 是啊 你是知道 我一直都在 搜集新奇的种子 这是我无意间 买回来的 说是从海外运回来的 吃鱼是什么种子 店家也说不清 只知道 是和其他菜 是种在一起 混进来的 于是我就试着 种了一下 没想到 还真是出苗了 你看看 瞅着红彤彤的 多喜人的 向云警点头 颜色确实挺吸引人 而且看着水分 似乎很大的样子 就是不知道 能不能吃 正想着呢 大黑跑来了 也不知 是不是看出了 向云警的想法 古兰随手将最小的一个 丢给了大黑 只见大黑 飞身一跃 直接接近了嘴里 三两下 就咽了下去 向云警嘴角 忍不住地抽动 这一幕 何其地熟悉 让他想起了 困在山里时 古兰也是这样 检验食物 能不能吃 同情地看了一眼 欢蹦乱跳 不停撒娇的大黑 这家伙还以为 主人对他好呢 殊不知 只是让他检验一下 能不能吃 有没有毒 默默地为大黑 点上了一根香 希望这家伙 能活得长久些吧 不过眼下 是肯定没问题的 片刻后 大黑依然活蹦乱跳的 没毒是肯定的了 就是味道 不知道是怎么样 爹 这是什么 它好漂亮 我也想吃 他呀 爹也不知道 他叫什么 不然 安安就替他 起个名字 这一刻 觉得自己 还真是机灵哈 省得有人 好奇名字的由来 才还要去解释 啊 我姐 安安惊到 见爹点头 看着这东西 他还就真的 认真思考起来 爹 你看他 长得是不是 很像柿子呀 他倒是吃过柿子 主要是柿子色 不好吃 所以才能轮到他 嗯 别说 还真是挺像的啊 但是 他比柿子红 爹 要不然 叫他红柿子 好是好 可会不会 和柿子混淆了 不容易区分呢 儿子还真给力 取的名字 一下子 就接近 番茄的别名了 想想 古兰引导着 继续说着 好像是 爹 他刚接的果 是青的 要不 就叫青红柿 青红柿 爹 怎么样 青红柿 嗯 真不错 儿子 和柿子 也不容易混淆 俺真厉害 这个名字棒 看那一旁的 项云锦 也忍俊不禁 这么一个 不知名的菜 就这么草率的 被定下了名字 不过 倒也是挺贴切的 金安安这么一说 确实挺像柿子的 叫青红柿 完全没问题 瞥了眼在菜地里 窜来窜去的大黑 吃 应是没问题的 也是 既然是从商家那里 买来的种子 虽然是不知名的 但能吃是肯定的 爹 那我现在能尝尝吗 盯着那诱人的红色 安安已经有些忍不住了 小馋猫 吃吧 不过 这可是生的 别嫌难吃就好啊 上吃就行 安安才不管那么多 飞快地从筐里拿了一个 还小心地将胯包里的帕子 拿出来 自己擦了一下 看着哥哥拿了 小康康也站不住 巴巴地看着爹 忘了 这儿还有一个小馋猫呢 然后赶紧也擦了一个 递给了小儿子 这个时代 都是纯天然 无公害的蔬菜 没有农药 直接吃是没问题的 向云锦想要阻止 但当爹的都没害怕 想想闭上了嘴 然后就看到 安安一口咬了下去 汁水顺着青红柿流了出来 接着就是安安赠亮的目光 加快了咀嚼的速度 小康康也是如此 吃着的同时 还不忘发表他的意见 嘴里好吃好吃地说着 真的好吃啊 嗯嗯 那我也尝一个 古兰洋装好奇地 也拿起来一个 向云锦 不知道的还以为 俩孩子是捡的呢 孩子吃过后 当爹的才吃 哦 好像有一个确实是捡的 另一个没有任何争议 一看就是亲生的 和亲爹长得 像一个母子印出来的 嗯 酸酸中带着一点点甜 好吃 齐大哥 你尝尝不 没毒 向云锦其实也正有此意 也而撒吃得那么香 他也想尝试一下 这青红柿到底是什么滋味 果断伸手拿了一个 世子 高兴担心地喊了一声 被世子的一眼 委屈地闭上了嘴 虽然这东西能吃 但毕竟是不知名的 世子这么尊贵的身份 哪里能随便尝试 谁知道会不会有什么副作用 或者后遗症 哎 高兴只得担心地看着世子 这边只咬了一口 向云锦就觉得味道不错 甚至比一些水果还要好吃 怪不得两个孩子吃得那么高兴 这家伙喜欢寻找新奇种子的事 他一直知道 齐横那儿的铺子被他找了个遍 现在看他这个爱好 真的是太好了 好到他回去都想让人没事的时候 多到种子铺多逛逛 说不定也能有发现呢 古兰杨庄没有看到向云锦的目光 怎么样 能吃得下去吗 说着 瞥了眼他手里咬了一口的青红柿 向云锦的回答 就是将手里的青红柿全吃了 既然喜欢 这些都给你 不用 还是留着给安安和康康吧 不用 地里多的是 用不了两日都会熟了 向云锦看向菜园子里的青红柿 大多已经结果 有的已经有些红意 确实如古兰说的 用不了多久就熟了 选节也没再客气 高兴见此赶紧过来 从菜园子里出来两个孩子去上课 而后古兰又带着向云锦 去作坊逛了一圈 去了豆腐房 又看了堂房 然后又去了正在建的 已经稍稍有了点轮廓的庄子 向云锦倒是没表现出什么 习惯性的 全程冷着一张脸 像是领导视察似的 吓得干活的师傅们 多看一眼的勇气都没有 跟着的王允和高兴 倒是兴致勃勃的 对着作坊的规模和庄子 表示惊叹 只觉得古公子这摊子 一下子扑得也太大了 这坡里一般人还真没有 香云锦一直待到晚时候 来的时候带了一车的礼物 走的时候装的也不少 光是菜就两大框 还有些野猪肉 熊肉腌制的青椒牛肉酱 各种自家做的糕点甜品等等 林林总总占了不少的空间 人送走了 古兰也松了口气 这一天下来比他干活都累 一个冷冰冰 一个不善言辞 天知道 光是不想冷场 他都已经绞尽脑汁了 不过两个孩子倒是挺乐呵的 不管是大的小的 没一个怕向云锦的 卫背他们就不行了 饭后都老实的各回各的房间 直到人走了才敢出来 小点的几个还夸张的拍了拍胸脯 引得古兰失笑 不过也正常 别说他们就这么点大的孩子 就算是成年人 也受不了向云锦身上的气势 也就是对待他们 稍稍好一些 收敛一下 更温和一些 这一夜过得很快 天空刚刚露出余度白 还没有用早时的时候 古兰带人去了自家的地里 半个月没过来了 田里的变化 饶使古兰这个门外汉 也能看得出变化 原先成片成片的绿色 已经消失 变成了一片片黄色中 夹杂着片片绿意的海浪 在清晨的微风下 左右摇摆着 这模样 瞧着也用不了多久 就该收获了 果然 接下来胡叔的话 验证了他的想法 胡叔就是他在村里 专门请的仲田老把式 是李大伯特别推荐的 人非常的能干 伺候庄稼也是一把好手 嗯 麦子长得很好 东家瞧着地里的庄稼 最多时日就差不多了 东家心里啊 要开始有数了 胡铁捏着手里的麦穗头 说道 古兰手里也摘了几个 看着麦穗 就没 手里的麦穗头只不过是原先世界的一半长短 麦力虽然还算饱满 但是数量也太少了 怪不得古代粮食产量这么低 这会儿 他是真切地看到了 就这还被胡叔说好 这是在粮田里 可想而知 在更贫瘠的土地中 产量又是如何 想到这儿 古兰心里就忍不住地叹气 可惜 他不是农业方面的专家 不懂什么杂交 就连空间里存储的也都是现成的粮食 看着手里的麦穗 真有点后悔 怎么没有想起来 在空间里多存储些种子呢 杂粮倒是存了不少 卖人也有 不过是脱了皮的 真是可惜 听到胡叔的话 古兰心里有数了 既然来了 接下来驾着马车 索性将百亩地全部看了一遍 卖岁的情况都差不多 可见种植时候显然是同时播种 这也意味着收割时要同时进行 东家 胡叔 您说 东家 不是我小人之心 这粮食眼见着成熟了 还是要小心一些 好吃懒做 偷鸡摸狗之辈 尤其是这里远离村落 怕是会成为有心人的目标啊 虽然大多数人便是穷 也还是有一些底线的 但别忘了 在哪里都不缺偷鸡摸狗之辈 即便是繁华的圣经也是如此 不想出力 但又怕饿肚子 可不是想办法让自己吃饱了 而最简单快捷的 便是偷 这样的事情 每到粮食成熟的季节 根本就不是新鲜事 故而 每当这个时候 各家各户都严阵以待 家里的壮牢力 不分白日黑夜 都会轮流在地里守着 就怕辛苦种下来的粮食 为他人做嫁衣 而东家的这白亩粮田 长势喜人 一看今年就是个丰收年 就连他看着都忍不住心动 更何况 一些心思龌龊之辈 金谷书这么一说 古兰隐藏在脑海深处的记忆涌了出来 那是原生的记忆 每当粮食收割之前 无论是娘家还是婆家 确实都特别紧张 那几日 家里的壮牢力 确实都会在地里守着 话说 还真是得注意 要真是家里困难 逼不得已 被偷了也就偷了 可胡书说了 大多都是好吃懒做 偷鸡摸狗之辈 这样的人 饿死了也是活该 自家的粮食 凭什么要被他们偷啊 谢胡书提醒 你要不说 我还真忽略了 东家太客气了 这是我应该的 我还要感谢东家 给我这个工作呢 虽然家里也做着芽菜生意 现在日子过得是 曾经想都不敢想的 手里也是一日日宽裕 尽管是没有地 也是不缺吃喝的 但谁会嫌钱多呢 每月一两多银子呢 他们这种种了几十年地 也只懂种地的庄稼汉子 从来没有想到 这个年纪了 竟然还能挣这么多的银钱 心里特别的充实 只要好好的干 买地根本就不愁 是胡书种地种得好 有了他们 让他这个不懂种地的门外汉 省了多少功夫啊 就连夏木他们也都跟着学了不少 将后院的菜地 伺候得妥妥当当 胡兰的夸奖 让这个老实的庄稼汉子 忍不住地笑起来 微微有些勾搂的背部 也似乎挺直了些 到家后 用了早时 古兰就把金管家叫到了跟前 将胡书的话重复了一遍 相信 接下来的事情 有金管家在 应该会安排得明明白白 然后除墨行的事 也被古兰提上日程了 一呢 现在天气正好 二十多度 不冷不热 再过半个月 真正热起来以后 就不利于伤口恢复了 再者 既然答应了林夫子 在村学开学前就要做到 免得孩子们同言无忌 去说林夫子的伤口 还有金宝金那儿两个孩子 冬日里之所以没动手 是太冷了 而后又太忙了 分不出精力 这会儿能空闲几日 就抓紧把这件事办了 至于家里的其他人 古兰暂时没有这个想法 再等等看他们的表现吧 药水的材料已经配齐了 但具体的比例配置 还需要实验 这一日 古兰将自己关在房里一整日 大多的时间 都待在空间里做实验 好在空间里量杯什么的都有 经过数次实验 又拿了空间里晕着兔子 反复做着实验 啊 可怜的兔子 不吃你了 回头放声 但该做的实验 还是要做的 直到瞧着实验成功后 深入到兔子体内的磨 在化学药水的侵蚀下 慢慢地渗出 一直紧绷的神经 终于放松 古兰松了口气 当然 既是化学药水 肯定对皮肤 会造成一定的伤害 但这种伤害 已经被古兰 降到最低 虽然会溃烂 好好养护 养好也是可能的 墨迹已经侵入肌肤 在没有激光的世界 这是最好的办法了 虽然会受罪 但总比挖肉要强吧 相信 比起刘八 他们更不愿意 脸上永远留着罪人的印记 而且也不一定会溜八 大人不敢说 但是孩子的皮肤 再生能力强 兴许不会溜八呢 配好药水 晚时后 古兰便将灵夫子父子 金宝金蛋 以及金管家 都叫到了厅房 在树盏摇曳的烛光中 他将配好 装在小瓷瓶中的药水 拿了出来 公子 这是什么 还记得 我曾经答应你的事吗 金管家心头一震 那件事 他怎么敢忘 心里一直都记挂着呢 这些日子 他努力地做事 就是想要讨好主子 希望主子 早点能替孩子们 除去脸上的墨行 哪怕是去掉 三四成都行啊 想到这 金管家老激动了 声音禁不住地颤抖 公子 您的意思 您的意思 是要帮孩子去墨行 一激动 金管家将一头雾水的俩孙子 拉跪在地上 就磕头 曾宝俩兄弟 虽然不知道怎么了 但爷爷磕头 他们跟着磕就对了 行了 起来吧 我说的话向来作数 答应的事 一定会办到 不仅孩子们 只要是真心拿我当做主子 真心对待这个家 我自然不会亏待你们 你们也一样 三年后表现合格者 同样也有机会 除面上的墨行 主子突然公布的消息 有些猝不及防的 但让金管家更是惊喜 能让孙子脸上的墨行 除去一些 他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没想到 他们也有机会 虽然要看表现 但这本来不就是 他们分内之事吗 金管家又激动地跪下 砰砰砰三个头下去 这一次不仅金管家激动 已经听明白了的林夫子 也淡定不起来了 这才知道 主子喊他们父子过来 是为了什么 虽然主子在牙行 提到这个条件时 他确实非常非常的心动 不为别的 就为了儿子以后 最起码能堂堂正正的见人 但其实他也知道 便是没有这个条件 但是让他继续当夫子 他也拒绝不了 却没想到 主子真的兑现了 让他惊讶的同时 也惊喜 骄傲磨灭殆尽的他 玄机拉着儿子 和金管家一样 跪在地上 就是几个的头 同样感激地看着主子 只要主子能帮他儿子 去除脸上的墨迹 他的这条命不要都行 这一次 古兰没说什么 他们面上的墨行 代表了什么 他们比任何人 都更加清楚 感谢他这个主人 也是应该的 行了 眼归正题 药水我是配出来了 但是能够去掉几成 说实话 我心里也没底 但能肯定的是 一定会有作用 而且这过程 也会很辛苦 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 能够忍受这种疼痛吗 能 公子放心 只要有用 多大的痛我都能承受 我也能 林尚看了眼爹爹 也坚定地点头 本就是一个坚毅的孩子 不然 也不能这么 毅然地跟着爹 而这些日子的经历 也让这个孩子 变得更加的坚强 我们也能坚持 看着爷爷 催促的目光 俩兄弟也开口说道 也听明白了 公子要去除 他们面上的墨行 他们年纪是小 但也知道 面上代表的是什么 因为这个 爹娘已经偷偷哭了 很多次 能够去掉 能够让爹娘高兴 哪怕是疼 他们兄弟俩也愿意 都坚定地看着主子 嗯 有心理准备就好 接着 打开放在一旁的药箱 从中拿出了 医用器具 药水带有腐蚀性 即便是戴着医用手套 也是不敢用手 直接碰的 你们谁先啊 我先来 爹 我先来 我们先来 珍宝金蛋咬咬牙 也站了出来 虽然也心慌得厉害 他们也是小男子汉 不能丢人 这一幕 让古兰眼底下 不禁露出笑意 不可否认 勇敢的人 却是比畏畏缩缩的人 更容易让人产生好感 林夫子留下 古兰自然选择 他们中唯一的大人 也让他做个表率 接着让金管家 将孩子们带出去 连同静静待在软榻上 玩耍的安安康康 同样如此 准备好了吗 林晴僵硬点头 古兰拿出提前准备好的棉布 咬着 林晴赶紧接下 咬在了口中 他也担心自己忍不住疼痛 叫出声来 也免得吓到外面的孩子们 开始了 这三个字 让坐在椅子上的林晴 浑身僵硬起来 紧紧地咬住口中的布块 然后就看到 主子拿着一块 他从未见到过的器具 夹着沾着药水的棉布 轻轻按在了兽形的面部处 紧接着 一股凉意透了出来 转瞬间 就感觉到一股刺痛 但随之而来的是 更加剧烈的疼痛 忍住想要冲口而出的身影 林晴紧紧地咬着口中的棉布 双手不自主地抓住圈翼的扶手 因为太过于用力 轻轻暴突 脸上也同样如此 痘大的汗珠 磕磕滴落 感觉面部靠近耳朵的那块肉 像是被万一啃噬 那种滋味 林晴想死的心都有了 但再痛 也要坚持 努力地控制自己的头部不动 还有颤抖的身体 好在这个过程持续的时间不长 只觉得 附在墨行处上的压力一松 莫名地心里也跟着一松 虽然依然是很疼 这边古兰没有心思观察其他的 注意力全在伤口上 看着被药水灼烧发白之处 面色不变的他 拿出消毒后的镊子 小心地捏着 被药水腐蚀渗出的异物 剔除 剔除的这个过程也并不好受 林晴咬着布块坚持着 面上疼痛的汗水也从未停过 好在林夫子受刑的时间并不长 墨迹虽然渗入肌理 但扩散得并不厉害 看着伤口处 古兰觉得 效果应比他想象的要好一些 只是伤口要疼上几日了 想要完全恢复 怕是要用上半个月 直到感觉到耳下面不知处 被主子用布覆盖住 筋疲力尽的林晴 才像是重新活了过来 浑身污吏地坐在圈椅上 只来得及像主子 感激地扯扯嘴角 然后本能地喘气和缓着 门外 几个孩子的心情也不平静 尤其是林尚 担心的目光 就从未离开过木门 可惜他们什么都听不到 屋内安静一片 不知道是个什么情况 不知道过了多久 房门被打开 金管家还有林尚 赶紧跑上前来 扶着缓缓走出来的林夫子 爹 你没事吧 没事 林夫子摇摇头 然后在儿子和管家的帮助下 转身对着主子 就是一拜 看到林夫子一身 就像是水洗似的 可见过程的痛苦 金管家有些担心地 看着两个孙子 林夫子一个大人 都尚且如此 不知道俩孩子 能不能承受得住 担心归担心 为了孩子们的将来 就是再痛 也要承受 林尚 你先扶你爹回去 然后再过来 金宝跟我进来 看了金宝一眼 古兰转身回了房 心慌的金宝看向爷爷 还有听到消息过来的爹娘 看到他们鼓励的目光 咬咬牙 转身跟了进去 林尚则向主子一拜 然后扶着爹出了主院 向他们的房间走去 次后爹躺在床上又喝了水 他才在爹担心的叮咛中 毅然转身 向主院走去 他年纪大一些 更加明白 脸上被刺之物代表着什么 所以即便是再受罪 他也会忍住 金宝一进到厅房 便听从主子的意思 把房门关死 坐在椅子上 什么都不要想 闭上眼睛 金宝赶忙地爬上了圈椅 老是坐在上面 随后眼紧紧地闭着 小手不自主地紧紧地抓住扶手 眼瞼内不停转动的眼珠 说明这小家伙的紧张 然后就感觉到 主子的手摸在了他的后梗处 再然后 什么都不知道了 接住差点滑下椅子的金宝 古兰抱着孩子出现在空间 刚才林秦的表现 他都看在眼里 一个大人尚且都这般难以忍耐 更何况 不足十岁的孩子呢 考虑了一瞬 古兰便决定将孩子带进空间 在这里 即便再大的痛苦 也不会醒来 就像是打麻药 只需要睡一觉就变好了 找出了医用药店 将孩子放在了上面 他开始了 整个过程与先前一般无二 唯一不同点就是 不用考虑对方的情绪 反而更加顺利先 时间相对来说 还稍短了一点 等全部处理好出局以后 也只是看看过去的一刻钟 足足比林夫子用的时间少了一半 这边门一打开 金宝的爹娘便迎了上来 担心地看着在主子身上的儿子 但却也不敢太向前 直到主子抱着孩子的手向前伸 今时才敢向前地将仍在昏睡中的儿子抱在怀里 放心吧 孩子只是昏睡过去了 看着神色正常 甚至连一滴汗都没有的金宝 金管家一家也明白 为什么让孩子昏睡 也让他们齐齐地松了口气 林夫子先前的模样确实挺吓人 天知道 明明很短的时间 等待中的他们 却有种度日如年的感觉 小的一家 谢主子大恩 激动中的金管家 携全家跪下 再次感激 起来吧 金大 跟我进来 快去 金柱小声地催促着儿子 金大性子本就比哥哥跳脱线 看到哥哥只睡着了 没什么痛苦的样子 也就更不害怕了 站起来就跟着主子进去了 随着大门的关上 门外等候的人心又忍不住地提起来了 此刻 古宅所有下人都得到消息 几乎都等在了门外 金管家也告知了他们 主子正在做的是什么 讲真的 所有人心里都挺火热的 心里都暗暗想着 以后一定好好表现 说不定 三年后 他们也有机会将面上的墨行 除去一部分 这样 出门不用总是为了掩饰 带斗力了 安安康康 则被大鸭二鸭哥哥们 带着和大黑在院里玩 虽然觉得家里人都处在门口 有些奇怪 在玩耍中的他也没有多想 又一刻钟 同样昏睡中的金袋 被送了出来 接着是林尚 又是一刻钟 林尚被爆了出来 叮嘱金管家派一人守着林家父子 并将手里提前装好 具有硝烟阵痛的药包 递给了他 吩咐他派人先药 睡之前 每人都要喝上一碗 好好的肉 被药水腐蚀 是很容易被感染 进而引起发热的 这一夜 屋中还是有个人的好 金管家连连点头 知道药包的重要性 他一定会亲自看着煎药 这一夜 金管家一家是既高兴 又紧张担心 几乎所有人都没有入睡 紧张地守着俩孩子 唯恐夜里起高热 解决了心头的一件事 这一夜 古兰搂着俩儿子 倒是睡得香甜 自日 身轻气爽起来的他 带着儿子女儿们去练功 而后又去查看了 林夫子和孩子们的情况 虽说夜里都不出所料 微微有些发热 因为有所准备 喝过药以后 清晨时都已经退了 精神看起来都还好 古兰放了林夫子几日的假 这种情况也不一再受课 好好地休息 也利于伤口的恢复 最高兴的莫过于孩子们了 一听到不用上课 兴奋地带着安安和康康 出门玩去了 虽然他们也都挺喜欢 读书上课 但爱玩也是他们的天性 可以放松 玩是没孩子能够拒绝的 古兰摇摇头 笑笑 也没拘着 孩子们就该释放一下天性 挺好的 而且从安安的言语中 他也了解到 林夫子还是比较严厉的一个人 上了这么长时间的课 一直都没休息过 全当给孩子们放假了 这一日很快过去 四日 古兰帮林夫子和孩子们 换好了药 依然红肿 但明显好了很多 将伤口上又被残余药力 腐蚀出的杂物剔除 上药以后重新包好 两日过去 疼痛感已经减轻了很多 金宝金袋已经耐不住 跟在小主子身后了 第二次换药后 脸颊上的伤口已经消肿了很多 并且开始结痂 不碰 基本上不疼了 换药时 金管家一直都是陪护着的 最初时 伤口看起来很吓人 但随着时间慢慢消肿 伤口的情况更加清晰 看到原先脸颊上清晰的墨迹 但到微不可见时 金管家简直要喜极而弃了 就感觉主子真的好厉害 这么深的墨迹 竟然真的能拔出来了 其实这和洗涤消毒液的原理类似 就是将物品上的脏字 一武甚出 古兰也算是半个医生 所以这方面的配方 还是了解了一些 滴 滴滴 配方纯属虚构 与此同时 地理的庄稼成熟的也差不多了 夏木他们也要开始带人 轮流到地头上巡逻了 金管家前几日就将 请人收粮的消息透露出去 来报名李家村的没几个 倒是距离李家村最近的两个村子 来了几十口子 都是从自家村里 来这边盖房的亲戚那里听说的 当然也和金管家给的工钱高有关系 不仅每日六十文银子 还管两顿饭 而且只要招上就开始上工 跟着一同去巡逻 不至于夏木他们忙得连吃饭的功夫都是硬挤出来的 对于这一点 没人不愿意 不干活只是巡逻 还能多挣一日的银钱 这样的好活可不是好找的 故而大家都踊跃报名 而后录取者会分黑白两班 明日跟着夏木他们下地 一日 古兰醒来的时候 夏木李锤带着食物和约好的时间 和早早过来的短姑们已经去地理了 地理的时间有人问 墨行的事也告一段落 松口戏的古兰没清闲几日 又准备开始着手酿酒的事了 至于康康被安安带着一起去读书了 不用他这个当爹的问 平时乍乍乎乎的小家伙 却是出乎意料的能坐住 有模有样的跟着学 虽然听不大懂其中的意思 但记忆力却是极好的 林夫子教的文章 跟着读几遍 就能胡伦个背出来 在他这个年纪是极为少见的 当然 他的哥哥也不慌多让 有安安这个诸遇在前 康康表现得这么妖孽 林夫子倒没觉得特别惊讶 儿子们都在学习 古兰倒也不怕 有人会随便进房间 放心的将空间里曾研究过 关于酿酒方面的书籍 都拿了出来 又仔仔细细地研究一遍 然后综合取其精华 依依列在纸上 从中寻找这里最适合的酿酒方式 不说能够提炼出浓度烈性的酒 最起码也不能像喝啤酒一样 酒味太淡了 哎 这个时代的酒对古兰而言 真是一言难尽 哪怕年节时和李大伯 李大哥他们喝了几坛子 都也只是有微微的醉意 要知道那一坛子酒 可是二斤装的 足足喝了好几坛 而且大多数都还进了他的肚子 当然他是喜欢酒 但却不是酒鬼 只是喜欢在无人时 偶尔小酌 享受那微醺的醉意 选来选去 最后还是选择酒区办饭法 想酿出好酒 酒区是其中最重要的环节 也就是说 想要酒好 必须要有好的酒区 空间里倒是存了不少酒区 谁让他有段时间心血来潮 总是想要试着自己酿酒呢 于是 拖了不少人 从挺出名的一个酒厂 高价买了不少酒区 因为他买得多 人家一度还不愿意卖 唯恐他开酒厂争生意 然后在朋友的再三说和下 卖了 空间里存储的倒是 够酿出不少的酒 但却不是长远之法 想一直酿出好酒 就必须自己造出酒区 其实书账都有 而且难度倒也没他想象中的那么大 只是从来没有做过 说真的 心里还是没底的 但既然决定了 有底没底 都是要做的 他若真是成功了 在不动用空间迎钱的情况下 他和儿子以后就真的是不用愁了 说白了 会让自己这么辛苦 也是想光明正大的 带儿子过好日子 再者 这些技术一旦成熟 也会让儿子受用一生 甚至传承下去 便是他最后不在了 也不用担心 最初刚来时是因为原生 但现在 却是真心的把儿子 当成自己的心肝了 不知不觉中 做的一切 都是在为儿子着想 但他却甘之如頤 收回烦扰的思绪 他认真的又研究起来 不仅仅酒区 还有酿酒的工具 都要准备起来 农忙过后 他就要着手酒房的事 所以在这之前 酿酒器具 要提前准备好 这个时代的人 酿酒都是最原始的方法 不禁蒸馏 所以酒的浓度才会过低 这会儿他要做的 就是将酒水蒸馏锅画出来 然后找师傅做出来 就在古兰在房间里 写写画画的时候 李家村来了一辆驢车 车上面坐着一家四口 一名看似书生的男子 驾着车 后方坐着一名妇人 和两个孩子 自打找到李家村 看到这里房子以后 面色不遇的妇人 脸色才渐渐的好了些 李家村距离城里 没有他想象的那么远 整个村子也和他想象的 破烂脏叉不同 出人意外的 干净 房子甚至比城里 有些人家的还好 最起码比他们 现在租住的房子 要好太多了 一眼望去 整个村子给人的感觉 就不同 总之讨厌不起来 正想着呢 驢车停了下来 就见他夫君下车 像坐在路旁 树下的几个人走过去 话说 这个村子里的人 精气神还真不错 穿着虽然不是太好 但个个都是面带笑容 便是在城里 也并不是每个人 都过得舒适 还是有很多 面带愁苦的人 就比如说 他 家没了 什么都没了 要不是舍不得孩子 夫君待他一直都很好 而且也在努力地 超书养家 不然 他真不知道 能不能坚持住 李家村请夫子的事 前些日子 夫君就说了 一直没有过来 一方面 确实不想到村里 另一方面 也是想看看 夫君能不能找到 更合适的活 可惜 是找了两个 但月音方面 都不如人意 与李家村夫子 这个活 确实没法比 家之夫君 确实比较 重义当夫子 最后 考虑再三 还是过来看一看 虽只是刚到村里 但此刻 孟米氏心里的勉强 依然少了很多 与此同时 路边上坐着聊天的几人 看到陌生人 向他们靠近 都站了起来 穿着长衫 看着丝丝纶纶的 走到面前 就是一一 打扰了 小生 想请问一下 古兰古公子家 如何走 一听是找古兰的 大家的目光 不由都看向了李老汉 谁让古兰是这老家伙的 远房侄子呢 话说 还真是让人羡慕呢 他们也好想要这么个亲切 妹妹说到古兰 李老汉那何得意的嘴里 让他们这些老伙计 恨不得捶他一顿 他们没事的时候 都喜欢在李家村 为树不多的几棵大树下 乘梁聊天 树都是盖房钱留下的大树 正好都在道路边缘上 话说 全靠这为树不多的几棵树 为李家村增添一些绿色呢 不过自从开春后 各家各户也都种了不少的花树 想必用不了两年 村子里就会大便样 这位后生 你是谁呀 找古兰何事 虽然看着思思文文的 可毕竟是陌生人 而且有一种人叫做斯文败类 李老汉是听过的 不问清楚又怎么能指路呢 小生免归姓孟 国公子曾与小生约定 若有一夫子之位 可来李家村寻他 不然小生才冒昧而来 打扰各位老丈 夫子 几个老家伙对视了一眼 怪不得小生小生的 读书人说话就是不一样 但听着还真有点别扭 这么说 你是古小子请来的先生 别扭归别扭 家中有孙子辈的眼睛 都忍不住亮了起来 先生是不敢当的 只是个有同生之名 勉强还能当个夫子罢了 谦虚了 这已经很了不起了 永足老花银刚落下 其他几个人 深以为然地跟着点头 别说是同生 有时候乡邻的几个村子 都不一定能有时文断字的 在他们看来 能考上同生 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瞧瞧 咱们哪能让先生站着说呀 来来来 孟夫子 赶紧坐 不不不 不用了 谢谢老丈母的好意 小生还有事 怕是不能坐了 对对对 瞧瞧我们这些老家伙的记性啊 才一抹眼就忘了个干净啊 找你侄子的还不赶紧带路 原来是古公子的伯父 有礼了 客气了 孟夫子 随我来 知道此人的来意 李老汉神色立刻不一样了 笑了起来 夫子好啊 有了夫子 就能正常开课 他家里的孩子可不老少 到时候不管男娃女娃到时都送去